景氏通言第一部明末清初冯梦龙,第一卷于伯牙衰琴泻之音,浪说曾分报书金,谁人便得伯牙琴?于今交道间如鬼,胡海空玄一片心。 古来论文情之后,莫如管报,管是管一吾,报是报书牙。他两个同位商骨,得利均分。 使管一吾多取其利,书牙不以为贪,至其贫野,后来管一吾备求,书牙脱之,见为其下。 这样朋友,才是个真正相知。 这相知有几样名色,恩德相结者,未知知己,父亲相照者,未知知心,生气相求者,未知知音,总来叫做相知。 今日听在下说一桩鱼薄牙的故事。 列位看官们,要听者,吸耳听,不要听者,各随尊便。 正是,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不予谈。 话说春秋战国时,由一名公,姓于明锐,自伯牙,楚国颖都人士,及金湖广京州府之地也。 那于伯牙身虽楚人,官兴却落于晋国,是至上大夫之位。 因奉晋主之命,来楚国修聘。 伯牙讨这个差事,一来是个大财,不辱君命,二来,就变成世乡礼,一举两得。 当时从陆路至于颖都,朝现了楚王,至了晋主之命,楚王设宴款待,十分相敬。 那颖都乃是丧子之地,少不得去看一看坟墓,会一会亲友。 虽然如此,各是其主,君命在身,不敢持留。 公事已毙,拜此楚王。 楚王赠以黄金彩断,高车四马。 伯牙离楚一十二年,思想故国江山之盛,欲得自情关缆,要打从水路大宽转而回。 乃假奏楚王道,臣不幸有犬马之吉,不胜车马持咒。 其假臣周吉,以便医药,楚王准奏,命水师波大传二致,一正一负。 正传,单坐靖国来使,赴传安顿仆从行礼。 都是兰饶话讲,紧账高翻,甚是奇整。 群臣直送至江头而别,只因缆胜叹齐,不顾山摇水远。 薄牙是个风流才子,那江山之盛正投其怀。 张一片风帆,零千层壁浪,看不尽摇山叠翠,远水澄清。 不一日,行至汉阳江口。 时当八月十五日中秋之夜,偶然疯狂浪涌,大雨如注。 周吉不能前进,驳于山崖之下。 不多时,风田浪静,雨指云开,现出一轮明月。 那雨后之月,奇光备长。 薄牙在船舱中,独坐无聊,命童子焚香炉内, 待我抚琴一操,以浅情怀,童子焚香炮,捧琴囊置于暗间。 薄牙开囊取琴,吊弦转枕,弹出一曲。 取游胃中,指下瓜刺的一声响,琴弦断了一根。 薄牙大惊,叫童子去问船头。 这柱船所在,是甚魔去处,船头达到。 偶音风雨,停泊于山脚之下,虽然有些草树,并无人家薄牙惊讶,想到是荒山了。 若是成国村庄,或有聪明好学之人,道听无琴,所以琴声呼变,有弦断之意。 这荒山下,那得有听琴之人。 哦,我知道了,想是有仇家拆来刺客。 不然,或是贼道伺候更深,登舟解我财物,叫左右,与我上牙搜捡一番。 不在柳音深处,定在芦苇丛中。 左右领命,换其众人,正欲搭跳上牙。 呼听岸上有人答应道,周中大人,不必见义。 小子并非奸道之流,乃乔夫也。 因打柴归晚,执咒与狂风,语句不能遮蔽,前身研判。 文君雅操,少助听琴,薄牙大笑道,山中打柴之人,也敢称听其二字。 此言未知真伪,我也不计较了。 左右的,叫他去罢,那人不去,在牙上高声说道,大人出言谬矣。 岂不闻时事之意,必有忠信。 门内有君子,门外君子至,大人若欺负山野中,没有听琴之人。 这夜境更深,荒芽下也不该有抚琴之客了。 薄牙见他出言不俗,或者真是个听琴的,意味可知。 指住左右不要罗造,走进舱门,回尘作喜地问道,牙上那位君子,既是听琴,战礼多时,可知道我世才所谈何取。 那人道,小子若不知,却也不来听琴了。 方山大人所谈,乃孔仲尼探言回,谱入琴声。 其词云,可惜言回命早亡,叫人思想病如霜。 只因漏相丹嫖乐,到这一句,就断了琴弦,不曾俯出第四句来,小子也还记得,留得贤名万古阳。 薄牙文言大喜道,先生果非俗事,隔牙调远,难以问答,命左右,掌跳,看扶手,请那位先生登舟细讲,左右掌跳,此人上传,果然是个侨夫。 头戴若立,身体缩衣,手持肩单,腰叉板斧,脚踏盲鞋。 手下人哪知言谈好歹,现是侨夫,下眼相看,多。 那侨夫,下仓去,先我老爷叩头,问你甚魔言语,小心答应。 官尊助理,侨夫却是个有意思的,道,列位不须粗鲁,待我解衣相见,除了斗笠,头上是青布包金。 脱了缩衣,身上是蓝布衫,搭搏拴腰,露出布鲲下节。 那时不慌不忙,将缩衣,斗笠,监丹,板斧,拒安放舱门之外。 脱下盲鞋,洗去泥水,重复穿上,步入舱来。 官舱内工作上灯烛辉煌,侨夫长衣而不跪,道,大人失礼了,于伯衙是晋国大臣,眼界中那有两阶的布衣。 下来还礼,恐失了官体,既请下船,又不好赤他回去。 脱鞋没奈何,微微举手道,先有免礼罢,叫童子看作的。 童子取一张误作而置于下席。 脱鞋全无刻理,把嘴向乔夫一努道,你且做了,你我之称,怠慢可致。 那乔夫一步谦让,俨然坐下。 脱鞋见他不告而作,唯有称怪之意,因此不问姓名,亦不忽手下人看察。 莫作多时,怪儿问之,是才牙上听琴的,就是你摩。 乔夫搭言,不敢,脱鞋道,我且问你,既来听琴,必知琴之出处。 此琴何人所造? 辅他有甚好处,正问之时,船头来秉化,风色顺了,月鸣如咒,可以开船,薄鞋吩咐且慢些。 乔夫道,程大人下问,小子若讲话续凡,孔丹勿顺风行舟,薄鞋笑道,唯恐你不知秦理。 若讲得有理,就不做官,亦非大事,何况行路之池诉乎。 乔夫道,既如此,小子方敢见谈。 此琴乃福西事所着,献五星之经,非坠无童,凤凰来矣。 凤乃百鸟之王,非竹石不识,非无童不欺,非礼权不饮。 福西一枝,无童乃树中之良才,夺造化之精气,堪位雅跃,令人伐之。 其树高三丈三尺,按三十三天之术,结位三段,分天,地,人三彩。 取上一段扣之,其生太轻,以其过轻而废之。 取下一段扣之,其生太拙,以其过重而废之。 取重一段扣之,其生轻拙相继,轻重相间。 宋长流水中,近七十二日,按七十二后之术。 取起阴干,选良十几日,用高手匠人刘子齐,啄成乐器。 此乃摇池之乐,顾名摇琴。 长三尺六寸一分,按周天三百六十一度,前阔八寸,按八节,后阔四寸,按四十,后二寸,按两一。 有金铜头,玉女妖,仙人被,龙池,凤爪,玉枕,金灰。 那灰有十二,按十二月,又有一钟灰,按润月。 先是五条弦在上,外岸五行金,墨,水,火,土,内岸五阴宫,商,脚,之,玉。 摇顺时操五弦琴,歌南风诗,天下大志。 后阴周文王被秋于有礼,调子博弈考,天弦一根,清幽哀怨,为之文贤。 后五王伐咒,前歌后五,天弦一根,激烈发扬,为之五弦。 先是公,商,脚,之,玉武贤,后加二贤,称谓文武七弦琴。 此琴有六计,七不谈,八绝。 何谓六计? 一计大寒,二计大鼠,三计大风,四计大雨,五计迅雷,六计大雪。 何谓七不谈? 闻丧者不谈,奏乐不谈,适荣不谈,不敬身不谈,衣冠不整不谈,不焚香不谈,不欲之音者不谈。 何谓八绝? 总之清其优雅,悲壮忧长。 此琴辅道尽美尽善之处,笑虎而不吼,哀怨听而不提。 乃雅乐之好处也。 伯牙听见他对答如流,有恐是济问之学。 又想到,就是济问之学,也亏他了。 我在是他一世,此时已不似在先你我之衬了。 又问道,足下济之月里,当时恐众你古琴于世中,言回自外入,闻琴中有忧尘之声,已有贪杀之意,怪而问之。 众你曰,无是古琴,见猫方不属,欲其得之,又恐其失之。 此贪杀之意,遂陆于私童,使之圣门音乐之礼,入于微妙。 假如下官府琴,心中有所思念,足下能闻而知之否,乔夫道,毛诗云。 他人有心,愚蠢度知,大人是否弄一过,小子任心猜夺。 若猜不住时,大人休得见罪。 伯牙将断闲重整,沉思半上,其意在于高山,抚琴一弄。 乔夫赞道,美哉杨杨乎,大人之意,在高山也。 伯牙不达,又宁神一会,江琴在鼓,其意在于流水。 乔夫又赞道,美哉杨杨乎,志在流水,之两句,道住了伯牙的心事。 伯牙大经,推秦而起,与子妻师宾主之礼。 连呼,施敬。 事件,时中有美玉之藏,若以衣帽取人,岂不误了天下闲事。 先生高明雅姓,乔大欠身而打,小子姓中,明辉,剑字子妻,伯牙拱手道, 是钟子妻先生,子妻转问,大人高兴。 容任何所,伯牙道,下官于瑞,是于晋朝,因修聘上国而来。 子妻道,原来是伯牙大人,伯牙推子妻坐于客位,自己主席相陪, 命童子点茶。 茶罢,又命童子取酒供酌。 伯牙道,借此攀话,休闲俭解谢,子妻称,不敢。 童子取过姚琴,二人入席饮酒。 伯牙开言又问,先生身口是楚人了,但不知尊居何处,子妻道。 离此不远,地名马鞍山极贤村,便是荒居。 伯牙点头道,好个极贤村,又问,道义何位? 子妻道,也就是打柴卫生,伯牙微笑道。 子妻先生,下官也不该见言。 四先生这等报复,何不求取功名,立身于郎庙,垂名于竹伯。 却乃机智林泉,混迹桥木,与草木同宿。 妾为先生不取也,子妻道,实不相瞒,舍间上有年迈二亲,下无手足相辅。 采桥度日,已尽父母之余年,虽畏畏三公之尊,不忍亦我一日之养也。 伯牙道,如此大笑,亦发难得。 二人被九愁做了一会,子妻宠辱无惊,伯牙愈加爱众。 又问子妻,青春多少? 子妻道,虚度二十有妻,伯牙道,下官年长一寻。 子妻若不见弃,竭为兄弟相衬,不负之音弃友,子妻孝道,大人诧矣。 大人乃上国民宫,忠辉乃穷乡见子,怎敢养斑,犹如辅舅,薄牙道,相识满天下,知心能击人。 下官陆路风尘,得与高贤节气,时乃生平之万幸。 若以富贵贫贱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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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彼此谈心续话 正是何一刻来心不厌 知因人听话偏长 谈论正浓 不觉月旦星熙 东方发白 船上水手都起身收拾捧锁 整备开船 紫妻起身告辞 伯雅捧一杯酒 递于紫妻 霸紫妻之手 叹道 贤弟 我与你相见和太迟 向别和太早 紫妻文言 不觉累 诸地于杯中 紫妻一饮而尽 真久回敬伯雅 二人各有眷恋不舍之意 伯雅道 于兄于情不尽 意欲去严贤地同行数日 为之可否 紫妻道 小弟非不予相从 怎奈二七年老 父母在 不远游 伯雅道 既是二位尊人在堂 回去告过二亲 到晋阳来看于兄一看 这就是有必有方了 紫妻道 小弟不敢轻诺而寡信 许了贤兄 就当渐约 万一禀命于二亲 二亲不允 使人兄玄望 余数千里之外 小弟之罪更大以 伯雅道 贤弟真所谓 至成君子 也罢 明年还是我来看贤弟 紫妻道 人兄名遂何时到此 小弟好伺候尊驾 伯雅区指道 昨夜是中秋节 今日天明 是八月十六日了 贤弟 我来仍在中秋中 五六日奉访 若过了中旬 迟到季秋月分 就是爽信 不畏君子 叫童子 吩咐纪石将中贤弟 所居地名 及相会的日期 登写在日记簿上 紫妻道 既如此 小弟来年中秋中五六日 准在江边势力拱后 不敢有误 天色已明 小弟告辞了 薄牙道 贤弟且助 命童子取黄金二户 不用封铁 双手捧定道 贤弟 唏嘘薄礼 全为二位尊人 甘旨之费 斯文骨肉 雾得贤轻 紫妻不敢谦让 及时收下 再败告别 韩磊出仓 曲间丹挑了缩衣 斗笠 插板斧于腰问 掌跳搭俯手上牙 薄牙直送至船头 各个洒泪而别 不提紫妻回家之事 再说 于薄牙点鼓开船 一路江山之盛 无心观览 心心念念 只想住知音之人 又行了几日 舍舟登岸 经过之地 知事晋国上大夫 不敢轻慢 安排车马相送 直至晋阳 回复了晋主 不在话下 光阴迅速 过了秋冬 不觉春去下来 薄牙心怀紫妻 无日望之 想住中秋捷晋 奏过晋主 给驾还乡 进主医院 薄牙收拾行装 仍大大宽转 从水路而行 下船之后 吩咐水手 但是湾博所在 就来通报地名 事有偶然 刚刚8月15夜 水手禀赋 此去马鞍山不远 薄牙依稀还认得 去年 博船向惠子妻之处 吩咐水手 将船弯坡 水底抛锚 崖边钉掘 其夜晴明 船舱内一线月光 射进珠连 薄牙命童子 将连卷起 不出舱门 立于船头之上 仰观斗柄 水底天心 万景茫然 照如白昼 思想去遂与知己相逢 与止月明 今夜重来 又止凉夜 他约定江边相后 如何全无踪影 莫非爽信 又等了一会 想到 我理会得了 江边来往船只颇多 我今日所嫁的 不是去年之船了 吴帝急切如何认得 去岁 我原为抚琴惊动之音 今夜仍将摇琴府弄一曲 吴帝闻之 必来相见 命童子去琴珠 安放船头 焚香涉作 薄牙开囊 吊贤转枕 财犯音律 伤贤中有哀怨之声 薄牙听琴不操 呀 伤贤哀声妻妾 无地必遭忧在家 去岁曾言 父母年高 若非赴丧 必是母王 他为人至孝 是有轻重 宁失信于我 不肯失礼于亲 所以不来眼 来日天明 我亲上衙探望 叫童子收拾琴桌 下仓就寝 薄牙一夜不睡 真个八明不明 盼小不小 看看月仪连影 日出山头 薄牙起来书洗整衣 命童子携琴相随 又取黄金十亿带去 躺无地居丧 可为父礼 踹挑灯牙 行于乔径 于墨石树里 出一股口 薄牙站住 童子禀道 老爷为何不行 薄牙道 山分南北 路列东西 从山谷出来 两头都是大路 都取得 知道那一路 往极闲村去 等个十路之人 问明了他 方才可行 薄牙就食尚少气 同而退利于后 不多时 左手关路上 有一劳嗖 燃锤玉线 发腕银丝 若关也扶 左手举藤杖 右手斜竹篮 徐步而来 薄牙起身整衣 向前施礼 那老者不慌不忙 将右手竹篮轻轻放下 双手举藤杖还礼 道 先生有何见叫 薄牙道 请问两头路 那一条路往极闲村去的 老者道 那两头路就是两个极闲村 左手是上极闲村 右手是下极闲村 通渠三十里关道 先生从古出来 正当其半 东去十五里 西去也是十五里 不知先生要往那一个极闲村 薄牙默默无言 暗想道 吴帝是个聪明人 怎么说话这等糊涂 相会之日 你知道 此间有两个极闲村 或上或下 就该说个明白了 薄牙却才审淫 那老者道 先生这等影响 一定那说路的 不曾分上下 总说了个极闲村 焦先生默处抓寻了 薄牙道 便是 老者道 两个极闲村中 有一二十家庄户 大抵都是隐顿 避世之辈 老夫在这山里 多住了几年 正是土居三十载 无有不亲人 这些庄户 不是社亲 就是庇佑 先生 到极闲村 必是访友 只说先生所访之友 姓甚名谁 老夫就置他住处了 薄牙道 学生要往中家庄去 老者文中家庄三字 一双昏花眼内 扑速速掉下泪来 道 先生别家可去 若说中家庄 不必去了 薄牙经问 却是为何 老者道 先生到中家庄 要访何人 薄牙道 要访子妻 老者文言 放声大哭道 子妻中辉 乃乌尔也 去年八月十五 彩桥归晚 玉晋国上 大夫于薄牙先生 讲论之间 一起相投 临行赠黄机二户 无人买书攻读 老卓无才 不曾禁止 但则彩桥负重 牧则颂读新秦 心力耗费 染成窃疾 数月之间 已亡固了 薄牙文言 屋内崩裂 泪如涌泉 大叫一声 傍山崖跌倒 昏厥余地 忠公用手搀扶 回顾小童道 此位先生是谁 小童滴滴覆耳道 就是于薄牙老爷 忠公道 原来是无儿好友 浮起薄牙苏醒 薄牙坐于地下 口吐弹弦 双手堆胸 痛哭不已 道 贤弟赫 我昨夜薄舟 还说你爽信 岂知已为 泉下之鬼 你有财无寿了 忠公事类相劝 薄牙哭霸起来 众与忠公失礼 不敢胡老丈 称谓老伯 以见通家兄弟之意 薄牙道 老伯 令郎还是停就在家 还是出一郊外了 忠公道 一言难尽 亡儿临终 老夫与捉惊 坐于卧榻之前 王儿一语嘱咐道 修短游天 而生前不能进人子 侍亲之道 死后起葬于马鞍山江边 与晋大夫于博雅有约 遇见前掩尔 老夫不负王儿临终之言 是财先生来的小路之右 一求新土 吉武中辉之家 今日是百日之际 老夫提一墨指前 往坟前烧化 何其与先生相遇 博雅道 既如此 奉陪老伯就坟前一拜 命小桐带太公提了竹篮 中宫策杖引路 博雅随后 小桐根定 附近谷口 果见一秋新土 在于陆左 博雅整一下拜 贤帝在侍卫人聪明 死后为神灵应 于兄此一拜 成永别以 拜罢 放声又哭 京东山前山后 山左山又黎民百姓 不问行得住的 远得近的 闻得朝中大臣来 记中子妻 回绕坟前 争先观看 薄雅却不曾摆得记礼 无以为情 命童子把姚秦取出囊来 放于纪石台上 盘膝坐于坟前 挥泪两行 俯秦一操 那些看者 闻秦运铿锵 鼓掌大笑而散 薄雅问 老伯 下官抚秦 调令狼贤弟 卑不能以 众人为何而笑 忠公道 乡也之人 不知音律 闻秦生已为取乐之据 故此长笑 薄雅道 原来如此 老伯可知所奏何曲 忠公道 老夫幼年也颇喜 如今年迈 五官半废 模糊不懂久矣 薄雅道 这就是下官随心应手 一曲短歌 以调令狼者 口诵于老伯听之 忠公道 老夫愿闻 薄雅送云 一夕去年春 江边增惠君 今日众来访 不见之因人 但现一剖土 惨然伤我心 伤心伤心 父伤心 不忍泪诸分 来欢去何苦 将盼起仇云 子妻子妻兮 你我千金亿 历尽天涯无足语 此曲忠兮不复谈 三尺摇琴未君死 薄雅于一家间 取出截手刀 割断琴弦 双手举琴 向济石台上 用力一摔 摔得预枕抛残 惊灰凌乱 中公大经 问道 先生为何摔碎此琴 薄牙道 摔碎姚琴 凤伟寒 子妻不在 对谁谈 春风满面 皆朋友 玉米之阴南上南 中公道 原来如此 可怜 可怜 薄牙道 老伯高居 端得在上极贤村 还是下极贤村 中公道 荒居在上极贤村 第八家就是 先生 如今又问他怎的 薄牙道 下官伤感在心 不敢随老伯登堂了 随身带的有黄金二亿 一半带令郎甘纸之凤 一半买鸡母祭田 为令郎春秋扫墓之费 代下官回本朝时 上表告归临下 那时却到上极贤村 迎接老伯与老伯母 同道寒家 已尽天年 吾及子妻 子妻及吾也 老伯母以下官为外人相嫌 说吧 宁晓彤取出黄金 亲手地与中公 哭败余地 中公达败 盘缓半赏而别 这回书 提作 于伯牙摔琴谢之音 后人有诗赞云 势力交怀势力心 斯文谁赴念之音 博牙不作中期事 千古令人说破情 第二卷 庄子修谷盆成大道 富贵五更春梦 功名一片浮云 眼前骨肉一非真 恩爱翻成仇恨 莫把金家套景 修将御所缠身 清心寡欲托凡尘 快乐风光本分 这首 西江乐词 是个劝势之言 要人割断迷情 逍遥自在 且如父子天性 兄弟手足 这是一本连之 割不断的 如 是 道三教虽疏 总抹不得孝 第二字 至于生子生孙 就是下一辈士 十分周全不得了 常言道得好 儿孙自有儿孙福 莫与儿孙坐马牛 若论到夫妇 虽说是红线缠腰 赤绳细足 到底是弯肉年夫 可离可合 常言又说得好 夫妻本是同林鸟 八道天明个自飞 尽是人情恶薄 父子兄弟倒也平常 而孙虽是疼痛 总比不得夫妇之情 他腻的是归忠之爱 听的是枕上之言 多少人被妇人迷惑 做出不孝不地的事来 这段不是高明之辈 如今说这装生骨盆的故事 不是所有人夫妻不睦 只要人变出咸鱼 蹭破真假 从低注迷处 把这念头放胆下来 渐渐六根清静 悼念滋生 自有受用 西人看田夫插秧 永诗四句 大有见解 诗曰 首把清央插野田 低头便陷水中天 六根清静方位道 退步原来是向前 话说周末时 有一高贤 姓庄 明周 自子修 宋国蒙义人也 曾是周魏七元列 诗是一个大圣人 是道教之祖 姓李明儿 自伯扬 伯扬生而白发 人都忽畏老子 庄生常昼寝 梦为蝴蝶 许许然于园林花草之间 奇异甚逝 醒来时 尚觉碧薄如两翅飞动 心甚已知 以后不时有此梦 庄生一日在老子做奸讲 一只侠 将此梦速至于诗 诗是个大圣人 小的三生来历 向庄生指出 素是阴游 那庄生员是混沌出 分时 一个白蝴蝶 天一生水 二生木 木龙花帽 那白蝴蝶 才百花至今 夺日月之秀 得了气候 长生不死 赤如车伦 后由于摇池 偷彩盘桃花蕊 被王母娘娘 喂下首花的青鸾灼死 其神不散 脱生于世做了庄周 因他根气不凡 道心坚固 诗是老子 学清静无畏之教 今日被老子点破了前生 如梦初醒 自觉两夜风生 有许许然蝴蝶之意 把事情容枯得丧 看作行云流水 一丝不挂 老子知他心下大悟 把道德五千字的秘诀 倾囊而受 庄生默默送席修炼 遂能分身隐形 出神变化 从此弃了七元力的前程 慈别老子 周游访道 他虽从清静之教 缘不绝夫妇之轮 一连取过三变七房 第一期 得及妖王 第二期 有过辈出 如今说的是第三期 姓田 乃田祺族中之女 庄生由于齐国 田宗重齐人品 以女妻制 纳田氏比先前二妻更有姿色 积幅落冰雪 绰约似神仙 庄生不是好色之徒 却也十分相静 真个如鱼似水 楚威王文 庄生之贤 前史持黄金百亿 文锦千端 安车四马 聘位上下 庄生叹道 犀牛身被文秀 口识除书 见耕牛立作辛苦 自夸其容 集其迎入太庙 刀阻在前 欲为耕牛而不可得也 遂却之不受 窃其归颂 隐于曹州之南华山 一日 庄生出游山下 见荒种累累 叹道 老少聚无变 闲于同所归 人归种中 种中岂能复为人呼 自接了一回 再行几步 呼见一心坟 风土未前 一年少妇人浑身稿素 坐于此种之旁 手蕴齐完素膳 像种连山不已 庄生怪儿问之 娘子 种中所葬何人 为何举善山土 必有其故 那妇人并不起身 运善如故 口中应提谚语 说出几句 不同道理的话来 正是 听十孝破千人口 说出嘉天一段修 那妇人道 种中乃妾之拙夫 不幸身亡 埋骨于此 生食与妾相爱 死不能舍 一言教戒如要 改释他人 执带葬氏毕后 焚土钱了 方才可嫁 妾思新柱之土 如何得救钱 因此举善山枝 装生含笑 想到 这夫人好性极 亏他还说生前相爱 若不相爱的 还要怎么 乃问道 娘子 要这心土 前造极易 因娘子手腕娇软 举善无力 不才愿替娘子 待一臂之劳 那妇人方才起身 身身道个万福 多谢官人 双手将素白完善 地语装生 装生行弃道法 举手照种顶连山树扇 水气都尽 其土顿钱 妇人笑容可居 谢道 有劳官人用力 将先手向殡旁拔下一股银钗 连那完善送装生 权味相谢 装生却其银钗 受其完善 妇人欣然而去 装子心下不平 回到家中 坐于草堂 看了完善 口中探出四句 不是冤家不拒头 冤家相聚己诗修 早知死后无情义 所把生前恩爱购 田氏在背后 闻得装生皆探之语 上前相问 那装生是个有道之士 夫妻之间亦称谓先生 田氏道 先生有何事感叹 此善从何而得 装生将妇人山种 要土钱改嫁之言 竖了一遍 此善即山土之物 因我助力 以此相赠 田氏听罢 忽发愤然之色 向空中把那妇人千步贤 万步贤骂了一毒 对装生道 如此薄情之父 世间少有 装生又道出四句 生前个个说恩申 死后人人欲山坟 画龙画虎难画骨 知人知面不知心 田氏文言大怒 自古道 愿费亲怒费礼 那田氏怒中之言 不顾体面 向装生面上一脆 说道 人类虽同 咸鱼不等 你合得清出此语 将天下富道家 看作一列 却不到欠人 带来好人 你却也不怕罪过 装生道 莫要谈空说嘴 假如不幸 我装周死后 你这般如花似玉的年纪 难道挨得过三年五载 田氏道 忠臣不是二君 猎女不更二夫 那些好人家父女 吃两家茶 睡两家床 若不幸轮到我身上 这样没廉耻的事 莫说三年五载 就是一世 也成不得 梦儿里也还有三分的志气 装生道 难说 难说 田氏口出利语道 有智妇人 胜如男子 似你这般 莫人莫义的 死了一个 又讨一个 出了一个 又那一个 知道别人 也是一般见识 我们富道家 一安一马 倒是站得脚头定的 怎么肯把话 与他人说 惹后世耻笑 你如今又不死 直嫩网杀了人 就装生手中 夺过完善 扯得粉碎 装生道 不必发怒 只愿得如此 争气甚好 自此无话 过了几日 装生忽然得病 日加沉重 田氏在床头 酷哭啼啼 装生道 我病是如此 永别止在早晚 可惜前日完善扯碎了 留得在此 好把与你扇焚 田氏道 先生修要多心 且读书之理 从一而终 事无二致 先生若不见信 妾愿死于先生之前 以明心计 装生道 足见娘子高志 我装某死一明目 说吧 气就绝了 田氏腐尸大哭 少不得殃及东林西社 至北一清光果并练 田氏穿了一身素稿 真个朝朝幽闷 夜夜悲体 没想注装生生前恩爱 如痴如醉 寝食俱沸 山前山后庄护 也有小的 庄生是个逃明的隐士 来掉笑的 到底不比城市热闹 到了第七日 忽有一少年秀氏 生得面如腹粉 纯若屠珠 俊俏无双 风流第一 穿扮的紫衣玄冠 袖带珠缕 带住一个老仓头 自称楚国王孙 向年曾与庄子修先生有约 欲拜在门下 今日特来相访 见庄生已死 口称 可惜 慌忙脱下色衣 叫仓头于行囊内 取出素缚穿了 向灵前四拜道 庄先生 弟子无缘 不得面会诗教 愿为先生之百日之丧 以尽私疏之情 说罢 又拜了四拜 撒泪而起 便请田氏相见 田氏出此推辞 王孙道 古里 通家朋友 妻妾都不相逼 何况小子 与庄先生 有失地之约 田氏只得不出孝堂 与楚王孙相见 许了寒温 田氏一现 楚王孙人才标志 就动了怜爱之心 只恨无由私尽 楚王孙道 先生虽死 弟子难忘私目 欲见尊居 赞住百日 一来守仙师之丧 二者仙师留下 有什么住宿 小子告诫一官 以领一训 田氏道 通家之意 久住何妨 当下 至返相款 犯罢 田氏江庄子所著 南华真经 即老子道德 五千言 河盘托出 献与王孙 王孙殷勤感谢 草堂中间 占了灵位 楚王孙 在左边香安顿 田氏每日 假以枯灵未有 就左边香 与王孙攀话 日渐情熟 眉来眼去 情不能已 楚王孙只有五分 那田氏道有十分 所席者深山隐僻 就做差了些事 莫人传说 所恨者心丧未酒 况且女秋于难 难以启齿 又挨了几日 约莫有半月了 那婆娘心愿一马 按捺不住 敲到患老仓头进房 赏一枚酒 将好言抚慰 从容问 你家主人曾婚配否 老仓头道 未曾婚配 婆娘又问道 你家主人要捡什么样人物 才肯婚配 老仓头戴罪道 我家王孙曾有言 若得像娘子一般风韵的 他就心满意足 婆娘道 国有此话 莫非你说谎 老仓头道 老汉一把年纪 怎么说谎 婆娘道 我让你老人家未没说何 若不弃嫌 奴家情愿服侍你主人 老仓头道 我家主人也曾与老汉说来 道一段好姻缘 只爱失地二字 恐惹人议论 婆娘道 你主人与先夫 原是生前空约 没有北面听交的是 算不得失地 又且山辟荒居 临社罕有 谁人议论 你老人家是必为取成就 教你吃杯喜酒 老仓头应允 临去时 婆娘又幻转来嘱咐道 若是说得允时 不论早晚 便来房中回复奴家一声 奴家再次专等 老仓头去后 婆娘玄玄而望 校堂边张了数十遍 恨不能一条细绳负了那 巧厚生俊脚 扯江入来 搂坐一处 将即黄昏 那婆娘等得个不耐烦 黑暗里走入校堂 听左边香声息 忽然临座上作响 婆娘吓了一跳 直到亡灵出现 急急走转内室 取灯火来照 原来是老仓头吃醉了 直挺挺地 摸于优夏郎 분著 О2 挨 Meu 次日 线老仓头行来不去 并不来回复那话 婆娘心下发痒 在唤他进房 问其前世 老仓头道 不成 不成 婆娘道 为何不成 莫非不曾将昨夜这些话扑扑明白 老仓头道 老汉都说了 我家王孙也说得有理 他道 娘子容貌 字不必言 未败师徒 亦可不论 但有三件事未妥 不好回复的娘子 婆娘道 那三件事 老仓头道 我家王孙道 堂中剑柏住个凶器 我却与娘子行几礼 心中何人 且不雅相 二来庄先生与娘子是恩爱夫妻 况且 他是个有道德的名贤 我的才学万分不及 恐被娘子轻薄 三来 我家行礼上在后边未到 空手来此 聘礼严习之费 一无所措 为此三件 所以不成 婆娘道 这三件都不必律 凶器不是生根的 屋后还有一间破空房 换几个装刻台 他出去就是 这是一件了 第二件 我先赴那里 就是个有道德的名贤 当初不能挣家 却有初期之事 人称其博德 楚威王沐其虚名 以厚礼聘他未想 他自知财力不胜 逃走在此 前月独行山下 寓意寡妇 江山山坟 带坟土干燥 方山嫁人 卓夫就与他调戏 夺他完膳 替他山土 将那把完膳带回 使我扯碎了 临死前几日 还为他逃了一场气 有什么恩爱 你家主人青年好学 尽不可良 况他乃是王孙之贵 奴家亦是田宗之女 门第相当 今日到此 因缘天合 第三件 聘礼严习之费 奴家做主 谁人要得聘礼 严习也是小事 奴家更基地 私房白金二十两 赠予你主人 做一套新衣服 你再去到达 若成旧时 今夜是和婚即日 便要成金 老仓头收了二十两银子 回复楚王孙 楚王孙 只得顺从 老仓头回复了婆娘 那婆娘当时欢天喜地 把校服除下 重沟粉面 再点珠唇 穿了一套新鲜色衣 叫仓头 故换进山装客 扛牌 终生施旧 听于后面 破屋之内 打扫草堂 准备做和婚 演习 有失未正 俊俏孤霜 别样交 王孙 有意 更相调 一安一玛 谁人远 今夜思江 快续招 事业 那婆娘收拾 乡房 草堂内摆的 灯烛辉煌 楚王孙 三三英袍服 田氏锦袄裙 双双立于花竹之下 一对男女 如玉镯金装 美不可说 交败已毙 千恩万爱的 携手入于洞房 吃了何锦杯 正遇上床姐 依旧借 忽然楚王孙 眉头双皱 寸步难移 灯石倒于地下 双手磨胸 只叫心疼男人 田氏心爱王孙 顾不得心昏廉耻 尽前抱住 替他抚摸 问其所以 王孙痛极不语 口吐闲末 言言欲绝 老仓头荒作一堆 田氏道 王孙平日曾有此证后否 老仓头代言 此证平日常有 或一二年发一次 无药可治 只有一物 用之立效 田氏急问 所用何物 老仓头道 太医传译其方 必得生人脑髓热酒 吞之 其痛吏之 平日此病举发 老殿下奏过楚王 拨一鸣死囚来 父儿杀之 取其脑髓 金山中如何可得 其命何修已 田氏道 生人脑髓 必不可治 地不知死人的 可用的魔 老仓头道 太医说 凡死未满四十九日者 其脑伤为钱枯 亦可取用 田氏道 无福死放二十余日 何不拙观而取之 老仓头道 只怕娘子不肯 田氏道 我与王孙成其夫妇 妇人以身是夫 自身尚且不惜 何有于江朽之蛊乎 急命老仓头服侍王孙 自己寻了砍柴板斧 右手提斧 左手斜灯 往后边破屋中 将灯放于关盖之上 去定关头 双手举斧 用力劈去 妇人家气力单微 如何劈的关开 有个缘故 那庄周是达生之人 不肯厚脸 铜关三寸 一斧就劈去了一块木头 再一抚去 关盖便裂开了 只见庄生从关内探口气 推开关盖 挺身坐起 田氏虽然心狠 终是女流 吓得腿软筋麻 心头乱跳 斧头不绝坠地 庄生叫 娘子扶起我来 那婆娘不得已 只得扶庄生出关 庄生斜灯 婆娘随后同进房来 婆娘心之房中 有楚王孙主扑二人 捏两把汗 行一步 反退两步 笔集到房中看时 扑设依然灿烂 那主扑二人 屈然不现 婆娘心下 虽然暗暗惊疑 却也放下了胆 巧言抵士 向庄生道 奴家自你死后 日系思念 方才听得观众有声响 想古人中多有寒魂之事 望你复活 所以用府开关 谢天谢地 果然重生 实乃奴家之万幸也 庄生道 多谢娘子后裔 只是一见 娘子守孝未久 为何紧扰绣群 婆娘又解释道 开关见习 不敢将胸腹冲动 全用锦绣 以取吉兆 庄生道 罢了 还有一截 棺木盒不放在正寝 却撇在破屋之内 难道也是吉兆 婆娘无言可达 庄生又见杯盘罗烈 也不问其故 交宣酒来饮 婆娘只得宣酒送来 庄生放开大量 满饮树宫 那婆娘不达食物 指望微热老公 重做夫妻 紧挨着酒壶 撒娇撒赤 天言美语 要哄庄生上床同情 庄生引得九大岁 所指笔写出四句 从前了却冤家债 你爱之时我不爱 若忠于你做夫妻 怕你巨腹劈开天灵盖 那婆娘看了这四句诗 羞残满面 顿口无言 庄生又写出四句 夫妻百叶有和恩 献了心人忘旧人 府的盖棺遭府批 如何等待山前坟 庄生又道 我则教你看两个人 庄生用手将外面一指 婆娘回头而看 只限楚王孙和老仓头 夺江进来 婆娘吃了一惊 转身不见了庄生 再回头时 连楚王孙主仆都不见了 那里有什么楚王孙 老仓头 此皆庄生分身隐形之法也 那婆娘精神恍惚 自觉无言 解腰间绣带 悬良自意 呜呼哀哉 这倒是真死了 庄生见田是已死 解江下来 就将批破棺木盛放了他 把瓦盆为乐器 鼓之承韵 以官而作歌 歌曰 大快无心兮 生我羽衣 我非一副兮 依非我气 偶然泄后兮 一世同居 大献祭中兮 有何有离 人生之无良兮 生死情矣 真情继献兮 不死何谓 一生兮 简则去取 依死兮 还反空虚 依掉我兮 赠我以拒府 我吊一息 唯一以歌此 辅生起息 我复活 歌声发息 依可至 依稀 敲碎瓦盆不在鼓 依是何人 我是谁 庄生歌霸 又吟诗四句 你死我必买 我死你必嫁 我若真个死 一场大笑话 庄生大笑一声 将瓦盆打碎 取火从草堂放起 乌与巨坟 连棺木化为灰烬 只有道德经 南华经 不悔 山中 有人捡取 传流之间 庄生 遨游四方 终身不取 霍云玉老子 于寒谷官 相随而去 以得大道成仙矣 诗云 杀妻无起 太无知 寻令伤神 亦可吃 请看 庄生谷盆是 逍遥无碍 是无诗 第三卷 王安石 三南苏学士 海边层七井内蛙 大鹏张翅绕天涯 墙中更有墙中手 莫向人 潜满自夸 这四句诗 奉劝世人 须己下人 物得自满 古人说得好 倒是满昭损 千寿意 俗艳又有 似不可尽的话 那似不可尽 事不可使尽 福不可想尽 便宜不可占尽 聪明不可用尽 你看如今有势力的 不做好事 往往任性使弃 损人害人 如毒蛇猛兽 人不敢尽 他见别人惧怕 没奈他和 意气洋洋 自以为得计 却不知八月朝头 也有平下来的尸节 微贪急浪中 趁着这刻顺风 扯了满棚 往前只顾使去 好不畅快 不思去时容易 转时甚难 当时下节 伤咒 贵为天子 不免窜身于南朝 悬头于太白 那节 咒有何罪过 也无非以贵欺贱 事强凌弱 总来不过是史事而已 假如节 咒是个平民百姓 玄造的许多恶业否 所以说是不可使戒 怎么说服不可想戒 常言道 西衣有衣 西时有时 又道 人无受妖 路锦则王 尽时时重太位 与黄金王楷豆腐 以酒卧府 以辣戴心 锦布杖大致五十里 坑侧间 皆用零罗弓杖 香起席人 跟随家同 都穿火焕不衫 一衫价值千金 买一切 费珍珠十壶 后来死于赵王伦之手 身手易处 此乃享福太过之暴 怎么说便宜不可占尽 假如做买卖的错了 分文入己 满脸堆笑 却不想小经济 若舌了分文 一家不得吃饱饭 我贪此些虚小便宜 亦有何意 西人有占便宜失云 我备盖你备 你占盖我占 你若有钱我供使 我若无钱用你钱 上山时你扶我脚 下山时我靠你见 我有此时做你续 你有女时伴我免 你依此事时 我死在你后 我为此事时 你死在我前 若依的这事时 人人都要如此 谁是呆子 肯束手相让 就是一时得利 暗中损负折受 自己不知 所以 佛家劝化世人 吃一分亏 寿无量福 有失未正 得便宜出心心乐 不过心识闷闷幼 不讨便宜不舍本 也无欢乐 也无愁 说话的 这三句都是了 则那聪明二字 求之不得 如何说聪明不可用尽 见不尽者 天下之事 读不尽者 天下之书 蹭不尽者 天下之力 宁可懵懂而聪明 不可聪明而懵懂 如今且说一个人 古来第一聪明的 他聪明了一世 懵懂在一时 留下花锦般 一段话文 传语后生小子 是才夸己的看样 那第一聪明的是谁 吟师作父 班班会 打混菜米 见见经 不是众尼众出世 定之言子在投生 话说宋神宗皇帝在位时 有一名如 姓苏明氏 自子瞻 别好东坡 乃四川梅州梅山人士 一举成名 观拜汉林学士 此人天资高妙 过目成颂 出口成章 有礼太白之风流 圣曹子见之敏捷 在宰相金公王安石先生门下 金公慎重其才 东坡自是聪明 颇多计较 金公阴作 自说 一字解作一意 偶论东坡的坡字 从土从皮 未泼乃土之皮 东坡孝道 如相公所言 华字乃水之谷也 一日 金公诱论及泥字 从于从而 何事于此 司马约四 天虫未残 古人质字 定非无异 东坡拱手近言 鸠字九鸟 可知有顾 金公任一位真 欣然请教 东坡孝道 毛诗云 诗鸠在桑 其子七夕 连娘待也 共是九个 金公默然 恶其轻薄 左千为胡周刺史 正是 是非只为多开口 烦恼皆因 巧弄唇 东坡在 胡周做官 三年任满朝经 坐育于 大象国寺内 想当时 因得罪于 金公 自取其咎 常言道 未去朝天子 先来夜相公 吩咐左右 背脚色首本 骑马头 王丞相府来 离府一剑之地 东坡下马 步行而前 剑府门首许多厅士官吏 纷纷站立 东坡举手问道 列位 老太师在堂上否 守门官上前答道 老爷骤寝未醒 且请门房中少座 从人取交床在门房中 东坡坐下 将门扮演 不多时 乡府中有一少年人 年方若冠 戴禅宗大帽 穿青卷直摆 晒手扬扬 出来下街 众官吏皆公身一让 此人从东向西而去 东坡命从人去问 乡府中 是才出来者何人 从人打听明白回复 是丞相老爷府中长 书房的姓徐 东坡纪的金工书房中 宠用的有个徐伦 三年前还未惯 金碎惯了 面貌依然 叫从人 既是徐长家 与我赶上一步 快请他转来 从人飞奔去了 赶上徐伦 不敢于背后呼唤 从旁边抢上前去 垂手视力于街旁 道 小的是 湖州府苏爷的长班 苏爷在门房中 请徐老爹相见 有句话说 徐伦问 可是长胡子的苏爷 从人道 正是 东坡是个风流才子 见人一团和气 平息与徐伦相爱 时常写善送他 徐伦听说是苏学士 微微而笑 转身便回 从人先到门房 回复徐长家道了 徐伦进门房来见苏爷 意思要跪下去 东坡用手掺住 这徐伦立身相府 掌内书房 外府周县首领官员 岛经参业丞相 知会徐伦 具有礼物 丹铁通名 今日见苏爷 怎么就要下跪 因苏爷久在 丞相门下往来 徐伦自小书房 答应 职任烹茶 就如旧主人一般 一时大不起来 苏爷却全他的体面 用手掺住道 徐长家 不要行此礼 徐伦道 这门房中 不是苏爷坐处 且请进府到 东书房待茶 这东书房 便是王丞相的 外书房了 凡门生之友往来 都到此处 徐伦引苏爷到 东书房 看了座 命同儿 喷好茶 刺吼 丙苏爷 小的凤老爷 浅插往太医院 取药 不得在此服侍 怎么好 东坡道 且请知事 徐伦去后 东坡见 四壁疏除 关闭有所 闻己上 只有笔焰 更无余物 东坡开燕霞 看了燕池 是一方绿色端燕 甚有神采 燕上鱼墨未前 方玉掩盖 忽见燕霞下 露出些指角 东坡扶起燕霞 乃是一方素肩 叠作两折 取而观之 原来是两句 未完的诗稿 认得金工笔记 提示 永局 东坡笑道 识别三日 幻眼相待 西年我曾在 京卫观时 此老下笔数千言 不由思索 三年后也就不同了 正是江燕才见 两句诗不曾中运 念了一遍 原来连这两句诗 都是乱道 这两句诗 怎么样写 西风昨夜过园林 吹落黄花满地金 东坡为何说这两句诗诗乱道 一年四季 风个有名 春天为和风 夏天为熏风 秋天为金风 冬天为朔风 和 熏 金 朔四样风 配注四诗 这诗首句说西风 西方蜀金 金风乃秋令也 那金风一起 无叶飘黄 群方凌落 第二句说 吹落黄花满地金 黄花极曲花 此花开于深秋 其性熟火 敢与秋霜熬战 最能耐久 随你老来交钱哭烂 并不落伴 说个吹落黄花满地金 岂不是错误了 星之所发 不能自己 举笔诗末 一蕴叙诗二句 秋花不比春花落 说与诗人载戏隐 写遍写了 东坡愧心赋盟 唐词老出书房相待 献了此诗 当面抢白 不像晚辈体面 欲待秀去已灭奇迹 又孔金功寻诗不现 带累徐伦 思算不妥 只得仍将诗稿折叠 压于燕霞之下 盖上燕霞 补出书房 到大门首 取角色手本 赋予守门官吏 嘱咐道 老太师出堂 通禀一声 说苏某在此 伺候多时 因出道经中 文表不曾收拾 明日早朝坠过表彰 再来夜见 说吧 起码回下出去了 不多时 金功出堂 守门官吏 虽蒙苏也嘱咐 没有纸包相送 那个与他禀话 只将角色手本 和门部缴纳 金功也只当常规 为及观看 心下记住 菊花十二具 未完孕 恰好徐伦 从太医院 取药回来 金功唤 徐伦送至东书房 金功也随后入来 坐定 接起燕霞 取出事稿一看 问徐伦道 是才何人到此 徐伦跪下 并道 胡周府苏爷 伺候老爷 曾道 金功看其字迹 也认得是苏学士之笔 口中不语 心下愁愁 苏氏这个小畜生 虽遭挫折 轻薄之性不改 不到自己学书才前 赶来积善老夫 明日早朝 奏过官礼 将他削职为民 又想到 且著他也不晓得 黄州菊花落伴 也怪他不得 叫徐伦取胡广 缺官侧疾来看 单看黄州府 余官俱在 只缺少个团练副使 金功案集在心 令徐伦将师稿 贴于书房柱上 明日早朝 密奏天子 严苏氏财力不及 左迁黄州团练副使 天下官员道经上表彰 升降勾处 各自安命 唯有东坡心中不服 心下明知 金功未改师处犯 功报私仇 没奈何 也指得谢安 朝房中才谢朝府 长班禀道 丞相爷出朝 东坡路唐义公 金功监于中举手道 午后老夫有一范 东坡领命 回下处修书 打发胡州根官仁义 兼本雅管家 往旧任接取家眷 黄州相会 舞排过后 东坡素拂脚带 写下新任黄州团练副使 角色手本 乘马来见丞相领范 门历通报 金功吩咐 请进到大唐拜见 金功是以师生之礼 手下点茶 金功开言道 此瞻左迁黄州 乃圣上主意 老夫爱莫能助 此瞻莫错怪老夫否 东坡道 晚学生自知 财力不及 岂敢愿老太师 金功孝道 此瞻大财 岂有不及 只是到 黄州未官 闲暇无事 还要读书博学 东坡目穷万卷 才押千人 今日劝他读书博学 还读什么样书 口中称谢道 成老太师指教 心下欲加不服 金功为人至简 遥不过四气 酒不过三杯 饭不过一炷 东坡告辞 金功送下滴水盐前 邪东坡守道 老夫幼年 灯窗十载 染成一症 老年举发 太医院看是弹火之症 虽然服药 难以除根 必得阳县茶 方可治 有惊惜禁供阳县茶 圣上就赐予老夫 老夫问太医院官 如何烹服 太医院官 说需用渠塘中辖水 渠塘在属 老夫机遇差人亡渠 未得其变 兼孔所差之人 未必用心 此沾桑子之邦 躺尊隽往来之变 将渠塘中辖水 携疑问 寄予老夫 则老夫衰老之年 借此瞻所掩掩 东坡领命 回向国寺 此日慈朝出京 星夜奔 黄州道上 黄州和府官员 知东坡天下 有名才子 又是汉林哲官 出国远迎 选良时 即日公堂上任 过月之后 家眷方道 东坡在黄州 于蜀客 沉寂常未有 不过登山玩水 饮酒赋诗 君武民情 秋毫无赦 光阴迅速 将即一载 时当中酒之后 连日大风 一日风夕 东坡误作书斋 忽想 定会愿 长老曾送我 黄菊树众 在于后园 今日何不去赏玩一番 足有未动 恰好陈继常相访 东坡大喜 便拉陈造 同往后园 看局 到的菊花棚下 只见满地铺金 之上全无一朵 虎得东坡目瞪口呆 半赏无语 陈操问道 此瞻献菊花落伴 原何如此惊诧 东坡道 祭场有所不知 平常献此花 只是交钱哭烂 并不落伴 去遂在王金公府中 见他永菊 十二菊道 西风昨夜过圆岭 吹落黄花满地金 小弟指道 此老错误了 叙十二菊道 秋花不比春花落 说与诗人仔细淫 却不知 黄州菊花果然落伴 此老左迁小弟到黄州 原来使我看菊花也 陈造笑道 古人说得好 广知是世修开口 纵会人前之点头 假若连头巨不点 一生无脑亦无仇 东坡道 小弟出然被辙 只道经公恨我摘其短处 公报私仇 谁知他道不错 我道错了 真知拙见者 尚且有误 何况其他 无被切记 不可轻易说人笑人 正所未经一诗 长仪至尔 东坡命家人取酒 与臣纪长就落花之下 席地而坐 正饮酒间 门上报道 本府马太爷拜访 将到东坡吩咐 辞了他爸 是日 两人对着闲谈 至晚而散 次日东坡写了明帖 打败马太守 马公出堂迎接 彼时没有迎宾馆 就在后堂分别而坐 查罢 东坡因续出去 年相府错提了菊花师 得罪金公之事 马太守微笑道 学生出道此间 也不知黄州菊花落伴 亲见一次 此时芳信 可见老太师学问渊博 有包罗天地之报复 学士大人一时忽略 陷于不知 何不到经中 太师门下陪罪一番 必然回尘作喜 东坡道 学生也要去 恨无其有 太守道 将来有一事方便 只是不敢倾老东坡问何事 太守道 常规 冬至节必有贺表道经 立查地方官一员 学士大人若不嫌所谢 假尽表未有 道经也好 东坡道 成堂尊大人用情 学生愿望 太守道 这道表彰 只得借重学士大笔 东坡应远 别了马太守回崖 想起金公主妇 要取去堂中辖水的话来 初时心中不服 连这取水一节 置之度外 如今却要替他出力做这件事 以赎妄言之罪 但此事不可倾托他人 现今夫人有恙 思想家乡 既成贤守公美意 不若告假亲送 家眷还乡 取得渠塘中辖水 数为两遍 黄州至梅州 溢水之地 陆正从渠塘三辖过 那三辖 西陵辖 乌辖 龟辖 西陵辖为上辖 乌辖为中辖 龟辖为辖辖 那西陵辖又换作渠塘辖 在灵州府城之东 两崖对峙 中冠一江 燕玉堆当其口 乃三辖之门 所以总换作渠塘三辖 此三辖 共长七百余里 两岸连山无阙 众轮迭障 隐天蔽日 风无南北 唯有上下 自黄州到梅州 总有四千余里之城 魁州适当其半 东坡心下计较 若宋家眷值到梅州 往回江及万里 把贺东表又耽误了 我如今有个道理 叫做公私两进 从陆路送家眷至奎州 确令家眷自回 我在奎州换船下辖 取了中辖之水 转回黄州 方往东京 可不是公私两进 算计一定 对夫人说之 收拾行李 辞别了马太守 衙门上悬一个告假的牌面 择了吉日 准备车马 换吉人夫 合家启程 一路无事 自不必说 才过伊陵州 早是高唐县 一族报好音 魁州在前面 东坡到了魁州 与夫人分手 嘱咐得力管家 一路小心服侍夫人回去 东坡讨个江船 自奎州开发 顺流而下 原来这燕玉堆 是江口一块孤石 亭亭独立 下级尽末 东级露出 因水满石墨之石 周人取图不定 故又名有玉堆 俗燕云 由玉大如相 取堂不可上 由玉大如马 取堂不可下 东坡在重阳后起身 此时尚在秋后冬前 有七年 湿润八月 迟了一个月的节气 所以水势还大 上水时 周行甚迟 下水时却甚快 东坡来时正怕迟慢 所以舍舟从路 回时撑住水势 一泻千里 好不顺了 东坡看现那峭壁千寻 沸波一线 想要做一片三峡妇 结构不救 因连日安马困倦 平几构思 不觉睡去 不曾吩咐地水手打水 急至醒来问时 已是下峡 过了中峡了 东坡吩咐 我要取中峡之水 快与我拨转船头 水手禀道 老爷三峡相连 水如瀑布 船如箭发 若回船便是溺水 日行树里 用力甚难 东坡沉吟半赏 问 此地可以搏船 有居民否 水手禀道 上二峡悬崖峭壁 船不能停 到归下 山水之势建平 崖上不多路 就有市井街道 东坡叫搏了船 吩咐仓头 你上崖去看有 年长之势的居民 换一个上来 不要声张惊动了他 仓头领命 灯崖不多时 带一个老人上船 口称居民叩头 东坡以美颜抚慰 我是过往客观 与你居民没有同属 要问你一句话 那渠堂三峡 那一峡的谁好 老者道 三峡相连 并无阻隔 上峡流于中峡 中峡流于下峡 昼夜不断 一般样水 难分好歹 东坡暗想到 京宫浇筑骨色 三峡相连 一般样水 何必定要中峡 叫手下给官家与百姓 买个干净瓷瓮 自己立于船头 看水手江下峡水 满满地急了一瓮 用柔皮纸封固 亲手牵牙 即刻开船 直至黄州 拜了马太守 夜间草城 贺东表 送去府中 马太守读了表文 深赞苏军大财 机表官就签了苏氏明慧 择了吉日 与东坡践行 东坡积了表文 带了一瓮熟水 星夜来到东京 仍头大相国寺内 天色还早 宁手下抬了水瓮 乘马到乡府来见金公 金公正当闲坐 文门上通报 黄州团链使苏爷求见 金公笑道 已经一载已 吩咐守门官 缓住些出去 引他东书房相见 守门官领命 金公先到书房 建筑上所贴诗稿 经年尘埃迷目 亲手于雀尾平中 取扶尘将尘扶去 俨然如旧 金公端坐于书房 却说守门官颜挨了半赏 方请苏爷 东坡听说东书房相见 想起改师的去处 面上懒然 勉强进府 到书房 献了金公下拜 金公用手相扶道 不在大堂相见 唯恐远路风霜 修得过礼 命同而看作 东坡坐下 偷看诗稿 贴于对面 金公用 扶尘王左一指道 子瞻 可见光阴迅速 去遂作此师 又经一载已 东坡起身 拜扶余地 金公用手扶助道 子瞻为何 东坡道 晚学生干醉了 金公道 你陷了黄州菊花落半魔 东坡道 是 金公道 墓中未陷此一种 也怪不得子瞻 东坡道 晚学生才舒适浅 权杖老太师海涵 茶坝 金公问道 老夫凡族下带 渠堂中霞水 可有魔 东坡道 见邪府外 金公命堂后官两员 江水瓮台 进书房 金公斤以衣袖服饰 纸锋打开 命童儿茶灶中微火 用银吊 挤水烹制 先取白定碗一枝 投阳献茶 一搓鱼内 后汤如蟹眼 即取起轻入 其茶色半赏方鉴 金公问 此水何处取来 东坡道 乌侠 金公道 是中霞了 东坡道 正是 金公孝道 又来欺老夫了 此乃下霞之水 如何甲名中霞 东坡大京 树土人之言 三霞相连 一般样水 晚学生误听了 时事取下霞之水 老太师何以便知 金公道 读书人不可轻举妄动 须是细心查理 老夫洛飞 亲到黄州 看过菊花 怎摩尸中 敢乱到黄花落伴 这曲堂水性 出于水晶补助 上霞水性太急 下霞太缓 为中霞缓急相伴 太医院官乃明医 知老夫乃中婉辩证 故用中霞水饮精 此水烹羊献茶 上霞胃浓 下霞胃淡 中霞浓淡之间 金剑茶色半赏方鉴 故知是下霞 东坡离喜谢罪 金公道 何罪之有 皆因子瞻过于聪明 以致殊略如此 老夫今日偶然无事 性子瞻光顾 一向相处 尚不知子瞻学问真正如何 老夫不自揣凉 要考子瞻一考 东坡欣然达到 晚学生请提 金公道 且住 老夫若居然考你 只说老夫试了一日之长 子瞻倒先考老夫一考 然后老夫请教 东坡鞠躬道 晚学生怎么敢 金公道 子瞻既不肯考老夫 老夫却不好见望 也罢 叫徐伦把书房中 书厨尽数于我开了 左右二十四厨 书皆积满 但平于左右处内上 中下三层 取书一册 不拘前后 念上文一句 老夫答下句不来 就算老夫无学 东坡暗想道 这老甚于阔 难道这些书都记在腹内 虽然如此 不好去考他 答应道 这个晚学生不敢 金公道 可 道不得个恭敬 不如从命了 东坡使乖 只捡尘灰多处 料酒不看 也忘记了 任意抽书一本 未宪千体 借开居中 随口念一句道 如义君安乐否 金公接口道 切以淡之矣 可是 东坡道 正是 金公取过书来 问道 这句书怎么讲 东坡不曾看的书上详细 按想 唐人积则天后 曾称薛敖曹魏如义君 或者差人问候 曾有此言 只是夏文说 切以淡之矣 文理却皆上面不来 沉吟了一会 又想道 不要惹这老头 谦虚不如一时 答应道 晚学生不知 金公道 这也不是什么秘书 如何就不晓得 这是一桩小故事 汉卫陵帝时 长沙郡武冈山后 有一壶穴 深入树杖内 有九尾狐狸二头 日久年深 皆能变化 时常化作美妇人 欲助男子往来 又入穴中行乐 小不如意 分而食之 后有一人 姓刘明喜 善于采战之术 入山采药 被二腰锁掳 夜晚求欢 刘喜用抽天火后功夫 枕西之间 二胡快乐 称谓如意君 大胡出山打时 则小胡看守 小胡出山 则大胡易如之 日就月将 并无忌惮 九号 录其本行 刘喜有恐怖之心 经历衰卷 一日 大胡出山打时 小胡在学 求其云语 不果其遇 小胡大怒 生诞留喜于腹内 大胡回学 心计留声 问道 如意绝安乐否 小胡答道 切以诞之意 二胡相争追逐 满山喊叫 侨人切听 遂得其详 寄予汉抹全书 此瞻想未涉猎 东坡道 老太师学问渊深 非晚辈浅学可及 荆公微笑道 这也算考过老夫了 老夫还习 也要考紫瞻一考 紫瞻修得令叫 东坡道 求老太师命提平意 经公道 考别见识 又到老夫作难 久闻紫瞻 善于作对 今年润了个八月 正月立春 十二月又是立春 是个两头春 老夫就将此未提 出具求对 以观紫瞻庙才 宁童而去执笔过来 经公写出一对道 一岁二春霜八月 人间两度春秋 东坡虽是妙才 这对出的敲气 亦是寻对不出 秀妍可居 面皮通红了 经公问道 紫瞻从湖州至黄州 可从苏州 润州经过摩 东坡道 此时便道 经公道 苏州金昌门外 置于虎丘 这一带路叫做山堂 约有七里之遥 其半路名为半堂 润州古名铁瓮城 临于大江 有金山 银山 玉山 这叫做三山 具有佛殿僧房 翔子瞻都曾游览 东坡答应道 是 经公道 老夫再将苏润二州 各处一对 求子瞻对质 苏州队云 七里山堂 行道半堂三里半 润州队云 铁瓮城西 金 玉 银山三宝地 东坡四想多时 不能成对 只得谢罪而出 经公晓得东坡 受了些阿扎 忠惜其才 明日奏过神宗天子 赴了他汉林学士之旨 后人凭这篇话道 以东坡天才 尚然三倍经公所趋 何况才 不如东坡者 因作诗界试云 相托曾为孔子诗 经公反霸子 粘斥 为人低谦虚好 学问茫茫无尽期 第四卷偶像功隐 恨伴山堂 得岁月 严岁月 得欢月 且欢月 万事成出总在天 何必愁长千万劫 放心宽 莫量窄 古今兴肺炎不测 金谷繁华眼底尘 怀音是夜风头血 临同会上胆气消 丹阳县里消声绝 时来若草胜春花 运去精金迅蓝铁 逍遥快乐是便宜 道老方知资未别 粗衣淡饭足夹长 养得福生仪式桌 开话已毙 未入正文 且说唐诗四句 周公恐惧流言日 往往千功下诗诗 假使当年身辨死 一生真伪有谁知 此时大抵说人品 有真有伪 需要恶而知其美 好而知其恶 第一句说周公 那周公姓姬明诞 是周文王勺子 有盛德 扶其兄武王伐商 定了周家八百年天下 武王病 周公为策文告天 愿以身代 藏其策于金溃 无人之志 以后武王崩 太子成王年幼 周公报成王于西 以朝诸侯 由书兄管书 菜书将谋不轨 心计周公 反不散流言 说周公七五幼主 不久篡位 成王一致 周公辞了相位 必居东国 心怀恐惧 一日 天降大风急雷 激开金溃 成王献了策文 方知周公之中 迎归相位 住了管书 菜书 周氏 威尔复安 假如管书 菜书流言方起 说周公有反叛之心 周公一病而亡 金溃之文未开 成王之一位是 谁人与他分辨 后世却不把好人 当作恶人 第二句说王莽 王莽自巨君 乃西汉平地之救 为人奸诈 自是交房宠士 向国威权 因有篡汉之意 孔人心不服 乃折劫千功 尊礼贤士 假行公道 虚张公业 天下郡县称 莽功德者 共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 王之人心归己 乃镇平地 千太后 自立卫君 改国号约新 一十八年 直至南洋刘文书 起兵赴汉 北珠 假如王莽早死了十八年 却不是顽明权节一个贤宰相 垂之史策 不把恶人当做好人魔 所以古人说 日久见人心 又道 盖观论史定 不可以一时之欲 断其为君子 不可以一时之棒 断其为小人 有失未正 回欲从来不可听 是非终久自分明 一时轻信人言语 自有名人话不平 如今说先朝一个宰相 他在下位之时 也着实有名有欲的 后来大权到手 任性胡卫 做错了事 惹得万口唾骂 隐恨而终 假若有名誉的时节 一个瞌睡死去了不行 人悬千夕万夕 到国家眉府 嫩般一个好人 未能大用 不尽其才 却倒也流名于后世 急之万口唾骂时 就死也迟了 这倒是多活了几年的不是 那位宰相是谁 在那一个朝代 这朝代不近不远 是北宋神宗皇帝年间 一个首相 姓王明安史 临川人也 此人目下十行 殊穷万卷 明晨闻燕博 欧阳修 曾拱 韩奇等 无不其奇才而称之 方吉二巡 一举成名 出任浙江庆元府 银县之县 兴力除害 大有能生 转任扬州谦判 美读书达旦不媚 日已高 闻太守座堂 多不及灌树而亡 石阳州太守 乃韩魏公 明其者 见安时头面垢鱼 知味灌树 以其夜饮 劝以勤学 安时谢教 绝不分辨 后韩魏公查听他彻夜读书 心肾已知 更夸其美 生将宁府知府 闲声欲助 直达地聪 正是 只因前段好 误了后来人 神宗天子 历经图治 文王安时之贤 特赵魏 汉林学士 天子问魏 至何法 安时以尧顺之道 魏队 天子大跃 不两年 拜魏首相 封经国公 举朝以魏高 魁附出 一 周在生 同生相庆 为李承之县 安时双眼多白 魏是奸邪之相 他日 避乱天下 苏老全见安时 衣服购壁 经月不洗面 以为不尽人情 作 便监论 以赐制 此两个人是独的之见 谁人肯信 不在话下 安时即位首相 与神宗天子相知 言听计从 立志一套新法来 那基建新法 农田法 水利法 清苗法 军书法 保甲法 免义法 施义法 宝马法 方田法 免刑法 专听一个小人 姓吕名惠青 及依子王庞 朝夕商议 赤竹忠良 拒绝执鉴 民间怨声再道 天便谍兴 经公自已为是 傅畅位三不足之说 天命不足位 人言不足序 祖宗之法不足手 因他性子执拗 主意一定 佛菩萨也劝他不转 人皆忽畏 傲相供 文艳博 含起许多名臣 先夸家说好的 到此也自毁诗言 一个个上表争论 不听 辞官而去 自此持心法一见 组织分更 万民失业 一日 爱子王庞 并居而死 惊功 痛思之甚 昭天下高僧 设七七四十九日 摘教 见度亡灵 经公亲自行相拜表 七日 第四十九日 摘教已完 漏下四股 经公焚香送佛 忽然昏倒于拜瞻之上 左右呼唤不行 到五更 如梦出绝 口中道 诧异 诧异 左右拂进中门 吴国夫人命丫环 接入内寝 问其缘故 经公眼中垂泪道 事才昏溃之时 恍恍惚惚到一个去处 如大官府之状 府门上壁 见乌尔王庞和俱家 约中百金 历书不胜 捧手垢面 流血满体 立于门外 对我哭诉其苦 道 因思义而赴 久居高位 不思行善 专一刃性执拗 行轻描等心法 渡国害民 怨气腾天 而不幸阳路先进 受罪极重 非斋轿可解 父亲一急早回头 修得贪恋富贵 说游未必 府中开门吆喝 惊醒回来 夫人道 您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弃一闻外面人言极其 归怨相公 相公何不急流勇退 早去一日 也省了一日的昼力 经公从夫人之言 一连时来到表彰 告并辞职 天子封闻外边公论 亦有厌倦之意 遂从其请 以使相叛江宁府 故宋时 凡宰相姐妹 都要带个外任的职贤 到那地方资路养老 不必管事 经公想 江宁乃金陵古迹之地 六朝帝王之都 江山秀丽 人物繁华 足可安居 甚是得意 夫人临行 进出房中 拆串衣室之类 几所藏宝丸 约束千金 不失各安怨寺 官打叫焚香 以滋亡而亡庞名符 择日此朝起身 百官射箭送行 金公脱兵 都不相见 府中有意亲力 姓江明居 甚会答应 金公只带此一人 与壮仆随家眷同行 东京至金陵都有水路 金公不用关船 微服而行 驾一小艇 由黄河宿流而下 将此开船 金公换将居 急重壮仆 吩咐 我虽宰相 尽以挂官而归 凡一路 马头歇船之处 有问我何姓何名 何官何旨 如等但言过网游客 切莫对他说实话 恐惊动所在官府 前来迎送 或起伏防护 骚扰居民不便 若或泄露风声 必是如等须所地方常立 诈海民财 无若知之 必皆重责 众人都道 谨领君旨 将居禀道 相公白龙渔服 隐姓前名 躺货途中小辈不识高低 有毁谤相公者 何以处之 金公道 常言宰相 附中称的传过 从来人言不足续 言无善者 不足为喜 道无恶者 不足为怒 只当耳边风过去变了 切莫揽事 将居领命 并小欲水手之息 自此水路无话 不绝二十余日 已到中离地方 金公园有弹火症 住在小周多日 情怀异欲 火症复发 思域舍周登陆 观看市井风景 少书筹序 吩咐管家道 此去金陵不远 你可小心福 是夫人家眷 从水路 由瓜布淮阳过江 我从陆路而来 约到金陵江口相会 安时打发家眷开船 自己只带两个壮仆 并亲立将居 主仆共是四人 登岸 只因水路周车扰 断送南来北网人 将居禀道 相公路行 必用角力 还是拿军铁道 现意取讨 还是自家用钱 顾令 经公道 我吩咐在前 不许经动官府 只自家顾令变了 将居道 若自家顾令 需要投个主家 当下壮仆 携了包裹 将居引经公 到一个经济人家来 主人迎接上座 问道 客官要往那里去 经公道 要往江宁 玉密监于一城 或罗或马三匹 即刻变形 主人道 如今不比当初 忙不得理 经公道 为何 主人道 一言难尽 自从偶相共当权 创立新法 伤才害民 户口逃散 虽留下几户穷民 只好奔走官差 那有空义等故 况且民穷才尽 百姓拥餐不保 莫贤钱去养马罗 就有几头 也不够差事 客官坐稳 我替你抓寻去 寻得下莫喜 寻不来莫怪 只是比往常一辈 钱要两辈里 将军问道 你说那偶相公是谁 主人道 叫做王安石 闻说一双白眼睛 恶人自有恶相 经公垂下眼皮 叫将军莫管 别人家闲事 主人去了多时 来回复道 教夫只许你两个 要三个也不能够 没有替换 却要把四个人的 夫钱雇他 马是没有 只寻得一头罗 一个叫驴 明日五谷到我店里 客官将就去得时 可付些银子 与他 经公听了前番许多恶话 不耐烦 巴不得走路 想到 就是两个夫子 缓缓而行也罢 只是少一个投口 没奈何 把一匹 与将军做 那一匹 教他两个轮流作罢 吩咐将军 但凭主人定价 不要与他计较 将军把银子称赋主人 日光尚早 经公在主人家闷不过 换状跟随 走出街市闲行 果然市井萧条 店房稀少 经公暗暗伤感 不到一个茶坊 倒也洁净 经公走进茶坊 正欲换茶 只献臂兼提一掘勾云 祖宗制度至祥明 百载于离乐太平 白眼无端片固执 纷纷变乱扶人情 后款云 无名子凯氏之作 经公默然无语 连茶也莫兴吃了 慌忙出门 又走了数百步 献一所道愿 经公道 且去随喜一回 消遣泽个 走进大门 就是三间庙宇 经公正欲瞻里 尚未跨进殿营 只见朱壁外面 黏着一幅黄纸 纸上有诗句 吴燕明良至太平 相军何事苦分更 继言尧顺一位法 当效依州府圣名 排尽旧陈居散地 谨为新法勿苍生 翻思安乐窝中老 先讽天津杜宇生 先前英宗皇帝时 有一高士 姓邵明雍 别号姚夫 经于数学 通天彻地 自明齐居为安乐窝 常语客由洛阳 天津桥上 闻杜宇之声 叹道 天下从此乱矣 刻吻其故 姚夫答道 天下将至 地气自北而南 天下将乱 地气自南而北 洛阳旧无度雨 今乎有之 乃地气自南而北之之 不久 天子必用男人卫相 辩乱祖宗法度 忠宋是不得太平 这个照 正映在王安石身上 经公莫颂此事一遍 问香火道人 此事何人所作 没有落款 道人道 数日前 有一道旅到此所指提诗 黏于壁上 说是骂什么 偶像功的 经公将尸指接下 藏于袖中 默然而出 回到主人家 闷闷地过了一夜 五股机名 两名夫和一个赶脚的 牵住一头罗 一个叫驴都到了 经公素性不十分疏喜 上了监狱 将居成了驴子 让那骡子与壮谱两个 更换其作 约行四十余礼 日光江武 道义村镇 将居下了驴 走上一步 顶道 相公 盖打中火了 经公因弹火并发 随身俯手 带得有清费前膏 及玩耀茶饼等物 吩咐手下 只取沸汤一欧来 你们自去吃饭 经公将沸汤掉茶 用了点心 众人吃饭 物自未了 经公见屋旁有个坑侧 讨一张毛纸 走去灯东 只见坑侧土墙上 白石绘画石八具 除之银翼未生时 未复须民众所推 苏老便间先有识 李承和奏已前之 赤除贤正砖微柄 引尽须浮起祸机 罪恨邪言三不足 千年流毒臭生意 经公登了东 去个空 就左脚脱下一只方系 江系底向土墙上 抹得自己糊涂 方山罢手 众人忠活已毙 经公赴上 监狱而行 有二十里 寓以益设 将军禀道 这官设宽敞 可以指诉 经公道 昨日叮咛辱背 是慎言语 金肃于一庭 岂不惹人盘问 还到前村 择辟静处民家投诉 方位安稳 又行无礼许 天色将晚 到一村家 竹离茅舍 柴飞半眼 经公教将居上前借宿 将居推飞而入 那一劳嗖扶杖走出 问其来由 将居道 某等游客 欲赞宿 遵居一销 房前一例奉那 老嫂道 但随官人们遵便 将居引经公进门 与主人相见 老嫂严经公上座 见将居等三人 势力 知有名分 请到侧屋里另坐 老嫂安排茶饭去了 经公看心粉壁上 有大叔律师一手 诗云 文章慢说自天成 曲学篇携识者清 强遍唇行非正道 勿参与而起真情 好某已岁生前置 只拗空已死后命 亲见王儿因受雇 使之天理报分明 经公月毕 惨然不乐 须于 老嫂搬出饭来 从人都饱餐 经公也略用了些 问老嫂道 毕上诗和人写作 老嫂道 往来游客所书 不知名姓 功夫手寻死 我曾辩驳乐为 唇行 集物参与尔 二十人颇晓得 指王儿因辅寿 故事 我单对夫人说 并莫第二人得知 如何此事言及 好怪 好怪 经公因此 师莫拒赐助他痛心之处 胡疑不疑 因问老嫂 高寿击合 老嫂道 年七十八了 经公又问 有鸡尾贤狼 老嫂扑速速泪下 告道 有四子都死了 于老七独居于此 经公道 四子何谓巨妖 老嫂道 十年以来 苦为心法所害 诸子应门 或莫于官 或丧于徒 老汉性年高 得以苟言残喘 倘若少壮 也不在人世了 经公经问 心法有何不变 乃至于此 老嫂道 官人只看 避兼失可之矣 自朝廷 用王安石未想 便以祖宗制度 转以聚敛未及 聚见是非 屈中立命 使涉清苗法 以虐农民 祭礼宝甲 铸义 宝马 军书等法 纷纭不一 官府奉上而虐下 日以追掠为事 立足夜呼云门 百姓不得安静 弃产业 携妻子 逃于深山者 日有数十 此村百有余家 今所存八九家矣 寒家男女共一十六口 今只有四口 仅存二 说罢 泪如雨下 经公一绝悲酸 又问道 有人说心法便民 老丈 今言不变 愿闻其详 老手道 王安石执拗 民间称谓 偶像公 若言不变 便家怒便 说变 便家生酌 凡说心法便民者 都是产命被所谓 其是害民匪浅 且如保甲上番之法 民家每一丁 教育于场 又以一丁朝夕供送 虽说五日一交 那做保证的 日据于教场中 受贿方式 如梅贿赂 只说武艺不熟 拘之不放 以致农食俱费 往往冻美而死 言毙 问道 如今那偶像公何在 经公哄他道 现在朝中 俯向天子 老手拓的大骂道 这等奸邪 不行诸禄 还要用他 公道何在 朝廷为何不像了 韩琪 复辟 司马光 吕慧 苏氏诸君子 而偏用此小人呼 将军等听得客座中 喧嚷之声 走来看时 见老手说话太狠 乍吃的 老人家不可乱言 躺王丞相 闻之词语 获罪非清了 老手决然怒气道 无年近八十 何谓一死 若见此奸贼 必手刃其头 哭其心肝而实志 虽负顶获刀具 亦无恨意 众人借土舌缩下 京宫面如死灰 不敢搭言 启力亭中 对将军说道 月鸣如昼 还以赶路 将军会议 去海了老手饭前 安排叫马 京宫举手与老手分别 老手笑道 老桌子骂奸贼王安史 与官人合肝 乃浮然而去 莫非官人与王安史 有慎亲固谋 京宫连声答道 没有 没有 京宫登鱼 吩咐快走 从者跟随 踏跃而行 又走十余里 到树林之下 只有茅屋三间 并无林笔 京宫道 此坡幽记 可以息牢 命将居叩门 那由老玉起飞 将居易告 以游客贪路 错过底垫 特来借宿 来早奉献 老玉 纸中一间污道 此处空在 但速何妨 只是草房窄霞 放不下轿马 将居道 不妨 我有道理 京宫降雨入室 将居吩咐 将轿子置于檐下 罗驴放在树林之中 京宫坐于室内 看那老玉时 衣衫蓝履 并发蓬松 草涉泥墙 颇为洁净 老玉取灯火 安置京宫 自取睡了 京宫见窗间有字 斜灯看时 意识律是八句 诗云 生意孤明炫气豪 死犹须伪祸而操 既无豪雨 亦无国 却又浮此狂夜涛 四夜逃亡空白屋 千年称恨说轻描 想因过此来侵毒 一夜愁天雪避茂 京宫月之 如万箭攒心 好生不乐 想到 一路来 茶方道愿 以至村镇人家 处处有诗基窍 这老玉独居 谁人到此 亦有诗句 足见怨此利语 便于人间矣 那第二连说 吴国 乃吴之夫人也 夜涛 事无故有 此二句诗意犹不可解 欲换老欲问之 文革必打憨之声 将军等马上辛苦 拒已睡去 经功辗转寻死 福音顿足 懊悔不迭 想到 吴只信福建子之言 道民间慎变心法 故无为众而行之 焉知天下怨恨至此 此皆福建子乌我也 吕会轻是闽人 故经功呼为福建子 事业 经功长鱼短叹 何以眼卧 不能成媚 吞声暗卫 两袖皆沾湿了 将此天明 老欲起身 彭柱头同一赤脚蠢臂 赶二猪出门外 辟邪康比 老欲取水 用木勺角于木盆之中 口中呼 罗 罗 罗 偶香功来 二猪闻呼 酒盆吃食 必有呼机 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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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王安石 来 群姬俱志 将军和众人看见 无不惊讶 经功心欲不乐 因问老遇到 老人家何谓呼机之名如此 老遇到 官人难道不知 王安石 即荡金之丞相 偶相公是他的魂名 自王安石 做了相公 立心法 以扰民 老妾二十年双妇 子习俱无 只与一臂同处 妇女二口 也要出免疫 住一等钱 钱寄出了 差亦如故 老妾以桑麻味业 残味成眠 便与戒私钱用了 麻味上鸡 又借不钱用了 桑麻失利 只得处猪养鸡 等候立须离宝来 值一钱 或准与他 或烹来款待他 自家不曾尝一块肉 故此 民间怨恨心法 入于骨髓 处养鸡 都呼为傲相公 王安石 把王安石 当作畜生 今是没奈何他 后世的他便为异类 烹而食之 以快胸中之恨尔 京宫暗暗垂泪 不敢开言 左右惊讶 京宫容颜改变 锁静自照 只现须发俱白 两目接踵 心下凄惨 自己优惠所致 思想一夜 愁天雪 并毛之巨 岂非束乎 命将军 取钱 谢了老玉 寿世其身 将军走到余前 禀道 相公施美正于天下 愚民无知 凡以为怨 今宵不可再诉村舍 还是一庭官舍 省些嫌弃 京宫口虽不打 点头道士 上路多时 道义游庭 将军先下驴 扶京宫出 叫声亭而坐 安排早饭 京宫看亭子碧间 亦有绝聚二手 第一手云 傅寒思马总孤中 肯见良言过耳风 只把慧清心腹事 不知杀意是缝蒙 第二手云 高潭道得口玄河 辩法谁知有许多 他日命衰世败后 人非鬼则乃仇和 京宫看罢 浮然大怒 唤一族问道 何物狂夫 敢毁谤 朝政如此 有一老族应道 不但此意有失 事处皆有流体也 京宫问道 此事为何而坐 老族道 阴王安石立心法 以害民 所以民恨入骨 浸文德安石 辞了相位 叛江宁府 必从此路经过 早晚常有村农树 百在此左近 伺候他来 京宫道 伺他来 要拜业他魔 老族孝道 仇怨之人 和拜业之友 众百姓吃白挺 后他到时 打杀了他 分而但至尔 京宫大害 不等范淑 去处游庭上轿 将居患众人随行 一路只买 干粮冲击 京宫更不出教 吩咐奸臣赶路 直至金陵 与吴国夫人相见 修入江宁城市 乃补居于中山之伴 明其堂曰半山堂 京宫只在半山堂中 看经宁佛 计消罪迁 他原是过目 成颂及聪明的人 一路所现之诗 无字不济 私自写出 与吴国夫人看之 方信王王庞因府受罪 非偶然也 以此终日忧愤 谈火大发 坚以弃格 不能饮食 言及遂于 言言殆尽 古寿如柴 知诊而作 吴国夫人在旁堕泪问道 相公有甚好言语吩咐 京宫道 夫妇之情 偶何耳 我死 更不须挂念 只是散尽家财 广修善事变了 言未已 呼报故人 叶涛特来问及 夫人回避 京宫请叶涛床头相见 执起手 主道 君聪明过人 宜多读佛书 莫作梅药锦文字 徒劳无益 王某一生枉费精力 欲以文章圣人 今将死之时 悔之无疾 夜涛安慰道 相公福寿正远 何出此言 京宫叹道 生死无常 老人只恐大县一致 不能发言 故今日未君蓄疾此也 夜涛辞去 京宫忽然想起老玉草舍中诗句第二连道 既无好语 亦无国 却有扶此狂夜涛 今日正应其语 不觉府必尝探道 是皆前定 其偶然在 作此诗者 非鬼即神 不然 如何晓得 我未来之事 无被鬼神 俏让如此 安能久于人视乎 不及日 及格 发瞻语 将手披甲 自骂道 王某上赴天子 下赴百姓 罪不容诛 九泉之下 和面目献 唐子方诛恭呼 一连骂了三日 呕血数声而死 那唐子方明界 乃是宋朝一个职臣 苦见心法不变 安事不听 也是呕血而死的 一般样死 比王安石死得有名声 至今山间人家 尚有忽诛为偶像功者 后人论宋朝元气 都为西宁变法所坏 所以有静康之祸 有失位正 西宁心法 剑书多 执拗行斯奈尔和 不是此番元气号 鲁军岂得度黄和 又有失息精功之才 好个聪明界辅翁 高才历任有清风 可怜复素因高位 指河中深汉院中 第五眷履大郎 还今满骨肉 毛宝放归玄大印 宋焦渡以战高魁 世人尽说天高远 谁是阴公案里来 话说浙江嘉兴府 长水塘地方 有一富翁 姓金明忠 家财万贯 世代都称元外 姓之千恋 平生常有武恨 那武恨 一恨天 二恨的 三恨自家 四恨爹娘 五恨皇帝 恨天者 恨他不长长六月 又多了秋风冬雪 使人怕冷 不免费钱买衣服来穿 恨地者 恨他树木生得不凑去 若是凑去 生得起整如意 树木就好做乌柱 枝条大者就好做梁 细者就好做船 却不省了匠人工作 恨自家者 恨肚皮 不会做家 一日不吃饭 就饿呛将起来 恨爹娘者 恨他一下许多亲眷朋友 来时未免费茶废水 恨皇帝者 我的祖宗分寿的田地 却要他来收钱两 不止武恨 还有四院 院的四班务事 那四班务事 一院的邓家同山 二院的郭家金学 三院的石崇的聚宝盆 四院的吕纯阳祖师 点石未尽这个手指头 因有这四院 武恨 心肠不足 积才聚谷 日不暇己 真个是熟米而吹 称柴而窜 因此 乡里其他一个一名 叫做金冷水 又叫金波皮 由不习者是僧人 世间只有僧人讨便宜 他当会不识俗家的东西 再没有反不识 与俗家之理 所以金冷水献了僧人 就是眼中之钉 舌中之刺 他住居相近处 有个福善庵 金元外生年五十 从不晓得在庵中 破废一文的乡前 索喜婚家丹氏 与元外同年同月同日 只不同时 他偏吃斋好善 金元外喜他的是吃斋 闹他的是好善 因四十岁上 尚无子息 单是瞒过了丈夫 将自己拆书二十余金 布施与福善安老僧 教他忠福诵经 祈求子嗣 佛门有应 果然连生二子 且是俊秀 因是福善安祈求来的 大的小名佛 小的小名善 但是自得了二子之后 时常瞒了丈夫 偷柴偷米 送与福善安 供养那老僧 金元外偶然查听了些风声 便去骤天骂地 夫妻反目 直过的一个不耐凡方休 如此也非之一次 只为魂家也是个硬性 闹过了 依旧不理 七年夫妻奇寿 皆当五旬 福儿年九岁 善儿年八岁 他兼生下来的 都以上学读书 十全之美 到生辰之日 金元外 孔友亲朋来贺寿 欲欲先躲出 但是又凑些私房银两 送与安中打一坛斋轿 一来为老夫妇奇寿 二来为儿子长大 了还怨心 日前也曾与丈夫说过来 丈夫不肯所以只得私房做事 其夜 和尚们要铺设长生佛灯 叫香火道人至金家 问及阿妈要挤斗糙米 但是偷开了舱门 将米三斗赋予道人去了 随后金元外回来 但是还在舱门口封锁 被丈夫窥见了 又见地下狼疾心米粒 知识私房做事 欲要争攘 心下想到 今日生辰好日 况且东西去了 也讨不转来 前半去了闲末 只推不知 忍住这口气 一夜不睡 左思又想到 颇耐这贼秃 尝试来耗恼我家 倒是我看家的一个好鬼 除非那秃驴死了 方觉其患 恨无计辞 到天明时 老僧协助一个徒弟 来回副教室 原来那和尚也怕 见金冷水 且站在门外张望 金老早已瞧线 眉头一皱 记上心来 取了几门钱 从侧门走出世心 到山药铺里 熟些披霜 转到卖点新的 王三郎店里 王三郎正争住 一笼鼠粉 摆一碗糖线 要做饼子 金冷水秀里 摸出八门钱 撇在柜上道 三郎收了钱 大些的饼子 与我做四个 线却不要下少了 你只捏住窝 等我自家下线 则个王三郎 口虽不言 心下想道 有名的金冷水 金包皮 自从开这几年 点心铺子 从不见他家 半门之面 今日好历势 也赚他八个钱 他是好便宜的 便等他多下些线去 伴他下次煮过 王三郎向笼中 取出血团样的鼠粉 真个捏作窝 地语金冷水说道 园外请尊便 金冷水却将披霜墨 悄悄地撒在饼内 然后夹线 做成饼子 如此一连做了四个 热烘烘地放在秀里 离了王三郎店 望自家门手 夺江进来 那两个和尚正在 厅中吃茶 金老欣然相依 一爸 入内对魂家道 两个师父亲早到来 恐怕肚里饥饿 是财林社家 邀我吃点心 我见饼子热得好 秀了他四个来 何不就请了两个师父 但是身洗丈夫 回心向善 取个珠红叶子 把四个饼子装作一叶 叫丫鬟脱江出去 那和尚献了园外回家 不敢久坐 已无心吃饼了 见丫鬟送出来 知识阿妈美意 也不好虚得 将四个饼子装作一秀 叫声势躁 出门回安而去 金老暗暗欢喜 不在话下 却说金家两个学生 在社学中读书 放了学时 尝到安中玩耍 这一晚又到安中 老和尚想到 金家两位小官人 时常到此 没有什么请的他 今早家妈送我四个饼子 还不曾冻 放在橱柜里 何不将来染热了 请他吃一杯茶 当下吩咐徒弟 在橱柜里 取出四个饼子 厨房下染的焦黄 热了两杯浓茶 摆在房里 请两位小官人吃茶 两个学生玩耍了半赏 正在肚鸡 献了热腾腾的饼子 一人两个都吃了 不吃时有渴 吃了喝 分明是一块火烧住心肝 万肝腔攒去腹肚 两个一时其叫肚腾 跟随的学童慌了 要扶他回去 那两个腾坐一堆 跑走不动 老和尚也住了忙 正不知什么异故 只得叫徒弟一人 背了一个学童随住 送回金元外家 二僧子去了 金家夫妇这一惊飞小 慌忙叫学童问其缘故 学童道 方山道福善安 吃了四个饼子 便叫肚腾起来 那老师傅说 这饼子原是我家 今早把与他吃的 他不舍得吃 将来恭敬两位小官人 金元外情之蹊跷了 只得江皮双十情 对阿玛说之 但是心下越慌了 便把凉水灌他 如何灌得醒 须于蹊跷流血 呜呼哀哉 做了一对伤鬼 但是千难万难 祈求下两个孩 却被丈大不仁 自家堵死了 戴耀司骂一场 也是枉然 气又忍不过 苦又熬不过 走进内房 解个竖腰罗帕 悬梁自艺 金元外哭了儿子一场 方山收泪 到房中与阿玛商议说话 献梁上这件 打鞦韆的东西 吓得半死 灯石就得病上床 不够七日也死了 金氏族家 凭稀恨那金冷水 金包皮千令 此时天赐其变 大大小小都蜂拥而来 将家私抢个庆尽 此乃万贯家财 有名的金元外一个终身结果 不好善而行恶之报也 有失未证 丙内披霜纳得之 害人翻害自家 举心动念天之道 果报昭彰岂有私 方山说金元外只为行恶上 拆散了一家骨肉 如今再说一个人 单为行善 周全了一家骨肉 正是善恶相行 祸福自限 借人作恶 劝人为善 话说江南常州府 无锡县东门外 有个小户人家 兄弟三人 大的叫做吕玉 第二的叫做吕宝 第三的叫做吕真 吕玉娶妻王氏 吕宝娶妻阳氏 具有姿色 吕真年又未娶 王氏生下一个孩子 小明显 方山六岁 跟林社家儿童出去看神会 夜晚不回 夫妻两个烦恼 出了一张招子 街坊上叫了数日 全无影响 吕玉气闷 在家里坐不过 向大户家借了几两本钱 往太仓家定一路 收些棉花布匹 隔出贩卖 就便访问儿子消息 每年正二月出门 到八九月回家 又收新货 走了四个年头 虽然趁些利息 眼见的儿子没有寻处了 日久心慢 也不在话下 到第五个年头 吕玉别了王氏 又去做经济 和其中途 遇了个大本钱的不商 谈论之间 知道吕玉买卖中通透 拉他同往山西脱货 就带荣货转来发卖 与众有些用钱相谢 吕玉贪了迎头威力 随着去了 极致到了山西 发货之后 玉柱连遂荒欠 讨赦账不起 不得脱身 吕玉少年酒矿 也不免行户中 走了一两遍 走出一身风流窗 服药调制 无面回家 挨到三年 窗财全好 讨清了账目 那不商 因为击持了吕玉的归期 加倍酬谢 吕玉得了些利物 等不得不商收获完备 自己犯了些粗细融合 向别鲜回 一日早晨 行至沉流地方 偶然去坑侧出宫 陷坑板上一下个轻不搭脖 剪在手中 觉得沉重 取回下树打开看时 都是白雾 约有二百金之树 吕玉想到 这不义之财 虽则取之无外 倘获施主追寻不见 好大一场气闷 古人见金不取 时代重海 我今年过三巡 尚无子寺 要这横财何用 忙到坑侧左近伺候 只等有人来抓寻 就将原误害他 等了一日 不见人来 次日只得起身 又行了五百余里 到南宿州地方 七日天晚 下一个客店 遇住一个铜下的客人 闲论起江湖盛意之事 那客人说起自不小心 五日前 清晨到陈流县街下 大伯登东 偶然官府在街上过 心慌起身 却忘记了那大伯 里面有二百两银子 直到夜里脱衣要睡 方山省的 想住过了一日 自然有人识去了 转去寻觅 也是无意 只得自认会气罢了 吕遍问 老客尊姓 高居何处 客人道 在下姓陈 祖贯辉州 今在扬州闸上 开个粮食铺子 敢问老兄高姓 吕遇到 小弟姓吕 是长州无锡县人 扬州也是顺路 相送尊兄道比奉拜 客人也不知详细 答应道 若肯下故最好 次早 二人坐板同行 不一日 来到扬州闸口 吕遇也到陈家铺子 登堂作医 陈嘲讽看座县查 吕遇先提起 陈留宪诗银子之事 盘问他搭博模样 是个深蓝轻步的 一头有白线机一个陈子 吕遇心下小然 便道 小弟前在陈留时的一个搭博 道也相像 把来与尊兄认看 陈嘲讽见了搭博 道 正是搭博里面银两 原封不动 吕遇双手 递还陈嘲讽 陈嘲讽过意下去 要与吕遇均分 吕遇不肯 陈嘲讽道 便不均分 也受我几两谢礼 等在下心安 吕遇那里肯受 陈嘲讽感激不尽 慌忙百分相款 思想 男的吕遇这般好人 还今之恩 无门可报 自家有十二岁一个女儿 要与吕君般一脉亲往来 地不知他有儿子否 饮酒中间 陈嘲讽问道 恩兄 令郎击碎了 吕遇不觉掉下泪来 答道 小弟只有一儿 七年前未看神会 失去了 至今并无下落 经其一别无声誉 如今回去 一遇寻个明灵之子 出去帮扶生理 只是难得这般凑巧的 陈嘲讽道 设下数年之间 将三两银子 买的一个小丝 冒破清秀 又且乖巧 也是下路人带来的 如今一十三岁了 伴助小儿在学堂中上学 恩兄若看得重一时 就算与恩兄服饰 也当我一点薄敬 吕遇到 若肯向见 荡奉还身架 陈嘲奉道 说那里话来 只恐恩兄不用识 小弟无以为情 当下便叫掌殿地 去学堂中唤喜而道来 吕遇听的名字 与他儿子相同 心中疑惑 须语 小丝患道 穿一领五湖青布的道袍 生得果然清秀 习惯了学堂中规矩 献了吕遇 朝上深深唱个诺 吕心下便觉得欢喜 仔细认出儿子面貌来 四岁时 因爹孙左边眉角 接一个小班 有这点可认 吕遇便问道 基石到陈家的 那小丝想一想到 有六七年了 又问他 你原是那里人 谁迈你在此 那小丝道 不十分详细 只记得爹叫做吕大 还有两个叔叔在家 娘姓王 家在无锡城外 小时被人骗出 迈在此间 吕遇听罢 便抱那小丝在怀 叫声 倩儿 我正是无锡吕大 是你的亲爹了 失了你七年 何妻在此相遇 正是 水底捞针针以得 掌中施宝宝重逢 言前相报因秦任 有恐今朝是梦中 小丝眼中流下泪来 吕遇伤感 自不必说 吕遇起身拜谢陈朝凤 小儿若非府上收留 今日安得父子重会 陈朝凤道 恩兄有玄金之圣德 天遣尊驾到寒舍 父子团圆 小弟一向不知是令狼 甚愧怠慢 吕遇又叫喜儿 败谢了陈朝凤 陈朝凤定要还败 吕遇不肯 再三扶住 受了两礼 便请喜儿坐于吕遇之旁 陈朝凤开言 陈文兄相爱 学生有一女年方十二岁 欲与令狼结四罗之好 吕遇见他情义真肯 谦让不得 只得医院 事业父子同踏而肃 说了一夜的说话 次日 吕遇辞别要行 陈朝凤留住 另设个大席面 款待新庆家 新女婿 就当送行 九经数询 陈朝凤举出白鸡二十两 向吕遇说道 贤婿一向在舍有慢 今奉些虚伯理相熟 全表亲情 万无故此 吕遇道 过程高门辅舅 设下就该行聘定之礼 因在客途 不好苟且 如何反费庆家后次 绝不敢当 陈朝凤道 这是学生自诵 于贤婿的 不敢轻蒙之事 轻蒙若见却 就是不允这投亲事了 吕遇眉的说 只得受了 叫儿子出席拜谢 陈朝凤举起道 些微薄礼 何谢之友 喜而又进去 谢了账母 当日开怀畅饮 至晚而散 吕遇想道 我因这海金之变 父子相逢 成乃无意 又攀了这头好亲事 似锦上添花 无处报答天地 有陈庆家送着二十两银子 也是不义之财 何不择个洁净僧院 迪米斋僧 以种福田 竹意定了 次早 陈朝凤又被早饭 吕父子吃罢 收拾行囊 坐歇而别 换了一只小船 摇出闸外 约有树里 只听得江边鼎沸 原来坏了一只人载船 落水的好呼求救 牙上人招呼小船打捞 小船索要赏铐 在那里征嚷 吕遇想道 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 比如 我要去摘僧 何不舍着二十两银子 坐赏钱 叫他捞救 现在功德 当下对众人说 我出赏钱 快捞救 若救起一船人性命 把二十两银子 与你们 众人听得有 二十两银子赏钱 小船如意而来 连牙上人 也有积个 汇水性的 附水去救 虚余之间 把一船人都救起 吕遇将银子 赋予众人分散 水中的命的 都千恩万谢 只见那中一人 看了吕遇教导 哥哥那里来 吕遇看他 不是别人 正是第三个亲弟 吕真 吕遇和长道 惭愧 惭愧 天前我捞救 兄弟一命 忙扶上船 将钱衣服 与他换了 吕真那头便败 吕遇搭理 就叫喜儿 见了叔叔 把还金玉子之事 竖了一遍 吕真惊讶不已 吕遇问道 你却为何到此 吕真道 一言难尽 自从哥哥出门之后 一去三年 有人传说 哥哥在山西 害了疮毒 深固 二哥查访的时 嫂嫂已是 成福待孝 兄弟只是不信 二哥近日 又要逼嫂嫂嫁人 嫂嫂不从 因此 交兄弟亲到山西 访问哥哥消息 不期于此相会 又遭妇 得哥哥捞旧 天语之幸 哥哥不可待缓 急急回家 以安嫂嫂之心 池则怕有变了 吕遇问说惊慌 急叫家常开船 星夜赶路 正是 新芒似见为闲缓 船走如梭上道迟 再说 王氏闻丈夫凶信 初始也疑惑 被吕宝说得活龙活现 也信了 少不得换了些束缚 吕宝心怀不善 想诸哥哥已故 嫂嫂又无所出 况且年纪厚生 要劝他改嫁 自己得些彩礼 教魂家杨氏与阿母说 王氏坚毅不从 又得吕真朝夕建祖 所以奇迹不成 王氏想到 千文不如一线 虽说丈夫已死 在积千里之外 不知端的 央小叔吕真 是必亲到山西 问阁背信 如果然不幸 古师也带一块回来 吕真去后 吕宝欲无忌惮 又连日赌钱输了 莫出设法 偶有江西客人丧偶 要讨一个娘子 吕宝就将嫂嫂与她说和 那客人也访得 吕大的魂家 有几分颜色 情愿出三十两银子 吕宝得了银子 向客人道 家嫂有些庄桥 好好理请她出门 定然不肯 今夜黄昏时分 换了人叫 敲得到我家来 只看待孝记得 便是家嫂 更不须言语 扶她上轿 连夜开船去遍了 客人一计而行 却说吕宝回家 恐怕嫂嫂不从 在她眼前不露一字 却私下对魂家 做个手势道 那两脚货 今夜要出托雨 江西客人去了 我生怕她哭哭啼啼 先躲出去 黄昏时候 你劝她上轿 日里且莫对她说 吕宝自去了 却不曾说明孝记的事 原来杨氏与王氏 轴里醉目 心中不忍 一时丈夫做主 没乃她何 欲言不言 直挨到有排十分 只得与王氏透个消息 我丈夫已将母母嫁 与江西客人 少停 客人就来娶亲 叫我莫说 我与母母情厚 不好瞒得 你房中有肾戏软夹私 欲先收拾 打个包裹 省得一时忙乱 王氏提哭起来 叫天叫地 杨氏道 不是奴苦劝母母 后生家孤双 终究不了 吊筒已落在井里 也是一圆一会 哭也没用 王氏道 神神说那里话 我丈夫虽说已死 不曾亲见 且带三叔回来 定有个真谢 如今逼得我好苦 说罢又哭 杨氏左劝右劝 王氏住了哭 说道 神神 既要我嫁人 罢了 怎好带孝季出门 神神寻一顶黑季与奴换了 杨氏又要终丈夫之托 又要母母面上讨好 连忙去寻黑季来换 也是天术当然 旧季也寻不出一顶 王氏道 神神 你是在家的 暂时换你头上的季儿与我 明早你教叔叔铺里取一顶 来换了就是 杨氏道 使得便除下寄来地与母母 王氏将自己孝季除下 换与杨氏带了 王氏又换了一身色服 黄昏过后 江西客人引住灯笼火把 抬住一顶花花轿 吹手虽有一副 不敢吹他 如风似雨 飞奔吕家来 吕宝以自语了他暗号 众人推开大门 指认代孝季的旧抢 杨氏嚷道 不是 众人那里馆三七二十一 抢上教石 鼓手吹打 教夫飞也四台去了 一派声歌上课传 错一孝季是姻缘 新人若向新郎诉 只愿亲夫不怨天 王氏暗暗叫谢天谢地 关了大门 自去安歇 次日天明 吕宝意气洋洋 敲门进来 看见是嫂嫂开门 吃了已经 房中不现了魂家 县嫂子头上戴的是黑记 心中大意 问道 嫂嫂 你神子那里去了 王氏暗暗好笑 答道 昨夜被江西蛮子抢去了 吕宝道 那有这话 且问嫂嫂如何不带笑计 王氏将换计的缘故 竖了一遍 吕宝堆兄只是叫苦 指望卖嫂子 谁知倒卖了老婆 江西客人已是开船去了 三十两银子 昨晚一夜就赌输了一大半 再要娶着房习父子 今生休想 父有思量 一不做 二不休 有心是这等 再寻个主顾把嫂子卖了 还有逃老婆的本钱 方玉出门 只见门外四五个人 一拥进来 不是别人 却是哥哥吕玉 兄弟吕真 侄子喜儿 与两个脚架 拖了行李货物进门 吕宝自觉无言 后门逃出 不知去向 王氏接了丈夫 又见儿子长大回家 问其缘故 吕玉从头至尾 续了一遍 王氏也把江西人 抢去神神 吕宝无言 后门走了一段情节续处 吕玉道 我若贪了这二百两 非议之财 怎能够父子相见 若吸了那二十两银子 不去捞救富州之人 怎能够兄弟相逢 若不遇兄弟时 怎知家中信息 今日夫妻众会 一家骨肉团圆 借天使之然也 逆地卖妻 也是自作自受 皇天报应 得然不爽 自此一修善行 家道日龙 后来喜儿 与陈园外之女 做亲 子孙繁衍 多有出世贵贤者 诗云 本义还金兼得子 立心卖嫂返书妻 世间唯有天功巧 善恶分明不可期 第六卷于众举提示 遇上皇 日月盈亏 星辰失度 为人岂无兴衰 子房年幼 逃难在徐坯 依隐曾更深野 子牙长吊盘息 君不羡 寒侯未遇 遭胯下受屈齿 蒙正瓦瑶借宿 陪度在古庙一期 时来也 皆未将相 方淼是男儿 汉武帝元寿二年 四川成都府 遗秀氏司马长青 双鸣相如 自父母双亡 孤身无矣 鸡言自首 贯串百家 精通精史 虽然游易江湖 其实志在功名 出门之时 过城北七里许 约生仙桥 相如大叔于桥柱上 大丈夫不乘四马车 不覆过此桥 所以北底经落 东至其楚 遂依梁孝王之门 与邹阳 梅高北未有 不欺梁王轰 相如谢并归成都市上 林琼县有县令王籍 每每使人相招 一日道笔相会 盘缓寻日 谈间 严吉本处 卓王孙巨父 有亭台持管 华梅可万 县令助人去说 叫他接待 卓王孙姿才巨万 同仆数百 门栏奢侈 园中有花亭一所 明曰瑞仙 四面芳飞烂漫 真可游戏 经落明媛 皆不能过此 这桌园外丧偶不娶 目导修真 只有一女 小字文君 年方十九 心寡在家 聪慧过人 姿态出众 琴其书画 无所不通 园外一日早晨 文说县令友人 司马长青乃文章俱儒 要来游完园池 特来拜访 慌忙迎接 滞后花园中 瑞仙亭上 动问已毕 卓王孙至酒相待 剑长青 风自俊雅 且是王宪令好友 甚相敬重 道 先生去县中 安下不便 何不再 必设全住几日 向如赶其后裔 遂令人唤秦 同邪行礼 来瑞仙亭安下 疏忽半月 且说着文君 在秀房中 闲坐 文氏女春说 有秀氏司马 长青相访 原外留他 在瑞仙亭安裕 此生风自俊雅 且善辅秦 文君心动 乃于东墙 所创内窃窥视 相如财貌 日后必然大贵 但不知有妻无妻 我若得如此之丈夫 平生怨足 正乃此人单嫖吕空 若带梅正求亲 俺父亲决然不肯 倘若错过此人 再后难得 过了两日 女史春县小姐双眉愁促 必有所思 乃对小姐道 今夜三月十五日 月色光明 何不往花园中散闷则各 小姐口中不说 心下思量 自荐了那秀才 日夜费请忘餐 放心不下 我今主意已定 虽然有亏负到 是我一事虔诚 收拾了些金珠首饰 吩咐春安排酒果 今夜与你赏月散闷 春儿打点完备 随小姐行来 话中且说 相如久闻得文君小姐 貌美聪慧 甚至音律 也有心去挑逗她 今夜月鸣如水 文花音下有行动之声 交秦童思去 知事小姐 乃焚香一柱 将摇秦府弄 文君正行数步 只听得秦声清亮 一步将近瑞仙庭 转过花音下 听得所谈音乐 凤兮凤兮思故乡 遨游四海西求其皇 十位玉兮无所将 何如金兮兮生思堂 有燕淑女在归房 试尔人侠在我旁 何元交警未鸳鸯 七邪杭兮共翱翔 凤兮凤兮从我妻 得托滋为永未飞 焦情通体心和谐 忠夜相从之者谁 双翼俱起翻高飞 无敢我似使余悲 小姐听罢 对视女道 秀才有心 惬意有心 今夜寄到这里 可去与秀才相见 遂乃行道亭边 向如月下见了文君 连忙起身迎接道 小生梦想花容 何其光降 不及远街 恕罪恕罪 文君连任向前道 高贤下临 甚缺款贷 孤管寂寞 令人相念无矣 相如道 不劳小姐挂矣 小生有秦一章 自能消遣 文君笑道 先生不必愚阔 秦中之意 妾已备知 相如跪下告道 小生得见花言 死也甘心 文君道 请起 妾今夜道此 与先生赏愿 同饮三杯 春儿排酒 果余瑞 先亭上 文君 相如对饮 相如细事文君 果然生得眉如翠雨 鸡如白雪 震袖衣 披紧长 浓不短 鲜不长 林西双落谱 对月两长额 酒行数巡 文君令春儿收拾前去 我便回来 相如道 小姐不嫌寒漏 愿就整袭之欢 文君笑道 妾欲奉终身鸡肘 岂在一时欢爱乎 相如问道 小姐即将安出 文君道 如今收拾了些金珠在此 不如今夜同离此间 别处居住 唐后父亲想念 搬回一家玩具 岂不美哉 当下二人同下瑞仙庭 出后园而走 确实 偶遇脱去金沟去 百尾摇头 更不回 且说春儿至天明 不见小姐在房 亭子上又寻不现 抱于老园外得知 寻到瑞仙庭上 何相如都不见 园外道 相如是文学之事 为此禽兽之行 小贱人 你也自有读书 岂不闻女子 事无善畏 行无读出 你不闻父命 私奔苟合 非无女也 欲要送之于关 争奈家丑不可外养 故而终止 且看他有何面目 相见亲戚 从此隐忍无语 亦不追寻 却说相如 与文君道家 相如自私囊妾庆然 难以度日 想我浑家乃富贵之女 岂知如此寂寞 所习者略无韵色 颇为贤党 他料想 司马长青必有发达时分 正愁闷奸 文君志 相如道 日与魂家商议 欲做些小营运 耐无资本 文君道 我手势拆串 尽可变卖 但我父亲万贯家财 岂不能周记一女 如今不若开张九四 妾子当庐 若父亲之之 必然懊悔 相如从其言 修造房屋 开店卖酒 文君亲自当庐记账 忽一日 卓王孙家同 有事到成都府 入寺饮酒 事有凑巧 正来到司马长青寺中 见当庐之父 乃是主翁小姐 吃了一惊 慌忙走回林琼 抱与园外知道 园外满面羞残 不肯认女 但都门不现宾客而已 再说 相如夫妇卖酒 约有半年 忽有天使捧住一纸诏书 问司马相如名字 道于寺中 说道 朝廷官先生所作 子虚妇 文章浩烂 超越古人 官里探上 飘飘然有凌云之志气 恨不得与此人同时 有阳的一奏言 此父是陈之统李司马长青所作 现在成都贤居 天子大喜 特拆小官来征兆 走马临朝 不许迟言 相如收拾行装 及时要行 文君道 官人此行富贵 则怕忘了瑞仙亭上 相如道 小生受小姐大恩 方恨未报 何出此言 文君道 秀才们也有两般 有那君子如不论贫富 智行不宜 有那小人如贫时又一般 富时就忘了 相如道 小姐放心 夫妻二人 不忍相别 临行 文君又主道 此时以遂提乔治 莫夫当奴敌弃人 且不说相如同天使登城 却说卓王孙有家同从长安回 听得杨德义举荐司马相如 蒙朝廷征兆去了 此言 我女儿有先献之名 未见此人财貌双全 必然显达 所以成了亲事 老夫想起来 男婚女嫁 人之大论 我女婿不得官时 我先带是女春 同往成都去望 乃是父子之情 无人笑我 若是她得了官时去看她 叫人到我屈时奉事 此日带同春儿进到成都府 寻见文君 文君献了父亲 拜道 孩儿有不孝之罪 望爹爹饶恕 袁外道 我儿 你想杀我 从前之话 更不须提了 如今且喜朝廷征兆 正趁孩儿之心 我今日送春儿来是 借你回家居住 我自柴家同往长安报与贤婿之道 文君执意不肯 园外见女儿主意定了 乃将家财之伴 分寿女儿 于成都起见大宅 是买良田 壮仆三四万人 园外伴着女儿同住 等候女婿佳音 再说 司马相如同天使至 京师朝宪 献上临附一片 天子大喜 即拜位著作郎 代赵金马门 尽有八蜀开通难移诸道 用军兴法转曹繁荣 惊扰移民 官吏文之大怒 赵相如议论此事 另作欲八蜀之喜 官吏道 此一事 欲带差官 非经不可 乃拜相如魏中郎将 持节而往 另见金牌 先斩后奏 相如谢恩 此天子出巢 一路迟疑而行 道笔处 劝玉八蜀以平 满以清静 不过半月 百姓安宁 依井还乡 数日之间 已达成都府 本府官员迎接 道于新宅 闻君出迎 相如道 读书不复人 今日裹碎 提桥之愿 闻君道 更有一喜 你丈人 先到这里迎接 相如连生 不敢 不敢 老缘外出现 相如向前失礼 彼此相谢 排言贺喜 自此岁位成都 复世 有失未证 夜静摇台月正元 清风犀利满林鸾 朱贤慢促向思调 不是知音不语谈 司马相如 本是成都府一个穷儒 只为一篇文字上 投了至尊之意 一朝发迹 如今再说 南宋朝一个贫氏 也是成都府人 在卓锦江居住 亦因此篇遭记 亦锦还乡 此人幸于明良 自重举 年登二十五岁 又丧父母 娶妻张氏 这秀才日夜秦宫诗史 满幅文章 时当春榜栋 悬场开 广招天下人才 赴林安应举 于良便收拾秦建书香 择日启程 亲朋见颂 吩咐魂家道 我去求官 多则三年 少则一载 但得一官半职 即便回来 道坝 相别 跨一简驴而去 不择一日 行至中途 偶然一急 盲寻客店安下 心中烦恼 不想病了半月 身边前务使劲 只得将驴而卖了 做盘缠 又怕悟了 磕场日期 只得买双草鞋 穿了 自卑书囊而行 部署日 脚都打破了 鲜血淋漓 鱼路苦楚 心中想到 几时得到杭州 看住那双脚 做一词以树怀抱 名瑞和仙 春为七尽也 望地经条地 游在天际 傲恨这双脚底 不惯形成 如今怎免得拖泥带水 痛难尽 盲邪无耳眷行时 卓意温存 笑语甜言安慰 争气扶持我去 选得官来 那时尚你穿对巢靴 安排在教儿里 抬来抬去 饱餐羊肉滋味 重脚细腻 更寻对小小脚 夜间伴你 不择一日 已到杭州 至贡院前桥下 有个客店 姓孙 叫做孙婆店 于良在店中安歇了 过不多几日 于良入玄厂以臂 聚个伺候挂榜 只说举子们 原来却有这般苦处 假如于良八千 有余多路 来到临安 指望一举成名 争奈时运位置 龙门点鹅 金榜无名 于良心中好闷 眼中流泪 自寻思道 千香万里来到此间 身边囊窃消染 如何够地回乡 不免流落杭州 每日出街 有些饮两 只买酒吃 消愁解闷 看看穷乏 初时还有几个相识 看去他 后面耗恼人多了 被人增弦 但遇见一般秀才 上店吃酒 于良便入去头业 每日吃两碗饿酒 烂醉了 归店中安歇 孙婆见了 埋怨道 秀才 你却少了我房钱不悬 每日吃的大醉 却有钱买酒吃 于良也不分说 每日早间 监店小二讨些汤 洗了面 便出门 长边见宰相 短卷夜宫清 糖的鸡碗酒吃 吃得烂醉 直到昏黑 便归客点安歇 每日如是 一日 于良走到仲安桥 见个茶坊 有几个秀才在里面 于良便挨身入去坐地 只见茶博士向前唱个诺 问道 借缘吃肾磨茶 于良口中不到 心下思量 我早饭也不曾吃 却来问我吃茶 身边铜钱又无 吃了 雀桌肾磨还他 便道 我约一个香食在这里等 少监客制来问 茶博士自退 于良坐于门首 只要看一个香食过 却忧郁不拙 正闷坐间 只现一个先生手里直住一个招 上面写道 如神剑 于良想是个算命先生 且算一命看 所以请 请那先生入到茶坊里坐定 于良说了年月日时 那先生便算 茶博士见了道 这是他等的香食来了 便向前问道 借缘吃肾磨茶 于良吩咐 点两个浇茶来 二人吃吧 先生道 解缘好个造物 吉木三日之内 有分欲大贵人发迹 贵不可言 于良听说 自想 我这等模样 及时能够发迹 眼下茶浅也没得悬 便坐个一头 抽身起道 先生 我若真的发迹时 却得香谢 便起身走 茶博士道 解缘 茶浅 于良道 我只借坐一坐 你却来问我茶 我那得前海 先生说 我早晚发迹 等我好了 一发海你 掉了便走 先生道 借缘 命前未玄 于良道 先生得罪 等我发迹 一发香谢 先生道 我方才出来 好不顺流 茶博士道 我眉心 舍了两个茶钱 荡下自散 于良又去赶衬 吃了几碗饿酒 直到天晚 鸣鼎烂醉 亮亮呛呛 到孙婆店中 昏迷不醒 睡倒了 孙婆见了 大妈道 这秀才好没道理 少了我若干房钱不肯悬 每日吃的大醉 你道 别人请你 终不成 每日有人请你 于良便道 我醉自醉 干你甚事 别人请不请 也不干你事 孙婆道 老娘情愿 舍了许多事房钱 你明日便请出门去 于良待酒 胡言乱语 便道 你要我去 在与我五贯钱 我明日便去 孙婆听说 孝将起来道 从不曾贱嫩般煮过 白住了许多事殿房 倒还要榨钱撒泼 也不像斯文体面 于良听得 骂将起来道 我有韩信之志 你无嫖母之人 我于某是个宝学秀才 少不得荆轲不中来磕中 你就供养我到来磕 打肾磨紧 承住酒性 敲台打凳 弄假成真起来 孙婆见他撒酒疯 不敢惹他 关了门 自尽去了 于良弄了半日酒 身体困倦 跌倒在床铺上 也睡上了 五更酒醒 想起前情 自觉惭愧 欲要不别而行 又没个去处 正在两难 却说孙婆与儿子孙小二上意 没奈何 只得破两罐钱 道去陪他个不是 殃及他动身 若肯轻轻撒开 便是造化 于良本带不受 其亲身无半文 只得忍卓修 收了这两罐钱 作谢而去 心下想到 临安到成都 有八千里之遥 这两罐钱 不够吃几顿饭 却如何盘废地回去 出了孙婆殿门 在街坊上东走西走 又莫寻个乡十处 走到饭后 肚里又饥 心中又闷 身边只有两罐钱 买些酒食吃饱了 跳下西湖 且做个宝鬼 当下一静 走出永津门外西湖边 见左高楼 上面一面大牌 诸红大叔封乐楼 只听得声黄缭绕 鼓乐喧天 于良立定脚打一看时 只见门前上下手 立住两个人 头戴方顶样头巾 身穿紫衫 脚下丝斜镜袜 插着手 看住于良道 请坐 于良渐寝 欣然而入 只走到楼上 捡一个灵狐棒剑的盒 坐下 只见一个当日的酒宝 便向于良唱个诺 傅解缘 不知要打多少酒 于良道 我约一个相识在此 你可将两双柱放在桌上 铺下两只盏 等一等来问 九宝献说 便将酒缸 酒提 池 柱 盏 叶放在面前 尽是银器 于良口中不道 心中自言 好富贵去处 我却这般生受 只有两罐钱在身边 坐慎用 少请 九宝又来问 借缘要多少酒 打来 于良便道 我那相识 眼见的不来了 你与我打凉角酒来 酒宝便硬了 又问 借缘 要慎下酒 于良道 随你把来 当下酒宝只当是个好客 折磨慎新鲜果品 可口摇转 海鲜 暗酒之类 铺牌面前 斑斑都有 将一个饮酒缸成了凉角酒 安一把勺 酒宝 平将酒当 于良独自一个 从赏午前直吃到日不时候 面前按酒 吃得懒惨 于良首府刁懒 下世胡光 心中愁闷 换将酒宝来 凡借笔宴 则个酒宝道 借缘借笔宴 莫不是要提师傅 却不可污了粉壁 本殿自有诗牌 若是污了粉壁 小人今日当职 便折了这一日日事前 于良道 嫩地时 取诗牌和笔宴来 须于之间 酒宝取到诗牌笔宴 安在桌上 于良道 你自退 我教你便来 不叫时 修来 当下酒宝自去 于良拽上河门 用凳子顶住 自言道 我只要显明在这楼上 教后人知我 你却教我 写在诗牌上责慎 想起身边 只有两罐钱 吃了许多酒食 卓慎还塌 不如提了诗 推开窗 看住狐狸 只一跳 做一个宝鬼 当下磨得莫浓 占得笔宝 服饰一堵 必于干净 写下 却乔仙词 来时秋木 到时春木 归去又悬秋木 风乐楼上望西川 动不动八千里路 青山无数 白云无数 绿水又还无数 人生七十股来兮 算嫩底光阴 能来的激度 提笔 去后面写道 仅李秀才于良作 放下笔 不觉眼中流泪 自思量导 活他作甚 不如寻个死处 免受穷苦 当下推开箭窗 望住下面湖水 待要跳下去 争奈去暗又远 躺货跳下去不死 颠舌的腿脚 如何是好 心生一计 解下腰间戏的旧涛 一搭搭在河里 梁上 做一个活摞圈 于良叹了一口气 却带把头 攥入那圈里去 你倒好凑巧 那九宝县多时不叫他 走来河前 剑关住门 不敢敲 去那窗 眼里打一张 只现于良在内 正要钻入圈里去 又不舍得死 九宝吃了一惊 火急向前推开门 入道里面 一把抱住于良道 借元慎坐坐 你自死了 须连累我店中 声张起来 楼下掌管 施工 九宝 打杂人等都上楼来 一时嚷动 众人看那于良时 却有八分九 只推罪 口里胡言乱语 不住声 九宝看那壁上时 茶盏来大小字 写了一壁 叫苦不迭 我今朝却不莫兴 这一日是前修了也 道 借元 吃了酒 便算了钱回去 于良道 做肾魔 你要便打杀了我 九宝道 借元 不要寻闹 你今日吃的酒钱 总算起来 供该五两银子 于良道 若要我五两银子 你要我性命便有 那得银子还你 我自从门前走过 你家两个柱子山的腰柱我 请我上楼吃酒 我如今墨前 只是死了霸 便往窗箭外药跳 虎得酒宝 连忙抱住 当下众人商议 不知 他在那里住 任晦气放他去霸 不时 做出人命来 明日怎的分说 便监于良道 借元 你在那里住 于良道 我住在贡院 乔孙婆客店里 我是西川成都府 有名的秀才 因科举来此间 若回去 路上颠在河里水里 明日都放不过你们 众人道 若真的死了 是不好 只得任晦气 助两个人送他去 有个下落 省惹官司 当下交两个酒宝 搀扶他下楼 出门以礼上路 却又天色晚了 两个人一路扶住 到的孙婆店前 那客店门却关了 酒宝便把于良放在门前 却去敲门 里面指道有盛客来 连忙开门 酒宝剑开了门 撒了手便走 于良东倒西歪 亮亮呛呛 指带药店 孙婆讨灯来一照 却是于良 吃了一惊 没奈何 叫儿子孙小二 扶他入房里去睡了 孙婆便骂道 昨日在我家薅脑白白里送了他两罐钱 说道 还香去 却原来将去买酒吃 于良只推罪 由他骂 不敢择生 正是 人无气势精神简 囊少金钱应对难 话分两头 却说南宋高宗天子传位孝宗 自为了太上皇 拒于得寿宫 孝宗尽世亲之道 成言顺志 唯恐有为 自朝贺问安 及良辰美景父子同游之外 上皇在德寿公贤侠 美同内侍官到西湖游玩 或有时恐惊扰百姓 微赴前行 以此未尝 忽一日 上皇来到陵 隐似冷泉亭闲坐 怎现的冷泉亭好处 有章鱼诗四句 朵朵风鸾雍翠华 以云楼阁是僧家 平澜近日无人雨 卓足寒权树落花 上皇正坐官权 寺中助持僧献茶 有一行者 手托茶盘 高请下跪 上皇龙目观看 现他相貌魁梧 且是直礼恭敬 玉音问道 朕看你不像个行者模样 可是说是何等人 那行者双目流泪 拜告道 陈姓李明直 原任南建府太守 得罪于奸司 被污赃罪 废为庶人 家贫无以虎口 本司住持是陈母舅 全重行者 米歇周时 以言威命 上皇策然不忍道 待朕回宫 当与皇帝言之是晚回宫 恰好孝宗天子 插太监道 得寿功问安 上皇就将南建太守 李直芬赴去了 要皇帝赴其原官 过了数日 上皇再到临隐寺中 那行者依旧来送茶 上皇问道 皇帝已赴你的原官否 那行者叩头奏道 还未上皇面有溃容 此日 孝宗天子恭请太上皇 皇太后兴惧景元 上皇不言不孝 似有怨怒之意 孝宗奏道 今日风景融合 怨得盛情开悦 上皇默然不答 太后道 孩儿好一招老夫复游完 莫是脑坐肾魔 上皇叹口气道 恕老招风 人老招见 朕即年老 说来的话 都默然坐准了 孝宗恶然 正不知未甚缘故 口头请罪 上皇道 朕前日 曾替南建府太守李直 说个分上 竟不作准 昨日于寺中 复见其人 令我溃杀 孝宗道 前奉圣训 次日急遇宰相 宰相说 李直脏乌郎吉 难以复用 继承圣卷 此小事 来朝变形 今日且开怀一醉 上皇方才回春作喜 尽罪方休 第二日 孝宗再遇宰相 要启用李直 宰相依旧推辞 孝宗道 此事太上主意 昨日发怒 朕无地逢可入 便是大逆谋反 也需放他 遂禁服其原官 此事歌起不提 再说 于良在孙婆殿 借宿之夜 上皇户的一梦 梦游西湖之上 现豪光万道之中 却有两条黑气冲天 悚然惊绝 至此早 宣歌 袁孟先生来 说起背戏 先生奏道 乃是有一闲人流落此地 由于西湖 口吐怨气冲天 故托梦于上皇 避住朝廷的一闲人 应在今日 不住吉凶 上皇文之大喜 赏了袁孟先生 岁入宫中 更换衣装 扮作文人秀才 带几个晋士官 都扮作斯文模样 一同信不出城 行至封乐楼前 正见两个卓紫山的 又在门前邀请 当下上皇与晋士官 一同入酒寺中 走上楼去 那一日 楼上盒恰好 都有人坐满 只有余粮夜来 寻死的那盒关注 上皇便揭开帘 却待入去 只见酒保告 借缘 不可入去 这盒不顺了 今日主人家 便要打醋炭了 待打过醋炭 却教客人吃酒 上皇便问 这盒如何不顺了 酒保告 借缘 说不可尽 夜来有个秀才 是西川成都府人 因富士下地 流落在此 独自一个在这盒儿里 吃了五两 银了酒食 吃得大醉 直至日晚 身边无银子还酒钱 便放无赖 寻死密活 自割自调 没奈何怕惹官司 只得又陪店里两个人 送他归去 且是住得远 直到贡运 乔孙婆客店里歇 因此不顺流 主家要打醋炭了 方教客人吃酒 上皇健说道 不妨 我们是秀才 不惧此事 遂乃一骑坐下 上皇抬头 只限闭上茶盏来大小字写满 却是一只 却乔仙词 读之后面写道 金李秀才于梁坐 龙颜暗喜 想道 此人正是硬梦闲事 这词中有愿望之言 便问九宝 此词是谁所作 九宝告 解缘 此词便是那夜来撒赖秀才写的 上皇厅了 便问 这秀才现在那里住 九宝道 现在贡院乔孙婆客店里安歇 上皇买些酒食吃了 算了酒钱 起身回宫 一面吩咐内侍官 传一道旨意 驻地方官于贡院乔孙婆店中 屈尽李秀才于梁 火速回奏 内侍传将出去 只说太上圣旨 要换于梁 却不曾续出原由明白 地方官心下也指糊涂 当下奉旨飞马到贡院乔孙婆店前 左右的一锁抠住孙婆 阴走的契机 口中连换于梁 于梁 孙婆指到被于梁所告 惊得面如土色 双膝跪下 只是磕头 拆官道 那婆子莫忙 官里要西川秀才于梁 在你店中也不在 孙婆方赶回言道 告恩官 有去有个于秀才在此安下 只是今日清早起身回家乡去了 家中儿子送去 物自未回 临行之时 又写一首词在壁上 官人如不信 下马来看便见 拆官听说 入殿中看时 见壁上真个有之词 莫记上然新鲜 词名也是 却瞧先 道是 杏花红雨 梨花白雪 修队短亭长路 东军也谢树归城 遍地落花飞絮 胸中万眷 笔头千古 方信如官多物 清宵有路 不须忙 便助梁草携归去 原来那于梁阁夜醉了 由那孙婆骂了一夜 道得武庚 孙婆怕她又不去 教儿子小二清早起来 押送她出门 于梁临去 就毕上写了这支词 孙小二送去 勿自未回 拆官献了此词 便交左右超了 飞身上马 并将一匹空马 也交孙婆骑坐 一直往北赶去 路上正迎见孙小二 拆官叫放了孙婆 将孙小二抠住 问于梁安在 孙小二战战兢兢道 于秀才为盘战缺少 愁出不尽 现在北关门边 汤团铺里坐 当下就戴孙小二坐眼 飞马赶到北关门下 只见于梁立在那灶边 手里拿住一碗汤团正吃礼 被使命叫一声 于梁听圣旨 唬得于梁大惊 连忙放下碗 走出门跪下 使命口宣上黄圣旨 叫于梁到德寿宫建驾 于梁不知分晓 一时被众人簇拥上马 以礼直到德寿宫 个人下马 且于是班和子内 听后传宣 地方官先在宫门外 叩头负命 于梁秀才取到了上皇传旨 交于梁借子入内 于梁穿了紫衣软带 纱帽造靴 到的金街之下 败无起居已毙 上皇传旨问于梁 封乐楼上所写 却乔仙词 是清所作 于梁奏道 是臣最终之笔 不想惊动圣母 上皇道 清有如此财 不远千里而来 应举不忠 是主司之过也 清莫有愿望之心 于梁奏道 穷达接天 臣其感愿 上皇约 以清大财 岂不堪任一方之计 朕今次清一子 说与皇帝 封清大官 轻易若合 于梁叩头败谢约 臣有何德能 敢应圣卷如此 上皇约 清荡于阵前 或诗或词 可作一首 圣如使命所超电中 毕上之作 于梁奏起题目 上皇约 便只指清 今日遭遇阵公未体 于梁领旨 左右便取过文房四宝 放在于梁面前 于梁一挥而就 作了一支词 明过龙门令 冒险过秦关 跋涉长江 崎岖万里到前堂 局不成名归寄桌 趁势解放 命捡苦难荡 空有词张 骗言真感动无皇 赤刺自刨归故礼 依井还乡 上皇看了 龙颜大喜 对于梁道 轻要依井还乡 朕当遂清之至 当下欲比 亲书六句 谨礼于梁 妙有词张 高材不欲 落魄堪商 赤刺高官 依井还乡 吩咐内侍官 将这道旨意 送予皇帝 就引于梁去见驾 孝宗献了上皇圣旨 因数日前 为难见太守礼职一事 险些而出了太上之怒 今番怎敢迟慢 想于梁是锦里秀才 如今圣旨批赐一锦还乡 若用他别处地方未官 又恐服了太上的圣意 即刻批指 于梁可受成都府太守 加赐白金千两 以为路费 次日 于梁子袍金贷 当殿谢恩已毙 又往德寿官 谢了上皇 将欲赐银两倍 伴安马仆从之类 又将白金筹谢孙婆 前呼后拥 荣归故礼 不在话下 时日孝宗御驾 亲往德寿公朝献上皇 谢其贤人之赐 上皇又对孝宗说过 传旨变形天下 下次秀才应举 需要相识得忠 然后赴经殿氏 今时相识之力 既因此起 流传至今 永远未立以 西年司马逢阳逸 今日于梁济上皇 若是文章皆欲主 功名迟早又何妨 第七卷陈可长端阳仙画 黎明门路两无平 百岁风前短雁灯 只恐魏僧僧不了 魏僧得了晋书僧 话说大宋高宗 绍兴年间 温州府乐清县 有一秀才 姓陈名义 自可长 年方二十四岁 生得眉目清秀 且是聪明 无书不读 无史不通 绍兴年间 三举不地 就于林安府 仲安桥命铺 算看本身造物 那先生言 命有华盖 却无关心 只好出家 陈秀才自小厅的母亲说 生下她时 梦见一尊 金身罗汉头怀 今日功名蹭瞪之际 又闻兴家此言 奋一口气 回殿歇了一夜 早起算还了房宿前 故人调了行李 竟来灵隐寺 投奔印铁牛长老出家 做了行者 这个长老不通经典 座下有十个侍者 后卫甲 乙 丙 丁 悟 己 庚 信 人 鬼 皆读书聪明 陈可长在长老座下 做了第二位侍者 绍兴十一年间 高宗皇帝 母舅无期郡王 十月五月初四日 府中裹粽子 当下郡王君只吩咐兜馆 明日要去领尹寺摘僧 可打点宫师齐备 兜馆领君子 自去官制银两 买办食物 打点完备 至此日早饭后 郡王点看食物 上教 带了兜馆 干办 于后 压翻一干人等 出了前堂门 过了诗寒桥 大佛头 进到西山领尹寺 先有报铁报知 长老尹众僧 明中雷鼓 接郡王上电烧香 请至方丈坐下 长老尹众僧 参拜献茶 分立两旁 郡王说 每年五月中午 入寺摘僧解纵 今日一粒布施 院子台宫时献佛 大盘拖出粽子 各房都要散到 郡王闲步狼下 剑壁上有诗四句 齐国增生一梦长 晋朝震恶又高强 五行篇我遭十减 欲向兴家问短长 郡王见诗道 此事有愿望之意 不知何人所作 回至方丈 长老设宴款待 郡王问 长老 你寺中有何人能做的好事 长老 富恩王 必死僧多 坐下尤甲 以 丙 丁 物 己 更 心 人 鬼十个侍者 皆能做事 郡王说 与我换来 长老 富恩王 只有两个在弊寺 这八个 交去个装上去了 只见甲乙二侍者 到郡王面前 郡王叫甲侍者 你可做事一手 甲侍者摒起题目 郡王叫 就将粽子未提 甲侍者做事乐 四脚尖尖草腐腰 浪荡 锅中走一遭 若还撞陷唐三藏 将来拨得赤条条 郡王听罢 大笑道 好诗 却少文采 再换以试者做诗 以试者问训了 其题目 也交将粽子未提 做诗约 相纵年年祭屈原 摘僧今日皆良缘 满堂供尽之多少 生死功夫那个先 郡王听罢 大喜道 好诗 问以试者 狼下笔兼师 是你做的 以试者道 傅恩王 是试者做的 郡王道 既是你做的 你且节予我知道 以试者道 齐国有个孟长君 养三千克 他是五月五日五十生 晋国有个大将 王振厄 此人也是五月五日五十生 小诗者也是五月五日五十生 却受此穷苦 以此做下四句自叹 郡王问 你是何处人士 诗者答道 小诗者温州府乐清县人士 姓陈明义 自可尝 郡王见诗者言语轻量 人才出众 一语抬举他 当日就差押番 去临安府僧路斯陶 一道渡蝶 将以诗者剃毒魏僧 就用他婊子可尝 为佛门中法号 就做郡王府内门僧 郡王致晚回府 不在话下 光阴似箭 不绝又早一年 至五月五日 郡王又去灵隐寺斋僧 长老隐可尝病 众僧积入方丈 少不得安办斋供 款待郡王 作奸教科长道面前道 你做一篇词 要献你本身故事 可尝问训了 口念一词名 菩萨蛮 平生只被金招物 金招却把平生补 宠武一年期 摘僧指代使 主人恩义众 两载蒙恩宠 清静的魏僧 悠闲度此生 郡王大喜 尽罪回府 将可常待回见 两国夫人说 这个和尚是温州人士 姓陈明义 三举不敌 因此气俗出家 在灵隐寺做事者 我见他做的好事 就剃度他魏门僧 法号可常 如今一年了 今日带回府来 参拜夫人 夫人献说 十分欢喜 又见可常聪明朴实 一府中人都欢喜 郡王与夫人解纵 就将一个语可常 交作纵字词 还要菩萨蛮 可常问训了 其指笔写出一词来 包中相属分边角 采丝简就交融所 尊祖范昌仆 年年五月初 主人恩义众 对景臣欢宠 何日玩山架 魁蒙三四话 郡王献了大喜 传旨患出星河姐 就叫他唱可常这词 那心河姐声的 梅掌演戏 面白唇红 举止轻盈 手拿像板 立于言前 唱起绕梁之声 众皆喝彩 郡王又骄 可常作心河姐 此一篇 还要菩萨蛮 可常执笔便写 此乐 天生体态妖之戏 新次唱彻歌声力 义曲梵青旗 阳尘速速飞 主人恩义众 艳出红装宠 便要赏星河 时光也不多 郡王越加欢喜 至晚席散 助可常回寺 至明年五月五日 郡王又要去灵饮寺摘僧 不想大雨如青 郡王不去 吩咐愿功 你自去分散众僧摘供 旧教童可常到府中来看看 愿功领只去领饮寺摘僧 说与长老 郡王教童可常回府 长老说 近日可常得一心病 不出僧房 我与你同去问他 愿功与长老同志可常房中 可常睡在床上 吩咐愿功 拜兆恩王 小僧心病发了 去不得 有一简帖 与我承上恩王 愿功听说 带来这封简帖回府 郡王问 可常如何不来 愿功道 告恩王 可常连日心疼病发 来不得 教男女奉上一简 他亲自封好 郡王拆开看 又是菩萨蛮辞一首 去年供饮昌普酒 今年却向僧房守 好事更多魔 教人没奈何 主人恩义重 知我心头痛 带要赏心河 争知及欲谋 郡王随即换 心河出来唱此词 由管家婆饼 傅恩王 近日心河眉笛眼慢 汝大富高 出来不得 郡政大怒 将心河送进府中 五夫人堪问 心河公说 我与可常间素有孕 五夫人将情辞赴恩王 郡王大怒 可知道这突驴词内 都有赏心河之据 他不是害什么心病 是害的相思病 今日他自觉心亏 不敢到我府中 叫人吩咐临安府 差人去灵隐寺 拿可常和尚 临安府差人 去灵隐寺 印藏老处 要可常 长老黎不得安排九十 送些前超与工人 常言道 官法如炉 谁肯容情 可常推并不得 只得正文起来 随着工人到 临安府 厅上跪下 府主升堂 东东崖谷响 功力两边排 阎王生死案 冬月涉魂台 带过可常问道 你是出家人 郡王怎的恩故你 缘何做出这等 末天礼的事出来 你快快招了 可常说 并无此事 府尹不听分辨 左右拿下好声打 左右将可常拖倒 打得皮开肉战 鲜血泵流 可常召道 小僧国与星河友好 一时念头差了 供召事实 将星河勘问 一般供召 临安府将可常 星河供召 承上郡王 郡王本要打杀可常 因他满腹文章 不忍下手 奸在狱中 却说印常老自私 可常是个有德性和尚 日常山门也不出 只在佛前看经 便是郡王府里 换去半日 未晚就回 又不在府中速歇 此间从何而来 那中必有蹊跷 连忙入城去传法寺 央助持靠大会 常老同道府中 与可常讨饶 郡王出堂 赐二常老坐 代查 郡王开口便说 可常无礼 我平日怎么看待他 却做下不仁之事 二位常老跪下 再三禀说 可常知罪 僧辈不敢替他分辨 但求恩王念平日 错爱之情 可以饶恕一二 郡王请二位常老回寺 明日吩咐临安府 亮清发落 印常老开言 复恩王 此事日久自明 郡王闻言心中不喜 退入后堂 再不出来 二位常老献郡王不出 也走出府来 靠常老说 郡王称怪你说 日久自明 他不肯认错 便不出来 印长老便说 可常是个有德性的 日常无事 山门也不出 只在佛前看经 便是郡王府里换去 去了半日便回 又不曾素歇 此间从何而来 故此小僧说日久自明 必有冤枉 靠常老说 贫不与覆敌 贱不与贵争 僧家怎敢与王府争的是非 这也是素氏冤业 且得他量清发落 却又理会 说吧 各回四去了 不在话下 此日 郡王将封俭子去临安府 即将可偿 星河量轻打断 有大银炳郡王 待星河产子 可断 郡王吩咐 便要断出 府官只得江僧 可偿追了杜蝶 帐一百 发灵隐私 转发宁家当差 江星河帐八十 发钱唐县 转发宁家 追缘前一千贯 玄郡王府 却说 印长老接得可长 满似僧众交长老 修要安住 可长在寺中 垫入宗风 长老对众僧说 此事必有蹊跷 久后自明 长老令人山后搭一草舍 较可长江西棒疮好了 祝他自回乡去 且说郡王把星河 发落宁家 追缘前一千贯 星河父母对女儿说 我又无钱 你若有私房积蓄 将来凑海府中 星河说 这钱自有人替我出 张公骂倒 你这件人 于个穷和尚通奸 他的杜蝶也被追了 却那得前来替你海府中 星河说 可惜驱了这个和尚 我自于府中 钱员都管有奸 他献我有孕了 恐是发 到郡王面前 只供与可长和尚友好 郡王喜欢可长 必然饶你 我自来供养你家 并使用钱物 说过的话 今日只去问他 讨钱来用 并还关钱 我一个身子被他骗了 先前说过的话 如何赖的 他若欺心不招架时 左右坐不住 你两个老人家 将我去府中 等我郡王面前食宿 也出脱了可长和尚 父母听的女儿说 便去府前伺候 钱都管出来 把上相是一一说了 钱都管倒 焦躁起来 骂道 老建才 老无知 好不失廉耻 自家女儿偷了和尚 官司也问洁了 却说嫩般 鬼话来徒赖人 你欠了女儿身价钱 莫出错办时 好言好语 告个消法 或者可怜你的 一两罐钱住了 你也不见得 你却说这样 没根地的话来 旁人听见时 教我怎的做人 骂了一读 走开去了 张老只得忍气吞声回来 与女儿说之 星和剑说 两类交流 乃言 爹娘放心 明日却与她理会 至此日 星和跟父母到郡王府前 连声叫去 郡王及时叫人拿来 却是星和父母 郡王骂道 你女儿做下弥天大醉 到来我府前叫去 张老贵府 恩王 小的女儿没福 做出事来 其中屈的一人 望恩王做主 郡王问 屈了何人 张老道 小人不知 只问小贱人便有明白 郡王问 贱人在那里 张老道 在门手伺候 郡王唤他入来 问他详细 星和入道府堂跪下 郡王问 贱人 做下不仁之事 你今说屈了圣人 星和道 告恩王 贱窃犯间 望屈了可偿和尚 郡王问 缘何屈了他 你可是说 我道扰你 星和告道 贱窃犯间 却不干可偿之事 郡王道 你先前怎地不说 星和告道 切实被干板 前缘歼骗 有孕之时 前缘怕弑鹿 吩咐妾 如若弑鹿 千万不可说我 只说与可偿和尚有间 殷郡王喜欢可偿 必然饶你 郡王骂道 你这件人 怎地依他说 害了这个和尚 星和告道 千缘说 你若无事退回 我滋养你一家老小 如要圆钱海府 也是我初 今日贱窃宁家 恩王择取圆钱 一时无措 只得去向他讨钱海府中 以此父亲去与他说 倒把父亲打骂 被害无辜 切今诉告明白 情愿死在恩王面前 郡王道 先前他许公养你一家 有甚表迹未正 星和道 告恩王 钱缘许妾公养 切意怕他翻回 已拿了他上植株红牌 一面未信 郡王献说 十分大怒 跌脚大骂 颇见人 去了可偿和尚 就助人吩咐临安府 拿钱缘到厅审问考打 供认明白 一百日献满 几丈八十 宋沙门岛老城 营料高 新和宁家 饶了一千贯元钱 随即差人去灵饮寺 取可偿和上来 却说 可偿在草舍中江西好了 又是五月五日到 可偿取纸墨笔来 写下一首 辞世诵 生时宠武 魏僧宠武 得罪宠武 死时宠武 魏前生欠他债赋 若不当时承认 又恐他人受苦 今日事已分明 不若抽身回去 五月五日五十书 赤口白蛇尽消除 五月五日天中节 赤口白蛇尽消灭 可常坐了 此事送 走出草舍边 有一泉水 可常脱了衣裳 变身抹镜 穿了衣服 入草舍节家父做园祭了 道人报与常老知道 长老将自己勘子 装了可常 抬出山顶 常老正欲下火 只限郡王府愿公来取可常 常老道 愿公 你去禀赋恩王 可常作画了 正欲下火 郡王来取 今且暂停 代恩王令指愿公说 今日事已明白 不干可常之事 接阴区了 教我来取 却又缘迹了 我去禀恩王 必然亲自来看下火 愿公积极回府 将上相氏并 辞世诵 呈上 郡王看了大惊 此日 郡王同两国夫人 去灵饮寺 烧话可常 众僧接到后山 郡王与两国夫人 亲自念相罢 郡王坐下 印常老带领 众僧看京壁 印常老手之火把 口中念叨 留得屈原相纵在 龙舟静渡尽征线 从今简断原思索 不用来生复结缘 恭为原济可常和尚 众无本良辰 谁把蓝汤玉 交属漫包金 昌仆空切玉 须知妙法华 大成俱念足 守不折心和 网寿攀花如 墓下是分明 唱彻阳观曲 今日是宠武 龟西和太素 寂灭本来空 管慎时尘多 山僧今日来 赠予光明竹 凭此火光三昧 要见本来面目 一 唱彻当时菩萨满 撒手便归都帅过 众人只献火光中 献出可常 问讯谢郡王 夫人 长老并众僧 只因我前生欠宿债 近世转来海 无今归先进 再不往人间 无是五百尊 罗汉中明 常欢喜尊者 正是 从来天道起吃龙 好丑难逃久赵中 说好劝人归善道 算来修德基因公 第八卷催戴照 生死冤家 山色晴蓝锦吾家 宣红回咽起平沙 东郊见绝花共演 南木依西草涂芽 低上柳 未藏鸭 寻方衬步倒山架 龙头几树红梅落 红杏之头未灼花 这首 这孤天 说梦春景致 原来又不如 种春词 做得好 每日青楼醉梦中 不知城外 有春农 杏花出 洛书书雨 杨柳青瑶 淡淡风 浮画坊 月青葱 小桥门外 屡阴龙 行人不入神仙地 人在株连 地己种 这首词说 种春景致 原来又不如 黄夫人做的 既春词 又好 仙字 春光似酒浓 时听艳雨 透莲笼 小桥杨柳飘相续 山似飞桃散落红 央剑老 叠西东 春归南密恨无穷 青街草色迷朝雨 满地梨花 竹小风 这三首词 都不如 王金宫 看现花瓣 片片风吹下的来 原来这春归去 是东风断送的 有诗道 春日春风 有诗好 春日春风 有诗恶 不得春风花不开 花开又被风吹落 苏东坡道 不是东风断送春归去 是春雨断送春归去 有诗道 雨前初见花尖锐 雨后全无叶底花 风蝶纷纷过墙去 却疑春色在林家 秦少游道 也不甘风事 也不甘雨事 是柳絮飘江春色去 有诗道 三月柳花轻复散 飘扬淡荡送春归 此花本是无情物 一向东飞一向西 少妖复道 也不甘柳絮事 是蝴蝶采江春色去 有诗道 花正开十档三月 蝴蝶飞来盲节节 采江春色向天涯 行人路上天妻窃 曾宫亮道 也不甘蝴蝶事 是黄鹰蝶的春归去 有诗道 花正开十艳正浓 春宵何事脑方从 黄黎蝶的春归去 无限远临转首空 朱熹真道 也不甘黄鹰事 是杜鹃蝶的春归去 有诗道 杜鹃叫的春归去 吻边提穴上油存 庭院日长空悄悄 叫人声怕到黄昏 苏小小道 都不甘这几件事 是燕子咸江春色去 有蝶炼花 慈未证 窃本乾塘江上柱 花开花落 不管留年度 燕子咸江春色去 沙窗激震黄梅雨 斜插西书云半土 弹板轻敲 唱彻黄金履 戈霸踩云无蜜处 梦回明月声南谱 王眼走道 也不甘风事 也不甘雨事 也不甘柳絮事 也不甘蝴蝶事 也不甘黄鹰事 也不甘杜鹃事 也不甘燕子事 是九十日春光已过 春归去 曾有诗道 怨风怨雨两句飞 风雨不来春以归 塞边红退青眉小 口角黄霄如燕飞 鼠破剑蹄花影去 无残强食这桑西 直闹春归无蜜处 江湖辜负一缩一 说话的 因甚说这春归此 绍兴年间 行在有个关西延州延安府人 本身是三镇节度使 贤安郡王 当时怕春归去 江带住许多军眷游春 这晚回家 来到前堂门里车桥前面 军眷轿子过了 后面是郡王轿子到来 则听的桥下表被铺里 一个人叫道 我儿出来看郡王 当时郡王在轿里看线 叫帮窗鱼后道 我从前要寻这个人 今日却在这里 只在你身上 明日要这个人入府中来 当时余后生诺 来寻这个看郡王的人 是肾色慕人 正是 沉随车马和年静 情细人心 早晚休 只见车桥下一个人家 门前出住一面招牌 写住屈家装表 古今书画 铺里一个老 引住一个女儿 生得如何 云并青龙蝉 鹅眉淡赴春山 朱唇坠一颗樱桃 耗尺牌两行岁玉 连部半折小公公 鹰转一声叫嘀嘀 便是出来看郡王轿子的人 于后及时来他家对门 一个茶坊里坐定 婆婆把茶点来 于后道 骑请婆婆 过对门表被铺里 请去大夫来说话 婆婆便去请道来 两个相依了就坐 瞿带赵问 府干有何见欲 于后道 无甚事 贤问则各 是来叫出来看郡王轿子的人 是另爱魔 带赵道 正是捉女 只有三口 于后又问 小娘子贵庚 带赵应道 已是八岁 再问 小娘子如今要嫁人 却是屈奉官员 带赵道 老卓家寒 那讨钱来嫁人 将来也只是县与官员府地 于后道 小娘子有甚本事 带赵说出女孩一件本事来 有慈祭 也儿媚 未正 生归小院日出长 娇女 启罗长 不作东军造化 金针刺绣群方 邪之嫩叶包开蕊 为止欠心香 曾向园林深处 引叫叠乱疯狂 原来这女儿会秀座 于后道 世来郡王在轿里 看见令爱身上 细柱一条秀果肚 府中正要寻一个秀座的人 老丈何不献与郡王 驱躬归去 与婆婆说了 到明日写一纸现状 献来府中 郡王给予身嫁 因此取名秀秀养娘 不则一日 朝廷赐下一领团花绣战袍 当时绣绣一样 绣出一剑来 郡王看了欢喜道 主上赐予我团花战袍 却寻慎魔奇巧的物事 献与官家 去府库里寻出一块 透明的羊之美玉来 及时叫将门下碾玉带照 问 这块玉堪作慎魔 那中一个道 好作一副劝碑 郡王道 可惜嫩般一块玉 如何将来只做的一副劝碑 又一个道 这块玉上尖下园 好作一个魔侯罗 郡王道 魔侯罗 只是七月七日 奇巧使得 寻常间又无用处 术中一个后生 年纪二十五岁 姓崔明明 驱逝郡王数年 是生州健康福人 当时插手向前 对住郡王道 告恩王 这块玉上尖下园 甚是不好 只好碾一个南海观音 郡王道 好 正合我意 就叫崔明下手 不过两个月 碾成了这个玉观音 郡王及诗血表进上玉前 龙颜大喜 崔明就本府增添情给 遭遇郡王 不择一日 十日春天 崔代赵游春回来 入的前堂门 在一个九四 与三四个相知方才吃的树碑 则听得街上闹操场 连忙推开楼窗看时 见乱轰轰道 井亭桥有一漏 赤不得这九城 慌忙下九楼看时 直见 出如迎人 刺若灯光 千条蜡烛燕难当 万座身盆敌不住 六丁神推倒宝天炉 八丽式放弃焚山火 离山会上 料应包四成交融 赤壁鸡头 像是周郎师妙策 武通神嵌住火葫芦 宋无忌赶翻赤裸子 又不曾泄逐浇油 直嫩的烟飞活猛 崔代赵忘记了 急忙道 在我本府前不远 奔到府中看时 以颁切的庆建 竟悄悄地无一个人 崔代赵既不现人 且寻住左手廊下人去 火光照得如同白日 去那左廊下 一个妇女 摇摇摆摆 从府堂里出来 自言自语 与崔宁打个凶丝撞 崔宁认得是秀秀养娘 倒退两步 低声唱个诺 原来郡王当日 常对崔宁许道 带秀秀满日 把来嫁与你 这些众人都窜多道 好对夫妻 崔宁败谢了 不择一番 崔宁是个单身 却也痴心 秀秀贱嫩的个厚生 却也指望 当日有这一漏 秀秀手中提住一帕子 金珠富贵从左廊下出来 撞见崔宁便道 崔大夫 我出来得迟了 府中养娘各自四散 管顾不得 你如今没奈何 只得将我去躲避泽个 当下崔宁和秀秀出府门 沿着河走到石灰桥 秀秀道 崔大夫 我脚疼了走不得 崔宁止住前面道 更行几步 那里便是崔宁住处 小娘子到家中歇脚 却也不妨到的家中坐定 秀秀道 我肚里接 崔大夫与我买些点心来吃 我受了些惊 得杯酒吃更好 当时崔宁买姜酒来 三杯两盏 正是三杯竹叶穿新过 两朵桃花上脸来 倒不得个春味花博士 酒试色没人 秀秀道 你记得当时在月台上赏月 把我许你 你物子败谢 你记得也不记得 崔宁插着手 只应得诺 秀秀道 当日众人都替你喝彩 好对夫妻 你怎地倒忘了 崔宁又则应得诺 秀秀道 彼此只管等待 何不禁夜 我和你先做夫妻 不知你意下何如 崔宁道 岂敢 秀秀道 你知道不敢 我脚僵起来 教坏了你 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 我明日府里去说 崔宁道 告小娘子 要和崔宁 做夫妻补房 只一见 这里住不得了 要好趁这个 遗漏人乱时 今夜就走开去 方山使得 秀秀道 我既和你做夫妻 凭你行 当夜做了夫妻 四更以后 葛带柱随身金银物件出门 离不得积餐可饮 夜住小行 以礼来到渠州 崔宁道 这里是五路总头 是打那条路去好 不若取信州路上去 我是碾玉座 信州有几个相识 他那里安的身 及时取路到信州 住了几日 崔宁道 信州常有客人倒行在往来 若说到我等在此 郡王必然使人来追捉 不当稳便 不若离了信州 再往别处去 两个又起身上路 进去谭州 不择一日 到了谭州 却是走得远了 就谭州市里 讨间房屋 出面招牌 写住行在 崔代赵碾玉生活 崔宁便对秀秀道 这里离行 再有二千余里了 料得无事 你我安心 好做长久夫妻 谭州也有几个寄居官员 现崔宁是行在代赵 日主也有生活的做 崔宁密使人打探行在本府中事 有曾到都下的 得知府中当夜失火 不见了一个养娘 出赏前寻了几日 不知下落 也不知道 崔宁将他走了 现在谭州住 时光四溅 日月如梭 也有一年之上 忽一日方早开门 见两个着造山的 疑似于后腐干打扮 如来铺里坐地 温道 本官听的说 有个行在崔代赵 叫请过来做生活 崔宁吩咐了家中 随着两个人 到湘潭线路上来 便将崔宁到宅里 相见官人 承揽了寓作生活 回路归家 正行间 只现一个汉子 头上戴个竹丝链 穿着一领白段子 两上领布衫 清白行蝉 找住裤子口 住一双多尔麻鞋 挑住一个高肩单 正面来 把崔宁看了一看 崔宁却不见这几面貌 这个人 确见崔宁 从后大踏步为首 崔宁来 正是 谁家质子明朗板 惊起鸳鸯两处飞 这汉子毕竟是何人 且听下回分解 竹饮千牛花满街 疏离毛射月光晒 玻璃盏内毛柴酒 白玉盘中醋豆梅 羞懊恼 且开怀 平生盈的笑颜开 三千里地无知己 十万君中挂印来 这只这古天慈室 关西秦州雄武军 刘良府所做 从顺昌大战之后 闲在家中 寄居湖南潭州 湘潭县 他是个不爱才的名将 家到贫寒 时常到村店中吃酒 店中人不识刘良府 欢呼啰造 刘良府道 百万藩人 只如等闲 如今却被他们污网 做了这只 这古天 流传直到都下 当时殿前 太尉是杨和王 献了这次 好伤感 原来刘良府 直嫩孤寒 叫提侠官 差人送一项 钱与这刘良府 今日崔宁的东人郡王 听得说 刘良府嫩地孤寒 也差人送一项 钱与他 却经由潭州路过 见崔宁 从湘潭路上来 一路围住崔宁到家 正见秀秀坐在贵身子里 便撞破他们道 崔大夫 多时不现 你却在这里 秀秀养娘她 如何也在这里 郡王叫我下书来谈招 今日预祝你们 原来秀秀娘嫁了你 也好 当时下沙 崔宁夫妻两个 被她看破 那人是谁 却是郡王府中 一个排军 从小服侍郡王 献他朴实 拆他送钱与刘良府 这人姓郭明利 叫做郭排军 当下夫妻 请出郭排军 安排酒来请他 吩咐道 你到府中千万莫说 与郡王知道 郭排军道 郡王怎知的 你两个在这里 我没事 却说慎魔 当下愁谢了出门 回到府中 参见郡王 纳了回书 看住郡王道 郭立前日下书回 打谈周过 却见两个人在那里住 郡王问 是谁 郭立道 见秀秀养娘 并催带赵两个 请郭立吃了酒食 叫羞来府中 说之 郡王听说便道 颇奈这两个 做出这事来 却如何只走到那里 郭立道 也不知他仔细 只限他在那里住地 依旧挂招牌 做生活 郡王叫干半去 吩咐临安府 及时拆一个鸡 不使臣 带住做工的 备了盘缠 竟来湖南潭州府 下了公文 同来寻崔宁和秀秀 却似 造雕追紫燕 蒙虎废阳高 不两月 捉将两个来 解到府中 鲍宇郡王得知 及时声听 原来郡王杀藩人时 左手使一口刀 叫做小青 右手使一口刀 叫做大青 这两口刀 不知剁了多少藩人 那两口刀 翘内藏住 挂在壁上 郡王声听 众人声诺 即将这两个人 押来跪下 郡王好声焦躁 左手去壁崖上 取下小青 右手一撤 撤刀在手 睁起沙帆人的眼 咬得牙齿 啵啵的响 当时夏沙夫人 在屏风背后道 郡王 这里是地面之下 不比鞭亭上面 若有罪过 指小姐去临安府施行 如何胡乱凯得人 郡王听说道 颇奈这两个畜生逃走 今日捉将来 我恼了 如何不凯 既然夫人来劝 且捉秀秀入府后花园去 把崔明谢去临安府断置 当下喝此前酒 赏靠卓氏人 接着崔明到临安府 一一从头宫说 自从当夜一漏 来到府中都搬进了 只见秀秀养娘从廊下出来 揪住崔明道 你如何安守在我怀中 若不依我口 叫坏了你 要供崔明逃走 崔明不得已 只得与他同走 指此事实 临安府把文案呈上郡王 郡王是个刚职的人 便道 既然嫩地宽了崔明 且语从清断置 崔明不和再逃 罪账 发还健康府居住 当下差人押送 方出北关门 到鹅巷头 献一顶匠 两个人抬住 从后面叫 崔代赵 且不得去 崔明认得像是秀秀的声音 赶将来又不知嫩地 心下好生疑惑 伤工之鸟 不敢揽事 且低住头只顾走 只见后面赶将上来 歇了轿子 一个妇人走出来 不是别人 便是秀秀 道 崔代赵 你如今去健康府 我却如何 崔明道 却是怎的好 秀秀道 自从节你去临安府断罪 把我捉入后花园 打了三十竹皮 碎便赶我出来 我知道你健康府去 赶将来捅你去 崔明道 嫩得却好 讨了船 直到健康府 押发人自回 若是押发人是个学舌的 就有一场是飞出来 殷小的郡王兴如烈火 惹住他不是轻放手的 他又不是王府中人 去管这闲事怎的 况且 崔明一路买酒买食 奉承的他好 回去时就隐恶而扬善了 再说 崔明两口在健康居住 既是问断了 如今也不怕有人撞见 依旧开个碾鱼做谱 浑家岛 我两口却在这里住得好 只是我家爹妈 自从我和你逃去潭州 两个老的吃了些苦 当日捉我入府时 两个去寻死觅活 今日也好 教人去行载 娶我爹妈来 这里同住 崔明道 最好 便教人来行载 娶他丈人丈母 写了他地理角色与来人 到临安府寻见他住处 问他临舍 直到 这一家便是来人去门首看时 只见两扇门关住 一把锁锁住 一条竹竿封住 问林舍 他老夫妻那里去了 林舍道 莫说 他有个花枝野寺女儿 陷在一个奢侈去处 这个女儿不受福德 却跟一个碾玉的带着逃走了 前日从湖南潭州捉江回来 送在临安府吃官司 那女儿吃郡王 捉进后花园里去 老夫妻献女儿捉去 就当下寻死密活 至今不知下落 只嫩地关住门在这里 来人见说 再回见康府来 物自未到家 且说崔明正在家中坐 只献外面有人到 你寻崔代赵住处 这里便是 崔明叫出魂家来看时 不是别人 认得是渠公渠婆 都相见了 喜欢的坐一处 那去娶老儿的人 隔一日猜到 说如此这般寻不现 却空走了这遭 两个老的且自来到这里了 两个老人道 确生受你 我不知你们在建康柱 叫我寻来寻去 直到这里 七十四口同柱 不在话下 且说朝廷官礼 一日到偏殿看完宝器 拿起这玉观音来看 这个观音身上 当时有一个御灵 弑手脱下 及时问进士官员 却如何修理的 官员将御观音反复看了 道 好个御观音 怎地脱落了灵 看到底下 下面撵住三字崔明灶 嫩地容易 既是有人灶 只削地宣这个人来 教他修整 赤下郡王府 宣去免御将崔明 郡王回奏 崔明有罪 在建康府居住 及时使人去建康 取得崔明道 行在歇薄了 当时宣崔明献驾 将这玉观音叫他领去 用心整理 崔明谢了恩 寻一块一般的玉 碾一个铃接住了 玉前交纳 破分情给养了崔明 令旨在行在居住 崔明道 我今日遭祭玉前 争得气 再来清湖河下 寻间乌尔开个碾玉铺 须不怕你们撞见 可杀是有斗巧 方才开的铺三两日 一个汉子从外面过来 就是那郭排军 献了崔代赵 便道 崔大夫恭喜了 你却在这里住 抬起头来 看跪身里 却立住崔代赵的魂家 郭排军吃了一惊 拽开脚步就走 魂家说 宇大夫道 你与我叫住那排军 我向问泽各 正是 平生不做皱眉事 世上应无切齿人 崔代赵及时赶上扯住 只限郭排军 把头只管策来策去 口里难难地倒 作怪作怪 没奈何 只得与崔宁回来 到家中坐地 魂家与他相见了 便问 郭排军 前者我好意留你吃酒 你却归来说与郡王 坏了我两个的好事 今日遭寂雨前 却不怕你去说 郭排军吃他 相问得无言可答 只道得一声得罪 相别了 便来到府里 对住郡王道 有鬼 郡王道 这汉则慎 郭力道 告恩王 有鬼 郡王问道 有慎鬼 郭力道 方山打青湖和下过 现崔宁开个碾玉扑 却见贵身里一个妇女 便是秀秀养娘 郡王焦躁道 又来胡说 秀秀被我打杀了 埋在后花园 你须也看现 如何又在那里 却不是取笑我 郭力道 告恩王 怎敢取笑 方山叫住郭力 相问了一回 怕恩王不信 乐下军令撞了去 郡上道 真个在时 你乐军令撞来 那汉也是何苦 真个写一纸军令撞来 郡王收了 叫两个当值的叫番 排一顶轿子 叫 取正妮子来 若真个在 把来凯取一刀 若不在 郭力 你须替他 开取一刀 郭力同两个叫番 来取秀秀 正是 麦穗两旗 农人难辩 郭力是关西人 普直 却不知军令撞 如何胡乱乐得 三个一静来到 崔宁家里 那秀秀 物资在 跪身里坐地 见那郭排军 来得嫩得慌忙 却不知 他乐了军令撞 来取他 郭排军道 小娘子 郡王君旨 交来取你 则个 秀秀道 既如此 你们少等 待我梳洗了 童去 及时入去梳洗 换了衣服出来 上了轿 吩咐了丈夫 两个轿翻遍 台柱 静到府前 郭力先入去 郡王正在 厅上等待 郭力唱了诺 道 已娶到 秀秀养娘 郡王道 祝他入来 郭力出来道 小娘子 郡王教你进来 掀起帘子 看一看 便是一桶水清 在身上 开住口 择合不得 就叫子里 不见了 秀秀养娘 问那两个教翻道 我不知 择见他上教 抬到这里 又不曾转动 那汉教 降入来道 告恩王 嫩得真个有鬼 郡王道 却不颇奈 叫人 捉着汉 等我取过军令状来 如今 凯了一刀 先去取下 小青来 那汉 从来服侍郡王 身上也有 十数次官僚 盖元是粗人 只教他 做排军 这汉慌了 道 现有两个教翻 见证 起教来问 及时叫江教翻来道 见他上教 抬到这里 却不现了 说得一般 想必 真个有鬼 只消地叫将崔宁来问 便使人叫崔宁来到府中 崔宁从头至尾 说了一遍 郡王道 嫩地又不甘崔宁事 且放他去 崔宁拜祠去了 郡王焦躁 把孤立打了五十倍花棒 崔宁听得说魂家是鬼 到家中问丈人丈母 两个面面思去 走出门 看住青湖河里 扑通的都跳下水去了 当下叫救人 打捞便不见了尸首 原来当时打杀秀秀时 两个老的听得说 便跳在河里 已自死了 这两个也是鬼 崔宁道家中 莫情没叙 走进房中 只见魂家坐在床上 崔宁道 告姐姐 饶我性命 秀秀道 我因为你 吃郡王打死了 埋在后花园里 却恨郭排军多口 今日已报了冤仇 郡王已将他打了五十倍花棒 如今都知道我是鬼 容身不得了 倒霸起身 双手揪住崔宁 叫的一声 匹然倒地 邻舍都来看时 只见两部迈进总皆臣 一命以归煌嚷下 崔宁也被扯去 和父母四个 一块儿做鬼去了 后人评论得好 贤安王那不下烈火性 郭排军禁不住贤客呀 曲秀娘舍不得生眷属 崔代兆撇不脱鬼冤甲 第九卷 李哲仙最草下蛮书 勘献当年李哲仙 吟诗斗酒有连篇 盘兄锦绣七十雁 落笔风云脉古咸 书草和藩微远色 词歌倾国魅心弦 莫言彩子风流尽 明月长玄彩石边 话说唐玄宗皇帝朝 有个彩子 姓李明白 子太白 乃西凉武昭 兴圣皇帝李浩九世孙 西川锦州人也 其母梦长庚入怀而生 那长庚兴又名太白兴 所以名字俱用之 那李白生的滋容美秀 骨骼清奇 有飘然出世之表 十岁时 便精通书史 出口成章 人都夸他锦心秀口 又说他是神仙匠生 以此又呼卫李浙仙 有渡公部 赠师魏正 西年有狂克 浩尔浙仙人 比落惊风雨 尸臣为鬼神 声名从此大 密眉一招深 文采成书卧 流传碧绝伦 李白又自称青莲居士 一生好酒 不求是尽 至欲遨游四海 看尽天下名山 尝遍天下美酒 先登峨眉 次居云梦 赋饮于 除赖山竹西 于孔朝复等六人 日夕酣饮 好味竹西六亿 有人说 胡州乌城九甚家 白不远千里而往 到九四中 开怀畅饮 庞若无人 时有家业司马经过 文白狂歌之声 遣从者问其何人 白随口达诗四句 青莲居士 折仙人 九四逃明三十春 胡州司马何须问 金素如来是后身 家业司马大经 问道 莫非属中李折仙魔 文明久矣 遂请相见 刘尹十日 后有所赠 临别 问道 以青莲高采 娶青子如实戒 何不由长安应举 李白道 穆金朝政紊乱 公道全无 请托者登高地 纳会者或科名 非此二者 虽有孔孟之贤 朝董之才 无由自大 白所以流连十九 免受盲氏观之弃尔 加业司马道 虽则如此 足下谁人不知 一道长安 必有人见拔 李白从其言 乃游长安 一日 到此急宫游完 遇了汉林学士 贺之章 通信道明 彼此相目 之章 遂邀李白于九四中 解下金雕 当酒同饮 置业不舍 遂留李白于家中下榻 结位兄弟 次日 李白将行礼 搬至贺内汉宅 每日谈诗饮酒 兵主甚是相得 时光荏苒 不觉事期已破 贺内汉道 金春南省士官 正是杨贵妃兄 杨国中太师 监士官 乃太尾高丽士 二人都是爱财之人 贤弟却无金银买主他 便有冲天学问 羡不得胜天子 此二人与下官既有相识 下官写一封闸子去 欲先嘱托 或者看薄面一二 李白虽则才大气高 遇了这等时事 况且内汉高情 不好为主 贺内汉写了简帖 投语杨太师 高丽士 二人揭开看了 冷笑道 贺内汉受了李白金银 却写封空书 在我这礼讨白人情 到那日专记 如有李白名字卷子 不问好歹 及时披落 时至三月三日 大开南省 会天下财人 尽成卷子 李白财思有余 一笔挥就 第一个交卷 杨国中间卷子上 有李白名字 也不看文字 乱笔图抹道 这样书生 只好与我嬷嬷 高丽是道 嬷嬷也不忠 只好与我着袜脱靴 赫令将李白推抢出去 正是 不愿文章中天下 只愿文章中事官 李白被事官 曲披卷子 怨气冲天 回至内汉宅中 立誓 酒后无弱得志 定教杨国中嬷嬷 高丽是与我脱靴 方才满怨 和内汉劝摆 且休烦恼 全在设下安歇 待三年 再开市场 别换事官 必然登地 终日供李白饮酒赴施 日往月来 不绝一载 忽一日 有藩史积国书到 朝廷差使命及宣赫内汉 陪接藩史 在管义安下 次日 阁门摄人街的藩史国书一到 宣宗赤宣汉林学士 拆开藩书 全然不识一字 拜赴金阶起奏 此书皆是鸟兽之计 臣等学识前短 不识一字 天子文奏 将与南省事官阳国中开读 阳国中开看 双目如芒 意义不晓得 天子宣问满朝文武 并无一人晓得 不知书上有何吉凶言语 龙颜大怒 喝骂朝臣 网友许多文武 并无一个宝学之士 与朕分忧 此书是不得 将何回答 发落藩时 却被藩帮孝耻 七五难朝 必懂干戈 来亲边界 如之奈何 赤县三日 若无人识此藩书 一概停奉 六日无人 一概停职 九日无人 一概问罪 别选贤良 并服设计 圣旨一出 朱官默默无言 再无一人敢奏 天子转天烦恼 贺内汉朝散回家 将此事述于李白 白微微冷笑 可惜我李某 去年不曾极地未官 不得与天子分忧 贺内汉大惊道 想必贤弟博学多能 辩识翻书 下官当于价钱宝奏 次日贺之章入朝 月般奏道 臣起陛下 臣家有一秀才 姓李明白 博学多能 要辩翻书 非此人不可 天子准奏 及前使命 祭照前去内汉宅中 宣去李白 李白告天使道 臣乃远方不一 无才无实 今朝中有许多官僚 都是宝学之儒 何必问及草莽 臣不敢奉赵 恐得罪于朝贵 说这句 恐得罪于朝贵 隐隐赐卓阳 高二人 使命回奏 天子出问贺之章 李白不肯奉赵 其一云和 之章奏道 臣之李白 文章盖世 学问惊人 只为去年市场中 被士官驱批了卷子 修抢出门 今日教他白衣入朝 有愧于心 其陛下赐以恩典 遣一位大臣在往 必然奉赵 玄宗道 依卿所奏 亲自李白尽是极地 卓子袍金带 纱帽 向剪剑驾 就凡卿自在迎娶 轻不可辞 贺之章领旨回家 请李白开读 背书天子 全权求贤之意 李白 穿了御赐袍服 望去败谢 最起码随赫内汉入朝 玄宗于御座专代李白 李白至金阶拜武 珊瑚谢恩 恭胜而立 天子一见李白 如贫德宝 如暗的灯 如鸡的石 如汉的云 开金口 动语音 道 今有藩国积书 无人能晓 特宣清智 位赈分忧 白宫身奏道 陈因学浅 被太师批卷不忠 高太尉将臣推抢出门 今有藩书 何不令士官回答 却乃久至方官在此 臣氏批出秀才 不能称士官之意 怎能称皇上之意 天子道 镇子之清 清其物词 遂命士臣捧翻书次李白观看 李白看了一遍 微微冷笑 对玉座前将唐音一出 宣读如流 翻书云 渤海国大可读书达 唐朝官家 自你占了高黎 与俺国逼近 鞭兵屡屡 钦犯无界 想出自官家之意 俺如今不可耐者 拆官来讲 可将高黎一百七十六成 让与俺国 俺有好物事相送 太白山之土 南海之昆布 乍城之谷 浮渝之路 冒邪之史 率兵之马 沃州之眠 梅陀河之计 九都之礼 乐游之礼 你官家都有份 若还不肯 俺起兵来厮杀 且看那家胜败 众官听的独霸翻书 不绝诗经 面面思去 尽称难得 天子听了翻书 龙情不悦 陈阴良久 方问两班文武 今被翻家要新兵 抢占高黎 有何策可以应敌 两班文武 如泥塑木雕 无人感应 贺之张启奏道 自太宗皇帝三针高离 不知杀了多少生灵 不能取胜 府库为之虚好 天性盖苏文死了 其子南生兄弟争权 为我相导 高宗皇帝 前老将李济 薛仁贵 同百万雄兵 大小百战 方山填灭 金城平日久 无将无兵 躺干戈覆动 难保必胜 兵连祸节 不知何时而止 愿吴皇圣剑 天子道 似此如何回答他 知张道 陛下试问李白 必然善于辞命 天子乃赵白问之 李白奏道 臣起陛下 此事不劳胜率 来日宣藩史入朝 臣当面回答藩书 与他一般字迹 书中言语 羞辱藩家 需要藩国 可读拱手来详 天子问 可读何人也 李白奏道 渤海风俗 称其王约可读 游回歌称克汗 土藩称赞谱 六兆称赵 赫灵称希莫威 各从其俗 天子献其应对不穷 圣心大悦 即日拜位 汉林学士 岁舍艳于金鸾殿 工商蝶奏 琴瑟喧甜 嫔妃敬酒 才女传杯 欲音传世 李清 可开怀畅饮 修居礼法 李白尽量而饮 不觉酒浓身软 天子令内官 浮予殿赐安静 次日五谷 天子生殿 静边三下响 文武两班旗 李白肃呈游未醒 内官催促进朝 百官朝见已毙 天子照理白上殿 献其面上带酒容 两眼雾自有朦胧之意 天子吩咐内侍 焦玉厨中 造三分行酒 酸鱼羹来 须鱼 内侍将金盘捧到鱼羹一晚 天子见羹气太热 御手取牙铸掉之良酒 赐予李学士 李白贵而识之 顿觉爽快 事实百官 见天子恩姓李白 且经且喜 惊者怪其破格 习者喜其得人 为阳国中 高丽氏 悄然有不乐之色 圣志轩翻使入朝 翻使山呼 见圣已毙 李白子一纱帽 飘飘然有神仙凌云之态 手捧翻书立于左侧柱下 朗生面读 一字无诧 翻使大汗 李白道 小邦失礼 圣上宏度如天 智而不叫 有诏披达 如一静听 翻官战战兢兢 跪于阶下 天子命设 七宝床于玉座之旁 取甜白玉焰 向管兔好笔 独草龙香墨 五色金花间 排列亭荡 赐李白进玉塔前 坐紧敦草照 李白奏道 陈靴不静 游无前席 望皇上宽恩 赐臣脱靴结袜 而登 天子准奏 秘晓内侍 与李学氏脱靴 李白又奏道 臣有一言 其陛下摄臣狂妄 臣方赶奏 天子道 人情诗言 振意不醉 李白奏道 臣前入世春围 被杨太师披落 高太位赶逐 今日县二人压斑 臣之神器不忘 其余音吩咐杨国中与臣 彭燕嬷嬷 高丽氏与臣脱靴结袜 臣意气使得自豪 举笔草照 口袋天言 方可不辱君命 天子用人之计 恐服其意 只得传旨 教阳国中彭燕 高丽石脱靴 二人心里暗暗自揣 前日科场中轻薄了他 这样书生 只好与我嬷嬷脱靴 今日试了天子一时宠幸 就来还化 报复前仇 出于无奈 不敢违背圣旨 正是敢怒而不敢言 常言道 冤家不可接 借了吴修邪 五人还字舞 说人还字说 李白此时昂昂得意 喜袜登入 坐于锦端 杨国中磨得莫农 捧艳势力 论来诀位不同 怎么理学是做了 杨太师到势力 因李白口带天言 天子重以疏力 杨太师奉旨嬷嬷 不曾赐坐 只得势力 李白左手将须一扶 右手举起中山兔影 向五花尖上 手不停挥 须鱼 草旧下蛮书 自画其整 并无岔落 陷于龙岸之上 天子看了大经 都是照样翻书 一字不识 传于百官看了 各个骇然 天子命李白送至 李白就遇坐 前朗诵一遍 大唐开元皇帝 赵于渤海可读 自西石卵不敌 蛇龙不斗 本朝应运开天 拂有四海 江永族经 甲奸兵锐 协力背蒙而背擒 弄赞助额而纳使 新罗奏知锦之颂 天竹至能颜知鸟 波斯县不鼠之舌 浮领尽夜马之狗 白鹰武来自赫陵 夜光珠 供于灵异 古力干有明马之纳 尼婆罗有梁坐之线 无非畏为怀德 买进求安 高离拒命 天讨在家 船是九百 一招舔灭 岂非逆天之旧旨 恒大之名剑雨 旷而海外小邦 高离复国 笔之中国 不过一郡 驶马出粮 万分不及 若唐怒事成 讹骄不逊 天兵一下 千里流血 君同协力之福 谷为高离之序 方今圣度汪洋 数尔狂悖 急以毁祸 勤修碎事 无取诸禄 为四一笑 而其三思在 顾欲 天子闻之大喜 再命李白对 番官面宣一通 然后用宝入寒 李白仍叫高太尉卓靴 方才下殿 换番官听障 李白中毒一遍 毒得生韵铿锵 番使不敢择生 面如土色 不免山呼 拜武此朝 贺内汉送出都门 番官司问道 是财独召者何人 内汉道 姓李明白 官拜汉林学士 番使道 多大的官 是太师捧雁 太尾脱靴 内汉道 太师大臣 太尾钦臣 不过人间之极贵 那李学士 乃天上神仙下降 赞助天朝 更有何人可及 番使点头而别 归至本国 与国王述之 国王看了国书 大惊 与国人商议 天朝有神仙赞助 如何敌的 写了将表 愿年年进贡 岁岁来朝 此事后话 话分两头 却说天子深敬李白 欲崇家官职 李白起奏 臣不愿受职 愿得逍遥散弹 供奉与钱 如汉东方寿故事 天子道 清济不受职 朕所有黄金白币 其真一宝 为情所好 李白奏道 臣亦不愿受金玉 愿得从陛下游幸 日饮美酒三千商 足以 天子之 李白清高 不忍相强 从此时时赐宴 留宿于金鸾殿中 访已正式 恩姓日龙 一日 李白城马游长安街 胡亭的锣鼓旗屋 献一簇刀俯手 拥住一辆 求车行来 白亭参问之 乃是并州 借道师级将官 金鸭赴东市处展 那求车中 求助个美丈夫 生得甚是英伟 扣其性命 生如红中 达道姓郭明紫怡 李白向他容貌非凡 他日必为国家铸石 遂喝铸刀俯手 待我亲往架前宝奏 众人知事 李哲仙学士 御守条羹的 谁敢不依 李白当时回马 直扣宫门 求献天子 讨了一道摄斥 亲往东市开毒 打开囚车 放出紫怡 许他戴罪立功 紫怡拜谢李白 活命之恩 一日闲还揭草 不敢忘报 此事歌国不提 事实 宫中最重木少药 是扬州贡来的 如今叫做牡丹花 唐十味之木少药 宫中重的四本 开出四样颜色 那四样 大红 身子 浅红 通白 玄宗天子 移植于沉香亭前 与杨贵妃娘娘赏完 赵黎原子弟奏乐 天子道 对妃子 赏名花 新花安用旧曲 拒命黎原 常礼归年 赵礼学士入关 有内侍说道 礼学士往长安市 上九四中去了 归年不往九街 不走三世 一径寻到长安市去 只听的一个大酒楼上 有人歌云 三杯通大道 一窦何自然 但得酒中去 误未行者传 李归年道 这歌的不是李学士是谁 大踏步上楼梯来 只见李白独占一个小小座头 桌上花瓶内 供一只碧桃花 独自对花而酌 以吃的鸣鼎大醉 手之巨功 物子不放 归年上前道 圣上在陈湘廷宣召学士 快去 中九课文的有圣旨 一时惊骇 都站起来闲看 李白全然不理 张开醉眼 向归年念一句 陶渊明的诗 道是 我醉欲绵君且去 念了这句诗 就鸣然欲睡 李归年也有三分主意 向楼窗再下一招 七八个从者 一起上楼 不由分说 手忙脚乱 台里学士到于门前 上了玉花葱 众人左扶又迟 归年策马在后相随 只跑到五凤楼前 天子又遣内侍来催促了 赤 赐走马入宫 归年遂不服李白下马 同内侍帮扶 直至后宫 过了兴敬池 来到陈湘廷 天子献李白 在马上双眸紧闭 物资未醒 命内侍扑子渠疏于停侧 扶白下马 少握 亲王省事 见白口留贤墨 天子亲以龙袖示之 贵妃奏道 妾闻冷水握面 可以解成 乃命内侍及兴敬池水 使宫女寒而喷之 白梦中惊醒 见雨架 大惊 俯复道 臣盖万死 臣乃九中之仙 姓陛下庶臣 天子御守掺起道 今日同妃子赏名花 不可无心慈 所以赵卿 可作 清平调 三章 礼归年 取经花间寿白 白带醉一挥 历成三首 其一曰 云响衣上花响容 春风拂剑路滑农 若飞群玉山投剑 会向摇台月下风 七二月 一只红雁鹿陆宁香 云与乌山网断肠 借问汉宫谁的似 可怜飞燕以新装 七三月 宁花倾国两相欢 长得君王戴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 沉香亭北以栏杆 天子懒词 称美下体 四次天才 岂不压倒汉林院许多学士 即命归年暗调而歌 离原众子弟私足并近 天子自吹玉笛已何至 戈壁 贵妃脸袖金 再败称谢 天子道 墨谢朕 可谢学士也 贵妃持玻璃七宝杯 亲酌西凉葡萄酒 命宫女赐礼学士也 天子赤赐礼白便由内院 令内侍以美酒随后 自己酣饮 自是宫中内宴 李白美美被照 连贵妃亦爱而重之 高丽氏深恨脱削之事 无可奈何 一日 贵妃众银前所至 清平调三首 以拦探县 高丽氏县四下无人 城间奏道 奴婢出一娘娘 闻李白此词 怨入骨髓 何反权权如是 贵妃道 有何可怨 立氏奏道 可怜飞燕以新装 那飞燕姓赵 乃细汉成帝之后 则今画图中 画住一个武士 手托金盘 盘中有一女子 举袖而舞 那个便是赵飞燕 生得腰枝细软 行不轻盈 若人手植花枝颤颤然 成帝宠幸无比 谁知飞燕丝与燕赤凤相通 溺于腹笔之中 成帝入宫 闻笔衣内有人可授声 搜得赤凤杀之 御废照后 赖其媚合得立就而止 遂终身不入正宫 今日李白以飞燕比娘娘 此乃傍悔之语 娘娘何不熟思 原来贵妃那时 以湖人安禄山为养子 出入宫境 与之私通 满宫皆知 只瞒得玄宗一人 高丽氏说 飞燕一世 正此其心 贵妃于世心下怀恨 每于天子前 说李白卿狂十九 无人臣之礼 天子献贵妃不乐李白 遂不照他内宴 亦不留宿殿中 李白卿之辈高丽氏重伤 天子存疏远之意 屡次告辞求去 天子不允 乃亦纵九自费 宇贺之章 李氏之 汝阳王金 崔宗之 苏靖 张旭 娇遂未久有 识人忽畏 隐忠八仙 却说玄宗天子心下 时是爱重李白 只为宫中不甚相得 所以输了心 献李白屡次起归 无心恋闷 乃向李白道 清雅至高岛 许清赞海 不日再来相照 但清有大功于朕 岂可白首海山 清有所需 朕当一一给予 李白奏道 臣亦无所需 但得帐头有钱 日瞻一罪足矣 天子乃次金牌一面 排上御书 赤赐李白为天下 无忧学士 逍遥骆驼秀才 逢房吃酒 御库之前 辅给千冠 献给五百冠 文武官 原君民人等 有诗敬者 已为诏论 又赐黄金千两 锦袍玉带 金安龙马 从者二十人 白寇头谢恩 天子又赐金花二朵 御酒三杯 于嫁前上马出巢 百官聚给嫁 写酒送行 自长安街 直接到十里长亭 尊雷不绝 只有杨太师 高太尉二人 怀恨不送 内中为贺内汉等 久有七人 直送至百里之外 留连三日而别 礼白集中有 海山别金门之几师 掠云 功承担奉照 虚起燕罗中 一朝去金马 飘落成飞鹏 闲来东武银 取尽情未忠 殊此谢知己 贬周寻吊翁 李白锦衣纱帽 上马登城 一路只称锦衣公子 果然逢房饮酒 欲苦之前 不一日 回至锦州 与许氏夫人相见 官府文理学士回家 都来拜贺 无日不醉 日往月来 不绝半载 一日 白队许氏说 要出外游玩山水 打扮作秀才模样 身边藏了玉瓷金牌 带一个小仆 其一剑驴 任意而行 府县九姿 照牌公己 呼一日 行到华音界上 听得人言 华音县之县贪财 海民李白生计 要去治他 来到县前 令小仆退去 独自盗旗柱 女子 与县门首连打三回 那支县在厅上 取问公事 关键了 连声 可恶 可恶 怎敢调戏父母官 宿令公立人等 拿至厅前取问 李白微微诈罪 连问不答 支县令狱卒压人 牢中 待他酒醒 助他好生共状 来日决断 狱卒将李白领入牢中 献了狱官 献然长笑 狱官道 想此人是疯癫的 李白道 也不疯 也不癫 狱官道 既不疯癫 好生公状 你是何人 为何到此骑驴 唐图县主 李白道 要我共状 取之笔来 狱卒将之笔 置于岸上 李白扯于关 在一边说道 让开一步 待我写 狱官笑道 且看这疯憾 写出圣魔来 李白写道 公状锦州人 姓李丹明白 若贯广文章 会豪神鬼气 长安列八仙 竹锡称六亿 曾草下蛮书 声名波绝语 欲年美驱陪 金鸾未寝室 绰庚玉首调 刘贤玉袍室 高太未脱靴 杨太师嬷嬷 天子殿前上 荣乘马行 花音县里 不许我骑驴入 请验金牌 便知来历 写壁 帝宇玉冠看了 玉冠下的魂精魄散 低头下败道 徐氏老爷 可怜小人盟官发钱 身不由己 万望海寒赦罪 李白道 不干你事 只要你对支县说 我奉金牌圣旨而来 所得何罪 居我在此 玉冠败谢了 急忙将共撞成羽之县 并恕有金牌圣旨 支县此时如小儿出文霹雳 无孔可钻 只得同玉冠到牢中参见李学士 叩头挨告道 小官有眼不识泰山 一时冒犯 其次怜悯 在植诸官 文指此事都来拜求 请学士到厅上正面坐下 众官庭存已毙 李白取出金牌 与众官看 牌上写道 学士所道 文武官员 军民人等 有不敬者 以为诏论 如等当得何罪 众官看罢圣旨 一起低头礼拜 我等都该万死 李白见众官苦苦哀求 笑道 你等受国家绝路 如何又去贪财害民 如若改过前非 方免辱罪 众官听说 人人拱手 各个尊医 不敢再犯 就在厅上大牌炎炎 款待学士饮酒 三日方散 自氏之县 喜心敌律 遂为良木 此事文于他郡 都猜到朝廷差礼学士 出外私行官风考证 无不化贪未连 化残未善 李白便立照 为 燕 建 起 良 无 储 无不流连山水 及时久之去 后一安禄山反叛 明皇车驾姓蜀 诸国忠于军中 异贵妃于佛寺 白臂乱隐于庐山 永王临时魏东南节度使 应有成姬自立之志 文白大财 强逼下山 欲受伟职 礼自不从 拘留于幕府 魏姬 宿宗吉位于灵武 拜郭子一位天下兵马大元帅 克服两经 有人告永王临谋叛 宿宗吉前 紫宜移兵讨之 永王兵败 李白芳的脱身 逃至寻扬江口 被守江把总秦拿 把作叛党 借到郭元帅军前 紫宜见是李学士 吉贺退军土 亲节其父 至于上位 那头便拜道 昔日长安东市 若非恩人相救 焉有今日 吉命治久押京 连夜修本 奏上天子 为李白便冤 且追续其下 瞒书之功 见其才可以大用 此乃施恩而得报也 正是 两叶扶平归大海 人生何处不相逢 施阳国中已死 高丽氏一元贬他方 玄宗皇帝 自属银归位太上皇 亦对宿宗称李白奇才 宿宗乃指白位左师矣 白探唤海沉迷 不得逍遥自在 此而不受 别了锅子仪 遂泛舟游洞庭月阳 载过金陵 薄舟于彩石江边 事业 月明如照 李自在江头畅饮 忽闻天际月盛辽亮 渐进周次 周人都不闻 只有李白听的 忽然江中风浪大作 有鲸鱼树杖 奋裂而起 先童二人手持经节到李白面前 口称 上帝奉迎新主还未周人都精道 蓄于苏醒 只见李学士坐于经辈 音乐前倒 腾空而去 明日将此事告于当图县令李扬兵 扬兵具表奏文 天子赤剑李哲先赐于彩石山上 春秋二戒 道宋太平新国年问 有书生于月夜渡彩石江 渐进翻溪来 船头上有白牌一面 写师伯二字 书生遂朗言二句道 谁人江上称师伯 锦绣文章借一观 周中有人何云 夜境不堪提绝句 恐惊星斗落江寒 书生大惊 正欲傍周相访 那传播于彩石之下 周中人紫衣纱帽 飘然若先 镜头李哲先词中 书生随后求知词中 并无人计 方知何诗者及李白也 至今人称九仙 师伯 皆推李白为低云 下满书草剑天才 天子调耕亲赐来 一字骑今天上去 江流彩石有余哀 第十卷前摄人提示燕子楼 烟花风景眼前修 此地仍传燕子楼 冤梦肯望三月会 翠嫔能省一生愁 这阴陵落难中午 连魏丹开不并投 娇艳岂无惶嚷意 至今人过说风流 话说大唐自证至大圣大孝皇帝 是法太宗开集之后 至十二帝宪宗登位 凡一百九十三年 天下无事日久 兵甲生辰 刑具不用 师有礼部尚书张建峰 做官年久 恐防贤路 遂奏起海谷归田养老 宪宗曰 青年齿未衰 起疑退位 国欲必荣此凡 赤阵清徐数载 剑锋奏曰 陈虽飞采 继蒙圣恩 自当竭力 遂赤剑锋 截至五宁军事 剑锋大喜 平夕爱才好客 继阵五宁 拣选才能之事 礼至门下 后防歌集五纪 非知书师礼者不用 五宁有纪官盼盼 乃徐方之角色也 但现 歌侯清亮 五太婆子 调贤成合格新生 品竹做出陈雅运 秦坛古调 祈福新徒 副诗卓句 追风雅剑于片中 诺管丹青 夺造化生于笔下 剑锋虽闻其 财色无双 原道任之初 魏霞照于尊祖之间 忽一日 中书社人 白乐天明居易 自长安来 轩玉运 路过徐府 乃剑锋之故人也 喜乐天远来 遂至久 妖隐于公馆 直线 木卷流苏 连锤诸薄 锐脑 烟喷宝鸭 香劳 光以穷湖 果皮天江 石碰异味 起罗猪脆 烈两形粉面霉妆 脆管繁音 奏一派 心生雅韵 遍地武音扑鼠锦 荡言歌拍案红雅 荡十九至述寻 石工两套 歌喉少些 舞秀一庭 忽有一计 报胡琴力于言前 转秀吊弦 独奏一曲 先手携拈 轻敲慢案 满座清香消酒力 一亭雅韵爽繁金 须弹彻韶韶 报胡琴势力 剑锋与乐天 居喜调韵清雅 是其精神举止 但现 花生单裂 水碱双眸 一态天然 窘出伦背 回誓其余诸记 粉黛如土 遂呼而问曰 熟誓 其忌邪报胡琴 缓一连步 向前对曰 剑且观盼盼也 剑锋喜不自胜 笑为乐天曰 彭门乐事 不出于此 乐天曰 似此家人 明达地都 信非虚也 剑锋曰 诚如舍人之言 何惜一诗赠之 乐天曰 但恐惧拙 反无利人之美 盼盼巨蟹胡琴 眼媚而言 妾姿至丑陋 感凡诸玉 若果 不以伪剑剑气 是威曲随亚文不朽 启盛身后之溶灾 乐天喜气侠惠 碎口银一绝 凤波金殿气 弹槽后带锤 醉焦无气力 风鸟牡丹之 盼盼 败谢乐天曰 剑怯之名 喜传于后世 皆舍人所赐也 于是宾主欢恰 尽罪而散 一日 乐天车马东去 自此 剑锋专宠盼盼 遂于府地之策 则家帝创建一楼 名曰燕子楼 是盼盼居之 剑锋至政之辖 清车前往 与盼盼燕尹 焦妃玉甲 共礼生皇 灿锦巷威 轮亲共斩 起窗唱贺 指花月未提 秀格论情 对松云未誓 歌笑管弦 秦赖方龙 不幸采云易散 浩月难远 剑锋染病 盼盼请医调治 服药无效 问补无灵 转家沉重而死 子孙护吃灵鹫 归葬北芒 毒气盼盼 于燕子楼中 香肖一批 沉满勤征 沉沉诸户长兄 悄悄淬莲不倦 盼盼焚香指天誓约 妾夫人 无他记报上说恩德 请落发卫尼 送佛经资公明福 尽此一事 事不再嫁 遂庇护独居 凡时患行双 人无见面者 乡党中有好事君子 慕其财貌 怜其孤苦 暗暗通书 以窥其 盼盼卫师 以待简达 前后积三百余首 颠缀成吉 名曰燕子楼吉 漏板流传于事 忽一日 金风破暑 玉露生凉 燕子横空 穷生喧草 寄聊怨语无人 竟锁一天秋色 盼盼以兰长叹 读言曰 我作之师 皆诉愁苦 为之他人能小我亦否 沉吟良久 忽想 汉林白宫 必能查我 不若赴师既成乐天 诉我忠常 必表我不负张公之德 遂作诗三绝 尖锋赴老仓头 持负奚落 亦白宫投下 白乐天德诗 其间展示 其一月 北盲松伯索愁焉 燕子楼人思悄然 阴霾关 剑戈辰散 红袖相宵二十年 其二月 试看红艳月扬回 又赌悬 秦宋舍来 姚瑟玉莲 吴亦序任从诸网结成灰 七三月 楼上蚕灯半小霜 独眠人起合欢床 相思一夜之多少 地角天涯不适常 乐天看壁 探赏良久 不亦一妓女 能守节操如此 岂可弃而不达 一盒三章以家奇异 前老仓头持归 盼盼皆得 拆开试之 其一月 殿云罗山色似烟 一回看住一山然 自从不武 泥长曲 蝶在空乡得几年 七二月 今朝有克洛阳回 曾到尚书中上来 见说白杨看作著 争叫红粉不成灰 七三月 满连明月满亭霜 被冷香消服卧床 燕子楼前清夜雨 秋来只为一人尝 盼盼 吟完酒之 虽获离珠何必 为足彼此诗之美 校尉是女约 自此之后 方表我一点真心 正欲藏之妾中 见之伟诞莫提 小字竖行 遂父展看 又有诗一首 黄金不惜买额眉 剪得如花之一枝 歌舞教诚心力尽 一招身死不相随 盼盼一见此诗 丑所双眉 泪盈满脸 悲气哽咽 告示女约 向日上书身死 我恨不能自已相随 孔人言张公 有随死之妾 史上书有好色之名 是殿公之清德也 我今苟活已度招昏 乐天不小 故坐师相逢 我今不死 傍雨未熄 遂何运一张云 独肃空楼脸恨眉 身如春后拜残之 舍人不解人身意 逢到全台不去随 书罢置比于地 掩面长玉 久之 世类告示女约 我无忌报功厚德 为坠楼一死 以表我心 道罢 先手紧牵秀美 欲及邪靠刁拦 有心报得愁恩 无意偷生苟活 下世高楼 踊跃奋身一跳 侍女急拽一告约 何事自求横腰 盼盼约 一片诚心 人不能表 不死何谓 侍女劝约 今捐驱报得 此心虽家 但焚骨碎身 于公何意 且依老母 使何人饰养 盼盼 沉饮酒之约 死即不能 为诵佛经 助公明福 自此之后 盼盼为时素饭一鱼 避阁焚香 作诵佛经 虽比乌未尝见面 久之宾云懒掠 眉带雍鸟 眷里饱色摇勤 燕对冤亲奉枕 不识珠粉 似春归玉蟹 鱼领梅花 受损妖枝 如秋后 萧书随滴养柳 梅玉花尘月夕 敢就悲哀 寝食事长 不幸寝急 浮枕月鱼 聚而不起 老母遂补及 葬于燕子楼后 盼盼寄死 不二十年问 而建丰子孙 亦散荡萧索 盼盼所居燕子楼 遂为官司所占 其地禁郡谱 因其形式改作花园 魏郡将游赏之地 星霜旅改 岁月贫迁 唐运告终 五代更薄 荡舟显得之末 天水真人 成运而兴 整顿朝纲 经营礼法 故事而妖分寝灭 指挥而宇宙阔清 至皇宋二叶之时 四海无犬吠之景 当时有中书社人前义 自西白 乃吴岳王前流之后一眼 闻行诗词 独不朝野 久住紫威 亦遇立外人 遂音奏事之侠 上章奏曰 陈久俱词曰 吴豪发之功 其一小郡 数捷奴台 上曰 轻辱地于仁善 轻可出镇棚门 遂除西白节至五宁军 西白的止谢安 下车之日 宣扬黄话 整肃调章 访民默于景义 查冤枉于陵雨 屈己待人 清耕劝农 宽人慧爱 劝话凶丸 西街凤叶守约 连锦公平 听政粤语 节节清明 既在侠日 勒无一事 阴独不冬阶 天气乍轩 无可消遣 随乎仓头前倒 咸有谱中 但现 清光矮矮 书井荣荣 小桃栈 装脸红身 嫩流鸟公 腰细软 游听雅谢 深藏花谱音中 画坊拦绕 闻览回唐岸下 樱滩春光 时时雨 蝶弄精光 扰扰飞 西白信步 深入芬芳 纵已有赏 道红子丛中 忽有威楼飞剑 应远横空 机智孤高 规模壮立 西白举目仰观 剑话洞下有排额 上书燕子楼三字 西白曰 此张剑封宠盼盼之处 遂月累更 谁为遗宗尚在 遂涉登梯 静上楼中 淡现 画洞七云 雕梁耸汗 是四眼如窥目下 指万里如独掌中 遮风翠目高张 碧日疏连低下 遗宗淡绝焰宵尽 举目方之宇宙宽 西白以兰长探言曰 昔日张公清歌对酒 妙舞妖宾 百岁记忠 云霄雨散 此事自古皆然 不足感叹 但西盼盼本一娼妓 而能甘心就死 抱建峰后遇之恩 虽劣丈夫何以加此 何事乐天师中 游击其不随建峰而死 十连首节十余年 字节之心 泯墨不传 我记之本墨 若坚口不畏包扬 盼盼必抱怨于地下 几乎苍头摩墨 西白染豪 作古调长篇 术于肃平之上 其次约 人生百岁能击日 茶染光阴如过谢 村中有酒不成欢 身后虚名又何意 清和太守 真其伟 曾向春风众逃礼 欲将心事战韶华 无奈红颜随试水 家人重义不顾生 感激深恩干一死 新诗寄予三百篇 贯穿风骚喜木耳 青楼十二横消汗 低下诸连锁双雁 交魂魅魄不可寻 尽把兰干空已变 西白提坝 朗银树过 忽有清风习人 异相拂面 西内大惊 此非花气 自合而来 方一亚间 剑宿平后有步履之声 西白急转平后窥之 见一女子 云浓淡发 月旦修眉 体气锐血之荣光 脸夺其花之艳丽 金莲不稳 树速腰轻 一见西白 娇羞脸带 几碗金扑 平掩其身 虽江眉之应血 不足比其风韵 西白惊讶 问其姓氏 此女舍金扑 眼未向前 叙礼而言曰 妾乃守缘老吏之女也 欧因令劫 先上层楼 呼之相公道来 妾荒及逆身于此 已必丑恶 忽闻送调盘 谷调心词 使妾闻之 如获诸玉 送前出听于索平之后 因而得面抬眼 妾之行藏 尽于此矣 西白剑女子容颜秀丽 此气清阳 喜悦之心 不可言语 遂以言调之曰 听子议论 响必之音 我世来所作长篇 以为何如 女曰 妾门品虽微 酷喜吟勇 文世来所诵篇章 谨心秀口 使九泉贤恨之心 一旦消逝 西白又闻此语 欲加喜悦曰 今日相逢 可为家人才子 还有一武 女乃宽容正色 眼媚眼曰 姓君无极于乱 以权贞结之心 唯有诗一首 仰仇厚义 遂于秀中 取采奸 一幅上成 西白斩 看其诗悦 人去楼空是以身 至今惆怅乐天隐 非君诗法高提起 谁为黄泉一片心 西白独霸 为女子曰 而既能诗绝非原厉之女 果何人也 女曰 君详诗意 自知剑且微踪 何必苦问 西白春心荡漾 不能拴树 向前拽起依居 忽闻剑竹 敲窗惊绝 乃一枕由仙梦 扶枕于书窗之下 但剑如烟上鸟 花影微衣 愿雨沉沉 方当日舞 西白推枕而起 勿作沉思 梦中所见者 闭关盼盼也 何显然如是 千古所无 成为家梦 反复在三叹约 此事当作一词 以祭之 遂成蝶恋花词 信笔疏于岸上 此约 一枕贤七春昼午 梦入华须 谢后非穷旅 交代翠平愁不语 采奸以我心齐聚 吉许芳心游未宿 风竹敲窗 惊散无寻处 惆怅楚云留不住 断肠凝望高堂路 墨迹未前 忽闻窗外 有人鼓掌做拍 抗声耳歌 调清韵美 声入连笼 西白审听窗外歌声 乃是所作 蝶恋花词也 西白大经约 我方作此词 何人早已先能歌唱 遂起窗世之 见义女子 翠冠猪耳 玉佩罗群 向苍苍太湖石畔 隐山山翠竹丛中 袖鞋不动方尘 穷居风飘鸟挪 西白宰细定睛看之 转柳穿花而去 西白叹意 不胜惆怅 后夕白宫至尚书 西军爱民 百姓赞扬 一息无病而终 这是后话 正是 一首新词调立荣 真魂寒笑梦相逢 虽为汉怨鸣贤事 编入败官小史中 第十一卷苏枝县 罗山在河 早朝财霸晚朝来 一月周流六十回 不读光阴昭父母 杭州老去被朝摧 这四句诗 是唐朝白乐天 杭州前唐江 看朝所作 话中说 杭州府有一才子 姓李 明红 自尽之 此人胸藏锦绣 赋饮朱姬 奈时运未通 三颗不地 时之深秋 心怀异欲 欲渡前唐 往严州访友 命童子收拾书囊行礼 买粥而行 画出江口 天已下午 李生推鹏一看 果然秋江景致 更自非常 有宋朝苏东坡 江神子 慈未正 凤凰山下雨出京 水风清 晚霞鸣 一朵芙蓉 开过上盈盈 何处飞来双白鹿 如有意 目平亭 忽闻江上弄哀争 苦寒情 浅谁听 烟脸云收 一约是相邻 欲带曲中 询问曲 人不羡 树风清 李生正看之间 只现江口 有一座小亭 便约秋江亭 周人道 这亭子上 每日有游人灯揽 今日如何冷静 李生想道 似我失忆之人 正好乘住冷静时 去看一看 叫家长 与我一周到秋江亭去 周人一命 将船放到亭边 亭饶闻缆 李生上岸 不进亭子 将那四面窗格推开 以澜而望 现山水向弦 江天一色 李生欣喜 叫童子将桌椅扶镜 焚起一炉好香 曲摇琴横于桌上 操了一回 曲中阴指 举眼线墙壁上 多有流蹄 字迹不依 独有一处连针带草 棋子甚大 李生起而观之 乃是一首词 名西江月 是说酒 色 才 弃四剑的短处 酒是烧身硝烟 色为割肉钢刀 才多招记损人苗 弃是无烟火药 四剑将来何就 相当不欠分毫 劝君莫练最伟高 才是修身正道 李生看罢 笑道 此次畏畏确论 人生在世 酒色才气四者 脱离不得 若无酒 失了迹象宴会之礼 若无色 绝了夫妻子孙人事 若无才 天子庶人皆莫用度 若无弃 忠臣一事也尽为民 我如今也做一词 与他解释 有何不可 荡下磨的莫农 占的笔宝 就在西江月背后 也带草连针 和他一手 三杯能和万事 一罪善解千仇 阴阳和顺喜相求 孤寡须之绝后 才乃润家之宝 气味造命之游 助人情性反未仇 迟论何多差谬 李生血罢 智比于桌上 献香烟未尽 方玉就坐 再俯一曲 忽然化颜前一阵风起 善聚亭浅草 能开水上瓶 唯文千树后 不见半分行 李生此时 不觉神思昏迷 拂己而握 朦胧中 但闻环佩之声 一乡满事 有美女四人 一穿黄 一穿红 一穿白 一穿黑 自外而入 向李生深深深万福 李生此时四孟非吗 便问 四女何人 为何至此 四女乃含笑而言 妾姊妹四人 乃古来神女 便游人间 前日有诗人在此游玩 坐西江月一首 江妾等辱骂 是妾等羞愧无的 今日蒙先生也坐 西江月一首 于妾深解释前渊 特来拜谢 李生心中开悟 知识九色财气四者之经 全不畏惧 便道 四位贤姐 各情通明 四女各言诗一句 穿黄的道 杜康造下万家春 穿红的道 一面红装爱杀人 穿白的道 生死穷通都属我 穿黑的道 阴云事件满乾坤 原来那黄衣女是酒 红衣女是色 白衣女是财 黑衣女是气 李生心下了然 用手清招四女 你四人听我分剖 香甜美味酒味先 美貌方年色更鲜 财机千香称富贵 善掉武器是真鲜 四女大喜 败谢道 继承解释 父劳褒奖 启先生于吴妹妹四人之中 选择一名无过之女 奉陪枕席 少笑恩还 礼声摇手 连声道 不可 不可 小生有之攀岳中单贵 无心恋野外闲话 情无多言 恐亏行止 四女笑道 先生诧异 妾等乃乌山落水之仇 飞露柳墙花之笔 汉司马向如文章魁首 唐李卫公开国元勋 宜纳文君 一收红符 反作风流画饼 不闻取缉于后世 旷家七良慧 错过南逢 望先生三思 李生到底是少年才子 心缘一马 拿把不定 不免转口道 既贤姐们见爱 但不知那一位 是无过之女 小生情愿相留 言之未已 只限那黄衣九女 急急一步上前道 先生 妾乃无过之女 李生道 怎见贤姐无过 九女道 妾亦友 西江月一首 擅住英雄壮胆 能天锦绣失常 神仙造下解愁方 雪月风花晚赏 又道 还有一句要紧言语 先生听住 好色能生疾病 贪悲总是轻狂 八仙醉倒紫云香 不显公喉倾向 李生大笑道 好个八仙醉倒紫云香 小生情愿相留 方流九女 只限那红衣色女向前 柳梅倒树 兴眼圆 道 先生不要听见碧之言 见人 我且问你 你只讲酒的好处就罢了 为何重己青人 乱讲好色的能生疾病 终不然三四岁孩儿害病 也从好色中来 你只夸己的好处 却不知己的不好处 平地丧身因酒毒 江边李百笋齐驱 劝君修饮无情水 最后叫人心一米 李生道 有礼 古人亡国丧身 皆久之过 小生不敢相留 只见红衣女 夭夭扰烧地走进前来 道 妾身乃是无过之女 也有西江月 魏正 眉线鸳鸯交景 又看连里花开 无知花鸟动情怀 岂可人无欢爱 君子好求淑女 家人贪恋多才 红罗杖里两和谐 一刻千斤难买 李生辰吟道 真个一刻千斤难买 才欲留色女 那白衣女早已发怒骂道 见人 怎么说千斤难买 种不然我倒不如你 说起你的过处尽多 尾声桥下水涓涓 吴国西施是可怜 贪恋花之中有祸 好因缘是恶因缘 李生道 尾声丧身 复叉亡国 皆有余色 其过也不下于酒 请去 请去 虽问白衣女 你却如何 白衣女上前道 收尽三才权柄 荣华富贵丛生 纵叫好善圣贤心 空手难师德行 由我人皆亲近 吴我道处向清 修阴嫌弃斗何争 问我须之有命 李生点头道 汝言有礼 世间所尽者才也 我若有才 取颗地如反掌耳 才动喜流之意 又现黑衣女粉脸声称 兴谋怠怒 骂道 你为何说羞争贤气 为人在世 没了气还好 我想着你 有才有事是英雄 命若无时网用功 昔日石崇因赴死 同山不住 邓通穷 李生摇手不语 心中暗响 石崇因才取获 邓通空有前山 不就其恶 才有何意 便问弃女 清言虽则如此 但不知清于平息间 处世何如 黑衣女道 想妾处是贺 一字混缘开辟 阴阳二字成功 寒味元气散味风 万物得之蒙动 但看生身六尺 喉间三寸流通 才和九色进包龙 无弃谁人享用 弃女说罢 李生还未击打 只限九色财 三女齐生来讲 先生修听其言 我三人岂被剑壁包龙祸 且听我恕他过世 霸王自稳在乌江 有智州余命不长 多少镇前雄猛将 皆因争气一身亡 先生也不可相留 李生愁出思想 四女皆为有过之人 四位贤姐 小声入伯亲寒 不敢相留 都请回去 四女此时互相埋怨 这个说 先生留我 为何要你打短 那个说 先生爱我 为何要你争先 话不投机 一时间打骂起来 酒骂色 道人骨髓 色骂酒 砖惹非灾 财骂气 能伤肺腑 气骂财 能损情怀 直打的九女鸟云乱 色女宝鸡歪 财女垂胸叫 气女道尘埃 一个个蓬松 鬓发遮粉脸 不整金脸撒凤血 四女打在一团 脚在一处 李生暗想 四女相争 不过为我一人耳 方玉向前劝解 被气女用手一推 先生闪开 带我打死这三个剑臂 李生猛然一惊 衣袖扶住琴弦 当得一声响 惊醒回来 擦摸睡眼 定睛看时 那见四女踪迹 李生腹壁长叹 我因观心太妾 遂行于梦寐之间 据是坚梦中所言 四者皆未有过 我为何又作这一首词 赞扬其美 使后人观无此词 自意于酒色 沉迷于财气 我极未获之魁首 如今欲要说他不好 难以回比 也罢 如今在提四句 等人着凉而行 就在粉墙 西江月之后 又挥一首 饮酒不醉 最为高 好色不乱乃英豪 无意知财君莫取 忍气饶人或自消 这段平话 虽说酒色财气一般有过 细看起来 酒也有不会饮的 气也有耐的的 无如财色二字害事 但是贪财好色的 又免不得吃鸡杯酒 免不得淘鸡场气 酒气二者 又总扩在财色里面了 今日说一桩一文 丹为财色二字 弄出天大的祸来 后来悲欢离合 做了紧骗一场佳话 正事 说时经破奸人胆 画出伤残一世心 却说国出永乐年问 北之立桌州 有个兄弟二人 姓苏 其兄明云 其弟明语 父亲早丧 丹由母亲张氏在堂 那苏云自小公输 学业燕冠 二十四岁上 一举登科 殿是二甲 出售浙江金华府 兰西县大业 苏云回家 住了数月 平县已到 不免择日起身赴任 苏云对夫人正式说道 我早登科甲 出任牧民 立心愿为好官 此去指引兰西一杯水 所有家财 尽数收拾 将十分之三留 为母亲公膳 其余带去 任所使用 当日拜别了老母 嘱咐兄弟苏云 好生饰养高堂 为兄的若不得罪于地方 到三年考满 又得相见 说罢 不觉惨然泪下 苏云道 哥哥容认是美事 家中自有兄弟支持 不必挂怀 前程万里 须子保重 苏云又送了一程方别 苏云童夫人正式 带了苏盛夫妻二人 服侍登途 到张家湾地方 苏盛禀道 此去是水路 该用船只 偶有顺便回头的官坐 老爷坐去稳便 苏之县道 甚好 原来坐船有个规矩 但是顺便回家 不论客货 私货 都装载得满满的 却去揽一位 官人乘坐 借其名号 免他一路睡客 不要那官人的船钱 返出几十两银子送他 为孝顺之礼 为之坐舱钱 苏之县是个老实的人 何曾晓得嫩养规矩 闻说 不要他船钱 已自够了 还想慎魔坐舱钱 那苏盛私下得了 他四五两银子酒钱 喜出望外 从旁窜多 苏之县同家小下了官舱 一路都是下水 渡了黄河 过了扬州广陵邑 将近一针 阴传是年远的 又带火大众 发起漏来 满船人都慌了 苏之县叫快快笼岸 一时间将家眷和行李 都搬上岸来 只因搬这一番 有份叫 苏之县全家受货 正合著二句古语 道士 漫藏会道 也容会饮 却说一针县 有个惯作私伤的人 姓徐 明能 在五坝上街居住 九岚山东王上书府中 一只大客船 装载客人 南来北往 每年那还船租银两 他合著一般水手 叫做赵三 翁鼻涕 羊腊嘴 饭包皮 沈胡子 这一般都不是个良善之辈 又有一房家人 叫做姚大 时常懒了仔 约莫 有些油水看得入眼时 半夜三更敲的江船移动 到僻静去处 把客人谋害 结了财博 如此十余年 徐能也做了些家事 这些伙计 一个个更香范畜 宝石轩衣 正所谓为父不仁 为人不父 你到徐能是一真线人 如何却揽山东 王上书府中的船只 况且 私商起家千金 自家难道 打不起一只船 是有个缘故 王上书出任南京卫官 曾在扬州 娶了一位小奶奶 后来小奶奶父母 却宜家于宜甄居住 王上书时长周给 后因路遥不便 打着支船与他 叫他令租用堵 船上书的是 山东王上书府的水牌 下水时 就是徐能包揽去了 徐能因为 做那私商的道路 倒不好用自家的船 要借上书府的名色 又有势头 人又不疑心他 所以一向不致败露 今日也是苏之县 何当有事 恰好徐能的船 空闲在家 徐能正在岸上寻主顾 听说官船发漏 忙走来看 看县搬上许多乡龙囊 心中早有七分动火 节目又走个 娇娇滴滴 少年美貌的奶奶上来 徐能是个贪财好色的兜头 不决心窝发痒 眼睛里蹦出火来 又见苏盛搬运行李 料是仆人 在人从中 将苏盛背后 一昧一扯 苏盛回头 徐能陪个笑脸问道 是那里去的老爷 莫非要换船魔 苏盛道 家老爷是星科尽士 选了兰西县之县 如今去道任 因船发了漏 全时上岸 若就有个好船换的 省得又落主人家 徐能止住和离道 这山东王上书府中 水排在上的 就是小人的船 心修整得好 又坚固又干净 灌走这只水路 谁守又都是得力的 今晚若下船时 明早寄了神符 等一阵顺风 不吉日就吹到了 苏盛欢喜 便将这画饼之家主 苏之县叫苏盛 先去看了仓口 就意定了船前 阴家卷在上 不许搭载一人 徐能距一远了 当下先乘了一半船前 那一半只带到 县石沼族 苏之县家卷行李 重复一下了船 徐能慌忙 去寻那一般 不做好事的帮手 照三等都齐了 只有翁范二人不到 买了神符 正要开船 岸上又有一个汉子 跳下船来到 我也相帮你们去 徐能看见 带了半舍 原来徐能有一个兄弟 叫做徐用 班中都称谓徐大哥 徐二哥 真个是有性善 有性不善 徐能慣坐私伤 徐用偏好善 但是徐用在船上 徐能要动手脚 往往被兄弟阻住 十遍到有八九便做不成 所以 今日徐能瞒了兄弟 不去叫他 那徐用却自有心 听得说 有个少年之县 换船到任 写了鸽子的船 又献哥哥去换 这一般如狼似虎的人 不对他说 心下有些疑惑 故意要来船上乡帮 徐能却怕兄弟 阻挡他这番 稳善的生意 心中默默不喜 正是 精卫自分清共浊 熏油不混 丑和香 却说苏之县 淋浴开船 又现一个汉子赶江下来 心中道有些疑虑 只道是趁船的 叫苏圣 你问那方才来的是 圣魔人 苏圣去问了来 回复道 船头叫做徐能 方才来的叫做徐用 就是徐能的亲弟 苏之县想道 这便是一家了 事日开船 约有数理 徐能就将船博案 说道 风还不顺 众弟兄且吃神福酒 徐能饮酒中间 只推出公上岸 昭兄弟徐用对他说道 我看苏之县行礼沉重 不下千金 跟随的幼稚一房家人 这场好买卖不可错过 你却不要阻挡我 徐用道 哥哥 此事断然不可 他若认所回来 营囊满妾 必是贪赃所致 不义之财 取之无碍 如今方山赴任 不过家中带来 积粮盘费 那有千金 况且少年柯家 也是天上一位星宿 哥哥若害了他 天理也不容 后来必然懊悔 徐能道 财财道不达解 还有一事 好一个标志奶奶 你哥正死了嫂嫂 房中没有个得意长家的 这是天赋姻缘 兄弟这番须做成 做歌的则个 徐用诱导 从来向女佩服 既是奶奶 必然也是患家之女 把她好夫好夫拆散了 强逼她成亲 到底也不和顺 此事一发不可 这里兄弟二人 正在鸡鸡浓浓 船烧上赵三望见了 正不知他商议甚事 一跳跳上岸来 徐用线赵三上岸 扬扬的道走开了 赵三问徐能 是才与二哥说肾魔 徐能复尔竖了一遍 赵三道 既然二哥不从 倒不要与他说了 只消兄弟一人 便与你完成其事 今夜虚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徐能大喜道 不枉叫做赵一刀 原来赵三为人粗暴 动不动自夸道 我是一刀两断的性子 不学那黏皮带骨 因此起个一名 叫做赵一刀 当下众人饮酒散了 全时歇息 看看天晚 苏之县夫妇都睡了 约至一更十分 闻得船上起身 收拾彭锁 叫苏生问时 说道 将船全靠顺风 趁这一夜风驶去 明早便到南京了 老爷们睡稳 莫要开口 等我自行 那苏之县是北方人 不知水面的勾当 听得这话 就不问他了 却说虚能撑开船头 见风已不顺 正中其意 拽起满棚 到时转向黄天荡去 那黄天荡是急也去处 船到荡中 四网无忌 姚大便去抛铁矛 杨腊嘴把定头舱门口 审胡子首舵 赵三当先提住一口 泼风刀 虚能手指板斧随后 只不叫许用一人 却说苏圣打扑 睡在舱口 听得有人推门进来 便从被窝里 攥出头 向外张望 赵三看得真 一刀砍去 正劈住脖子 苏圣只叫的一声 有贼 又负一刀砍杀 拖出舱口 向水里窜下去了 苏圣的老婆 和一睡在那里 听得嚷 摸将出来 也被徐能一腹劈倒 姚大点起火把 罩的舱中通亮 荒得苏之县 双膝跪下 叫道 大王 姓李分毫不要了 只求饶命 徐能道 饶你不得 局府罩顶门砍下 却被一人拦腰抱住 道 使不得 却变四 秋山逢射指 病毒恶先来 你倒是谁 正是徐能的亲弟徐用 小的众人动弹 不干好事 走进舱来 却好抱住了哥哥 扯在一边 不容他动手 徐能道 兄弟 今日骑虎之事 罢不得手了 徐用道 他中了一场进士 不曾做的一日观 今日结了他财帛 占了他欺小 杀了他家人 又教他刀下身亡 也推罪过 徐能道 兄弟 别是听的你 这一件听不得你 留了他便是祸根 我等性命难保 放了手 徐用月报的紧了 便道 哥哥 既然放他不得 抛在湖中 也得个全尸而死 徐能道 便依了兄弟言语 徐用道 哥哥撇下手中凶器 兄弟方好放手 徐能果然把板斧撇下 徐用放了手 徐能对苏之县道 免便免你一抚 只是松你不得 便将棕蓝捆作一团 如一只浑豚相似 像水面扑通的窜江下去 眼见得苏之县不活了 夫人正是指教的苦 便于跳水 徐能那里容他 把舱门关闭 拨回船头 江鹏扯满 又是转来 原来江湖中除了顶头大逆风 往来都使得鹏 一针至邵伯湖 不过五十余里 到天明 仍到了五霸口上 徐能回家 换了一城监鱼 交管家的朱婆 先扶了奶奶上脚 一路哭哭啼啼 竟到了徐能家里 徐能吩咐朱婆 你好声劝慰奶奶 到此地位 不由不顺从 不要愁烦 今夜若肯从顺 还你终身富贵 强似跟那穷官 说得诚实 重重有赏 朱婆领命 引诸奶奶归房 徐能叫众人 将船中相笼 尽数搬运上岸 打开看了 做六分均分 杀到一口猪 稍利是指 连翁鼻涕 饭包皮 都请将来 做庆贺言喜 徐用心中 甚是不忍 想住 哥哥不忍 到夜来 必然去逼苏奶奶 若不从她 性命难保 若从时 可不坏了她明节 虽在席中 如坐针毡 众人大酒大肉 直吃道夜 徐用心生一计 将大折碗满针热酒 碗内约有金许 徐用捧了这碗酒 到徐能面前跪下 徐能慌忙来掺道 兄弟为何如此 徐用道 夜来传中之事 做兄弟的 唯拗的兄长 必然现怪 若果然不怪 可引兄弟这欧酒 徐能虽是强盗 弟兄之间 道也和睦 只恐徐用疑心 将酒一饮而尽 众人见徐用劝了酒 都起身把斩道 今日徐大哥 娶了新嫂 是个大喜 我等一人庆一杯 此时徐能 七八以醉 欲推不饮 众人道 徐二哥是弟兄 我们一姓 偏不是弟兄 徐能被缠不过 只得每人陪过 吃得鸣顶大醉 徐用见哥哥 坐在椅上打瞌睡 只推出宫 提个灯笼 走出大门 从后门来 门却锁了 徐用从墙上 跳进屋里 将后门锁裂开 取灯笼藏了 厨房下两个丫头 在那里烫酒 徐用不顾 进到房前 只见房门掩住 里面说话声响 徐用侧耳而听 却是诸婆 劝正夫人成亲 正不知劝过 极多言语了 正夫人不允 只是提哭 诸婆道 奶奶既利益不顺从 何不就船中 寻个自荐 今日到此 那里有地孔钻去 正夫人哭道 妈妈 不是奴家贪生怕死 只为有九个月 身孕在身 若死了不打紧 我丈夫就绝后了 诸婆道 奶奶 你就生下儿女来 谁容你存留 老身又是傅导家 坐步的成英处旧 也是枉然 徐用听到这句话 一脚把房门踢开 吓得正夫人魂不附体 连诸婆也都慌了 徐用道 不要忙 我是来救你的 我哥哥已醉 乘此机会 送你出后门去逃命 一日相会 须记得不干我徐用之事 郑夫人叩头称谢 诸婆因说了半日 也十分可怜 郑夫人 情愿与她作伴逃走 徐用身边 取出十两银子 赋予诸婆做盘缠 引二人出后门 又送了她出了大街 嘱咐 小心在意 说罢 自去了 好似 堆碎玉龙飞采凤 撤开金锁走文龙 单说 朱婆与政夫人 寻思黑夜 无路投奔 信不而行 只捡辟 近处走去 顾不得 邪功不窄 约行十五六里 苏奶奶心中啄忙 倒也不怕脚痛 那朱婆 却走不动了 没奈何 彼此相扶 又挨了十余里 天还未明 朱婆与 有歌契级的正后 走了许多路 发传起来 道 奶奶 不是老身 有始无终 其实寸不难移 恐怕反拖累奶奶 且喜天色微明 奶奶前去 好寻个安身之处 老身在此处 屠路还熟 不消挂念 郑夫人道 奴家患难之际 只得相瞥了 只是妈妈欲助他人 羞得漏了奴家消息 朱婆道 奶奶尊便 老身不误你的事 郑夫人才回转得身 朱婆叹口气想道 没处安身 索性做个干净好人 望住路旁有口一紧 将一双旧鞋脱下 投紧而死 郑夫人眼中流泪 只得前行 又行了十里 共三十余里之城 坚决父统难忍 此时天色江明 望见路旁有一毛鞍 齐门上壁 郑夫人叩门 意欲借安中暂谢 安内答应开门 郑夫人抬头看见 惊赏家经 想道 我来错了 原来是僧人 闻得南边和尚们 最不学好 躲了强盗 又撞了和尚 却不晦气 千死万死 左右一死 且进门观其动静 那僧人看见郑夫人风姿福色 不像个以下之人 甚相敬重 请入静时问讯 续话起来 方知是尼僧 郑夫人方山心定 将皇天荡遇到之事 续了一遍 那老尼姑道 奶奶暂住 即日不妨 却不敢久留 恐怕强人仿之 彼此有损 说有未必 郑夫人腹痛 一阵紧一阵 老尼年于五十 也是半路出家的 小的歇道 问道 奶奶这痛症 倒向要分娩一般 郑夫人道 实不相瞒 奴家怀九个月孕 因昨夜走极了路 肚腾 只怕是分娩了 老尼道 奶奶莫怪我说 这里是佛地 不可污秽 奶奶可往别处去 不敢相留 郑夫人眼中流泪 哀告道 师父 慈悲未本 这十方地面不留 叫奴家更投何处 想是苏门前世夜仲 今日遭此冤劫 不如死休 老尼心辞道 也罢 安后有个侧乌 奶奶若莫处去 全在那侧屋里住下 等生产过了 尽安未迟 郑夫人出于无奈 只得捧住腹肚 走到安后侧屋里去 虽则侧屋 洗得不是个路坑 倒还干净 郑夫人到了屋内 一连激震紧痛 产下一个孩 老尼听得小儿啼哭之声 忙走来看 说道 奶奶且喜平安 只是一见 母子不能病留 若留下小的 我与你托人抚养 你就修住在此 你若要住时 把那小官人弃了 不然佛地中 啼啼哭哭 被人疑心 查得更有 又是祸事 郑夫人左思右梁 两下难舍 便道 我有道理 将自己贴肉穿的一件 罗衫脱下 包裹了孩儿 拔下金钗一股 插在孩儿胸前 对天拜告道 夫主苏云 倘若不该绝后 怨天可怜 遣个好人收养此儿 住坝 将孩儿递于老尼 让他放在十字路口 老尼念声 阿弥陀佛 接了孩儿 走去约末半里之遥 地名大柳村 撇于柳树之下 分明路侧重逢弃 仪式空丧在产衣 老尼转来 回复了郑夫人 郑夫人一痛击死 老尼劝解 自不必说 老尼静了手 向佛前念了血盆经 送汤送水架 看去郑夫人 郑夫人将随身 沾儿手串 尽数解下 送于老尼为赔堂之费 等待满月 静安做了道姑 拜佛看经 过了数月 老尼孔在本地有是非 又引他到荡图县 慈湖老庵中前住 更不出门 不在话下 却说徐能醉了 睡在椅上 直到五谷方醒 众人见主人酒醉 先以各散去弃 徐能醒来 想起苏奶奶之事 走进房看时 却是个空房 连猪婆也不现了 叫丫鬟问时 一个个目睁口呆 对答不出 看后门大开 情知走了 虽然不知去向 也少不得追赶 料他不走南路 必走北路 望辟近处 一直追来 也是天使其然 一静走那苏奶奶的旧路 到一井跟头 看见一双女鞋 原是他先前老婆的旧鞋 认得是猪婆的 一猜到 难道他特地奔出去 到与此地 舍得性命 巴住井兰一望 黑洞洞地 不要管他 再敢一程 又行十余礼 已到大柳村前 全无踪迹 郑玉回身 只听得小孩子哭响 走上一步看时 那大柳树之下 一个小孩 且是生得端正 怀见有金差一股 正不知什么人撇下的 心中暗想 我徐能年近四十 尚无仔细 这不是黄天有眼 赐予我未死 轻轻抱在怀里 那孩儿就不哭了 徐能心下十分之喜 也不想追赶 抱了孩子就回 到的家中 像姚大的老婆 心育一个女儿 未及一月死了 正好皆难 把那一股差子 就做赏钱 赏了那婆娘 教她好生未辱 长大之时 我自看顾你 有失未正 插下墙 微有刺藤 养成如虎子 伤生 凡人不失天功巧 众就扬苗带长城 话分两头 再说苏之县 被强贼 窜入黄天当中 自古道 死生有命 若是命不该活 一千个也休了 只为苏之县后来 还有造化 在水中半尘半幅 直到向水闸边 恰好有个 辉州客船 驳于闸口 客人 陶工业半正 起来撒腻 觉得船底下有物 叫水手 江高摘起 却是一个人 浑身捆腹 心中害义 不知是死的活的 正欲推去水中 有这等意识 那苏之县在水中 近了半夜 还不曾死 开口道 救命 救命 陶工见是活的 慌忙解开绳索 将将汤灌醒 问其缘故 苏之县被戏告诉 被山东王尚书 传家所结 如今带往上司去告礼 陶工是本分生理之人 听得说要与山东 王尚书家打官司 只恐连累 有懊悔之意 苏之县看见颜色变了 怕不相容 便改口道 如今盘废一空 文凭又诗 此身无所着落 唐有安身之处 在做道理 逃功道 先生休怪我说 你若要去告礼 在下不好管的闲事 若只要个安身之处 碧村有个事学 唐肯相救 全住基石 苏之县道 多谢 多谢 陶工取些钱衣服 交苏之县换了 带回家中 这村民虽换作三家村 共有十四五家 每家多有儿女上学 却是陶工做领袖 分派各家轮流供给 在家教学 不放他出门 看官牢记住 那苏之县自在村中教学 正是 为私设寄民人士 全坐知乎者也是 却说苏老夫人在家思念儿子苏云 对赐子苏语道 你哥哥未官 一去三年 咬无阴线 你可念手足之情 亲往南西任所 讨个阴号回来 以为我玄玄之望 苏语领命 收拾包裹 陆路短盘 水路搭船 不择一跃 来到南西 那苏语是朴氏庄家 不知委屈 一静走到县里 直知县退牙 来私宅门口敲门 守门造立即忙拦住 问 是慎魔人 苏语道 我是知县老爷亲属 你快通报 造立道 大爷好厉害 既是亲属 可通个名姓 小人好传云版 苏语道 我是苏爷的嫡亲兄弟 特地从卓州家乡而来 造立都连打一脆 骂道 见鬼 大爷自信高 是江西人 牛头不对马嘴 正说间 后堂又有几个闲荡的工人 听得了 出来帮兴 骂道 那里来这光棍 打他出去就是 苏语再三分辨 那个听他 正在那里 七张八嘴 东扯西拽 惊动了房内的高支县 看寺宅出来 问甚愿由 苏语听说大爷出牙 睁眼看时 却不是哥哥 以字心慌 只得下跪禀道 小人是北直立桌舟苏语 有亲兄苏云 于三年前 选本县之县 到任以后 杳无音信 老母在家玄望 特命小人不远千里 来到此间 何妻遇了恩相 恩相既在此容忍 必至家兄前任下落 高支县 慌忙扶起 与他作医 看作 说道 你令兄向来不曾道任 吏部指导并故了 又将此缺步于下官 既是府上都莫消息 不是富州 定是遭寇了 若是中途并亡 岂无一人回击 苏语听得哭僵起来道 老母家中悬念 指望你依谨还乡 谁知死的不明不白 叫我如何回复老母 高支县旁观 未免同袍之情 甚不过意 宽慰道 事已如此 足下修的烦恼 且在避置宽住一两个月 代下官差人 四处打听令兄消息 回复未迟 一应路费 都在下官身上 便吩咐门子 于库房取书仪十两 送与苏语未成静 住一名造立 送苏二爷于成皇庙居住 苏语虽成高公美意 心下痛苦 昼夜啼哭 住了半月 忽感疑病 服药不遇 乌乎哀哉 未得兄弟生逢 又见娘而死别 高支县买官亲往并练 听就于庙中 吩咐道士 小心看事 不在话下 再说徐能 自报那小孩回来 教姚大的老婆 做了乳母 养为吉子 苏语道 只愁不养 不愁不长 那孩子长成六岁 聪明出众 取名徐济祖 上学公书 十三岁 经书精通 游祥不脸 十五岁上登科 起身会试 从桌舟经过 走得乏了 下马歇脚 建议老婆婆 面如秋叶 发若银丝 自提一个 瓷瓶向井头挤水 徐济祖上前 与婆婆作医 求一欧清水解渴 老婆婆老眼朦胧 看见了这小官人 清秀可喜 便留她家里吃茶 徐济祖道 只怕老娘府上路远 婆婆道 十步之内 就是老身设下 祭祖真个下马 跟到婆婆家里 建门亭 虽向旧家 甚是冷落 后边房屋都被火焚了 瓦砾成堆 无人收拾 只剩的厅房三间 江土墙隔断 左一间老婆婆 做个卧房 右一间放些破家伙 中间虽则空下 旁边供两个灵位 开写住长儿苏云 刺儿苏语 听侧边是个耳房 一个老婢在内烧火 老婆婆请小官人 于中间坐下 自己陪坐 换老婢 泼出一盏热腾腾的茶 将托盘托江出来道 小官人吃茶 老婆婆看住小官人 目不转睛 不觉两肋交流 徐济祖怪儿问之 老婆婆道 老身七十八岁了 就说错了句言语 料想郎君不怪 徐济祖道 有话但说 何怪之有 老婆婆道 官人遵性 青春几岁 徐济祖续出姓名 年方一十五岁 荆轲侥幸中举 赴经会事 老婆婆屈指暗数了一回 扑素素泪珠滚一个不住 徐济祖也不觉惨然道 婆婆如此哀处 必有伤心之事 老婆婆道 老身有两个儿子 长子苏云 道中近世 直受兰西献饮 十五年前 同住媳妇妇妇 一去咬然 老身又谴慈难 苏云亲往任所体叹 连苏云也不回来 后来文人传说 大小儿丧于江道之首 刺儿墨于兰西 老身痛苦无声 又被林家失火 延烧卧室 老身和这婢子两口 全住这基建屋内 坐以待死 是才偶见郎君面貌 与苏云无二 又刚是十五岁 所以老身感伤不已 今日大色一晚 郎君若不嫌贫贱 在草社全住一晚 吃老身一餐素饭 说罢又哭 徐济祖是个慈善的人 也是天性自然感动 心内道可怜这婆婆 也不忍别去 就啃住了 老婆婆载机煮饭 管带徐济祖 续了二三更的话 就留在中间歇息 次早 老婆婆起身 又留吃了早饭 邻居时依依不舍 在破箱子内 取出一件不曾开折的 罗衫处来相赠 说道 这衫是老身亲手做的 男女衫个做一件 却是一般花样 女衫把羽儿妇穿去了 男衫因打折时 被灯没落下 烧了岭上一个孔 老身贤不吉利 不曾把羽王儿穿 至今老身收住 今日老身献了郎君 就如见我苏云一般 郎君瘦了这件衣服 躺念老身摔目之景 来年春为得地 一锦还乡 是必相反 差人于兰西县 打听苏云 苏云一个实信箭报 老身死意明目 说罢放声痛哭 徐济祖没来由 不觉也掉下泪来 老婆婆送了徐济祖上马 哭尽无趣了 徐济祖不胜伤胆 到了京师 连科中了二甲进士 除寿中书 朝中大小官员 献他少年老成 诸事历练 甚相敬重 也有打听他未娶 情愿赔了钱 送女儿与他作亲 徐济祖未不曾 禀命于父亲 建议推辞 在京两年 未及缺风县市 选受监察御史 拆往南京刷卷 就便回家省清规去 刚好一十九岁 徐能此时已做了太爷 在家中耀武扬威 甚是得志 正合住 古人两句 长江冷眼观螃蟹 看你横行的基石 再说 正是夫人在慈湖尼安 一住十九年 不曾出门 一日照静 觉得旁而非就 善然泪下 想到 杀夫之仇未报 孩儿又不知生死 就是那时有人收留 也不知落在谁手 住居何乡 我如今容貌乔寿 又是倒估打扮 料无人认得 况且吃了这几年 安逸茶饭 定害安中 心中过意不去 如今不免出外脱拨 一来也帮贴安中 二来往一针一路去 顺便打听孩儿消息 常言大海浮平 也有相逢之日 或者天可怜 有尽处人家时德 抚养在彼 母子相会 对他说出根由 教他做个报仇之人 却不了确心愿 当下雨老倪商议停妥 拖了钵鱼 出安而去 一路抄画 到于当图县内 只见沿街搭彩 迎接刷卷御史徐也 郑夫人到一家画斋 其家乃是李正 辞道 我家为接官一事 甚是匆忙 改日来不失霸 却又兼毙一个人家 有女眷贤立在门前观看搭彩 看着倒估 生得十分精致 年也却不慎掌 见话不得斋 便去叫换他 正是闻换 道笔问讯过了 那女眷便严禁中堂 将诉斋款贷 问其来历 正是廖飞贼党 想到 我若隐忍不说 到底终无结果 遂将十九年前苦情 数一数二告诉出来 谁知平后 那女眷的家长扶助 听了半日 心怀不平 转身出来 叫道姑 你受嫩般冤苦 见今刷卷玉使道任 如何不去告状申礼 正是道 小道是女流 又为十字 写不得状词 那家长道 要告状 我替你写 便去买一张三尺三的棉纸 从头至为写道 告状负正是 年四十二岁 戏直立 捉舟集贯 夫苏云 由近世选授浙江蓝锡献饮 与某年相随赋任 陆经一针 阴传漏过载 其其船户 积到徐能 揪火多人 中途杰夫采 谋夫命 又与奸骗时身 世姓逃出 安中前躲 弃今一十九年 沉冤无雪 徐道建在五霸接住 啃气天台捕获政法 生死贤恩 机切尚告 正是收了壮子 作谢而出 走到接官亭 徐玉使正在宁太道 周兵被船中打败 船头上一清如水 正是不知厉害 竟呛上船 管船的急忙拦阻 正是便叫起驱来 徐爷在舱中听见 也是一员一会 偏绝的音声凄惨 叫寻补官接近撞子 同周兵被观看 不看有可 看毕时 虎得徐玉使面如土色 评去从人 思向周兵被请教 这夫人所告 正是老妇 学生遇待不准他撞 又恐在别崖门告礼 周兵被呵呵大笑道 先生大人 正是青年 不知疾变 此事亦有何难 可吩咐寻补官待那夫人 明日查院中审问 到那期间 一顿板子 将那妇人敲死 可不觉了后患 徐玉使起身相谢道 成叫了 辞别周兵被 吩咐了寻补官说话 压那告状的妇人 明早带进衙门面审 当下回查院中安歇 一夜不睡 想到 我父亲今年未到 这妇人所告 或是真情 当先劫财杀命 今日又将妇人打死 却不是怨上家冤 若是不打杀他时 又不是小可厉害 默然又想起 三年前 周周遇见老玉 说儿子苏云被强人所算 想必就是此事了 又想到 我父亲劫掠了一生 不知造下许多怨业 有何应得 积下儿子科蒂 我记得小时上学 学生中常笑 我不是亲生之子 正不知 我此身从何而来 此事除非奶公 姚大知其背戏 心生遗迹 写就一封家书 书中道 道任盲促 不及回家 特地迎接 附书诸亲 南京衙门相会 路上伐人服侍 可先差奶公 姚大来当土 采石意 莫武 莫武 此日开门 姜家书吩咐成岔 送到一针五霸街上 大爷钦差 寻补官代正事进雅 徐济祖献了那正事 不由的心中惨然 略问了几句言语 就问道 那妇人有儿子没有 如何自家出身告状 正是眼中流泪 江安中产 并罗山包裹 和金钗一股 流于大柳村中始末 又被戏说了一遍 徐济祖 委决不下 吩咐正事 你且在安中暂住 待我查访 强盗住时 再来换你 正是败歇去了 徐济祖骑马 到彩石意柱下 等得奶公姚大道来 日间无话 直至黄昏身后 换姚大志与卧榻 将好颜抚慰 问道 我是谁人所生 姚大道 是太爷生的 再三盘问 只是如此 徐爷发怒道 我是他生之子 背戏都已知道 你若说得明白 念你妻子如不知恩 免你本身一道 若不说之时 发你在本县 先把你活活敲死 姚大道 时是太爷亲生 小得不敢说谎 徐爷道 黄天荡打劫苏枝县一事 难道你不知 姚又不肯明眼 徐爷大怒 便将献票一幅 写下姚大名字 发去荡图献 打一百讨气绝脚 姚大剑签了献票 助了忙 连忙磕头道 小得愿说 只求老爷 莫在太爷面前泄露 徐爷道 凡事由我做主 你不须惧怕 姚大岁将打劫苏枝县 谋苏奶奶为妻 集大柳树下 使得小孩子回家 叫老婆接奶 背戏说了一遍 徐爷又问道 当初果身有罗山一见 又有金钗一股 如尽可在 姚大道 罗山上染了血迹 喜不净 至今和金钗留在 此时徐爷心中已自了然 吩咐道 此事只可你我二人知道 明早打发你回家 取了钗子 罗山 星夜到南京衙门来见我 姚大领命自去 徐爷次早 一面拆官 江盘缠银两好生 接取慈狐安正道姑 到京中来献我 一面发牌启程 往南京道任 正是 少年磕地荣如锦 欲使威名猛四雷 且说苏云之县 在三家村教学 想起十九年前之事 老母在家 阴性隔绝 七房正是怀孕在身 不知生死下落 日夜幽黄 将此情告知陶公 遇到一针寻访消息 陶公苦劝安命 莫去惹事 苏云成清明日各家 出去扫墓 乃写一泄铁 留在血管之内 寄写陶公 收拾了笔墨出门 一路卖字卫生 行至长州列地庙 日晚投诉 梦见列地庙中 灯竹辉煌 自己败倒囚签 签与云 陆地安然水面凶 一林秋夜遇狂风 要知骨肉团圆日 只在金陵志府中 武庚醒来 记得一字不忘 自家暗节道 江中被盗御旧 在山中住这几年 首居陆地安然水面凶 已自应了 一林秋夜遇狂风 应了骨肉纷飞之下 难道还有团圆日子 金陵是南京地面 御史衙门 后卫之府 我如今不要往一针 竟到南都御史衙门告状 或者有深渊之日 天明起来 拜了神道 淘气一条 若该往南京 其次圣条 治下果然是个圣条 苏公欢喜 出了庙门 直至南京 写下一张词状 到草江御史衙门 去出告 状云 告状人苏云 直立桌州人 田中某科进士 初选兰西之县 邪家赋任 行至一阵 或因周漏 众故山东 王上书家传之过载 其妻周子徐能 徐用等 冠于江阳打劫 夜半遗传辟出 赋云抛水 幸遇救免 教授虎口 行礼一空 妻仆不知存亡 世幻养道 飞天墨角 上告 那曹江临御史 正是苏爷的童年 看了状词 甚是怜悯 即刻行个文书 知会山东俯案 着落王上书身上 要强盗徐能 徐用等 刚刚发了文书 刷卷御史徐记组来拜 曹苑偶然续集此事 徐记组有心 别了曹苑出门 及时叫听事官 将曹苑差人 换到本苑衙门 有话吩咐 徐也回衙门 听事官换到曹苑差人 进衙磕头 禀道 老爷有何吩咐 徐也道 那王上书传上强盗 本苑已知一二 今本苑赏你盘战一二两 你可暂停两三日 待本苑换你们时 你可便来 管你有处击拿真赃真道 不需到山东去得 差人领命去了 烧情 门上通报太爷道了 徐爷出营 就有局级之意 想著 养育教训之恩 本苑也要分明 今日且进个礼术 当下差官往河下 接取道牙 原来徐能 徐用起身时 连这一班同伙赵三 翁鼻涕 羊辣嘴 饭包皮 沈胡子 都倚仗通家兄弟面上 备了百经贺礼 一起来庆贺徐也 这是天使其然 自来投死 姚大仙进牙磕头 徐也交请太爷 二爷道牙 扑沾拜见 徐能端然而受 次要拜徐用 是用敌死推辞 不肯要徐爷下拜 只是常依 赵三等一伙 向来在徐能家 把徐继组当作子侄之辈 今日高官险要 时事不同 赵三等口称御史公 徐继组口称高亲 两下宾主相见 备犯款待 这晚 徐继组在书房中 密换姚大 讨他的金钗 及代写罗珊看了 那罗珊花样与 卓州老婆婆所赠无二 那老婆婆又说 我的面旁与他儿子一般 他分明是我的祖母 那慈乎安中道姑 是我亲娘 更喜我也不死 现在此间告状 骨肉团圆 再此一举 此日 大牌炎宴在后堂 款待徐能一伙欺人 大吹大雷借饮酒 徐也只推公物 独自出堂 先教聚集民状快手五六十人 安排停当 听后本院徽山卫号 一起进后堂 勤拿七道 又换操院公差 快快请告状的苏爷 到行门相会 不一时 苏爷到了 一见徐也便要下跪 徐也双手扶住 彼此站立 问其情节 苏爷含泪而语 徐也道 老先生修得愁烦 后堂有许多贵相知在那里 请去认一认 苏爷走入后堂 一者此时 苏爷轻衣小茂 二者年远了 三者出其不意 徐能等已不认的苏爷了 苏爷时刻在念 倒也还认得这般人的面貌 看得仔细 赤了一惊 倒身退出 对徐也道 这一般人 正是传中的强盗 为何在此 徐也且不回话 举扇一挥 五六十个做工的蜂拥而入 将徐能等七人 一起捆腹 徐能大叫道 既祖孩 救我泽个 徐也骂道 死强盗 谁是你的孩 你认得这位 十九年前 苏芝县老爷模 徐能就骂徐用道 当初不听无言 只叫他全尸而死 今日毁之何己 又叫姚大厨来对证 个个无言 徐也吩咐寻补官 将这八人 与我一总发奸 明日本院自备文书 送到操院衙门去 发放已闭 吩咐关门 请苏爷附入后堂 苏爷看见这一伙强贼 都在酒席上擒拿 正不知甚魔异骨 方玉带请问明白 然后叩谢 只见徐也将一张交椅 至于面难 请苏爷上座 那头便拜 苏爷慌忙扶住道 老大人肃无一面 何须过千如此 徐也道 于难一向不知父亲踪迹 有失营养 忘起数不孝之罪 苏爷还说道 老大人不要错了 学生并无儿子 徐也道 不孝就是爹爹所生 如不信时 有罗山未证 徐也先娶周周老婆婆 所赠罗山 帝与苏爷 苏爷认得 岭上灯煤烧孔道 此山乃老母所致 从何而得 徐也道 还有一件 又将写字的罗山 即金钗取来 苏爷观看 又认得 此钗乃无期首饰 缘何也在此 徐也将周周遇见老母 即采石义中道姑告状 并摇大招出情有 背戏说了一遍 苏爷方山醒悟 抱头而哭 事有凑巧 这里恰才父子相认 门外传谷报道 此乎观音案中 正道姑已换道 须爷忙 交请进后堂 苏爷与奶奶别了 一十九年 到此重逢 苏爷又隐孩 拜见了母亲 痛定思痛 夫妻母子 哭作以堆 然后打扫后堂 重排个庆贺言席 正是 树老抽之众茂盛 云开见月北光明 次早 南京五府六部六科十三道 即府县官员 闻之徐也 骨肉团员 都来拜贺 曹江御史 将苏爷所告状词 奉还徐爷 听其自审 徐爷别了列位官员 吩咐手下 取大毛板伺候 于间中调出重道 一个个脚镣手扭 跪于阶下 徐爷在徐家生长 以熟知这般凶屠杀人劫财 非止一事 不消拷问 只有徐用平西多曾建训 且苏爷夫妇 都受他活命之恩 叮嘱儿子要出托他 徐爷一笔出托了他 赶出衙门 徐用败谢而去 山东王尚书 调远无竿 不须推揪 徐能 照三手扼 打八十 杨拉嘴 沈胡子 在船上帮助 打六十 姚大虽也在船上出奸 其妻有如补之恩 羽翁鼻涕 饭包皮 各支打四十板 虽有多寡 都打得皮开肉绽 鲜血泵流 姚大受痛不过 教导 老爷亲循免小人一刀 如何失信 徐爷又免他十板 只打三十 打完了 吩咐收剑 徐爷退于后堂 请命于父亲 草下表彰 将此段情由 拒走天子 先行出信 改名苏太 取否吉太来之意 次要将诸贼不识处决 各贼家财 何行及眉卫 编处之用 表伟又说 臣妇苏云 二甲出身 义官未复 十九年患难之余 患情已淡 臣祖母年于八智 独居故里 未知存亡 臣年十九未取 祭祀无望 恳起天给嫁 从臣妇暂归卓州 省清归取 云云 奏章已发 此时徐济祖 已改名苏太 将新名写帖 便拜南京各衙门 又写年纸帖子 拜谢了 曹江林玉士 又记住 祖母言语 写书差人 往南西县 查问苏宇下落 南西县差人 先来回报 苏二爷十五年前 曾到 因得病身死 高知县并练 官继在 城隍庙中 苏爷父子痛哭一场 急差的当人 寄了盘费银两 重到南西 与水路 故传装在 二爷灵鹫 回卓州祖坟安葬 不一日 奏章准了下来 一一一准 仍封苏太 为御史之职 亲赐父子 迟疑还乡 行不请苏爷 父子同林法场间 斩诸道 苏太 欲先吩咐狱中 将姚大一死 权尸也算免其一道 徐能叹口气道 我虽不曾与苏奶奶成亲 做了三年太爷 死亦甘心了 各道面面相去 严谨受死 但谢 两声破骨响 一棒碎罗鸣 奸斩官如十殿阎王 贵子手似飞天罗沙 刀斧劫来财帛 万事皆空 江湖使尽英雄 一招环报 森罗殿前 各个进京凶鬼志 阳间地上 人人都庆贼人亡 在仙上本时 便有文书之 慧阳州府官 宜甄县官 江强道六家 欲先赶出人口 封锁门户 纵有金宝如山 都伪官物 家家女哭而提 人离财散 自不必说 只有姚大的老婆 原是苏玉使的乳母 一步一枯 到南京来求 建玉使老爷 苏玉使因有 如补之恩 况且丈夫已经正法 罪不及奴 幼孔奶奶伤心 不好收留 把五十两银子 赏她为终身养生 送死之资 打发她随便安身 京中无事 苏太爷辞了 年兄林操江 玉使公别了个官 骑马 前站打两面金字牌 一面写住 奉旨省亲 一面写住 亲赐归去 骑帆鼓吹 毫不齐整 闹嚷嚷地 从扬州 一路而回 道经一针 苏太爷甚是伤感 郑老夫人 又对儿子 说起 猪婆投井之事 又说 亏了 安中老迷 玉使公差 地方访问 一景 居民有人说 十九年前 是曾有个死尸 浮于景面 众人捞起三日 无人时任 只得脸钱买官圣链 埋于左近一箭之地 地方回复了 玉使公备了纪礼 及纸钱明定 拆官到一景坟头 通明至迹 又将白金白两 送予安中老迷 令封白银十两 赴老迷起见道场 超度苏二爷 朱婆 及苏圣夫妇亡灵 这叫做 以之报怨 以德报德 苏公父子 亲往 蔫香拜佛 诸事已毙 不一日行到 山东临清 头战先道度口意 惊动了地方上一位相患 那人姓王明贵 官拜一品尚书 告老在家 那徐能懒得 山东王尚书传 正是他家 徐能到情发了 操院拿人 闹动了一针一线 王尚书的小夫人家属 恐怕连累 都搬到山东 依老尚书居住 后来打听的苏玉使审明 传遂尚书府水牌 只是租赁 王府并不知情 老尚书甚是感激 今日献了头刑 亲身在渡口意迎接 献了苏公父子 满口称谢 设席款待 席上问及 徐使公亲赐规取 不知谁家老仙儿的宅卷 素云答道 小儿尚未责骗 王尚书道 老夫有一抹唐幼女 年方二八 才貌颇撑 唐蒙徐使公不弃老朽 老夫怨劫斯罗 苏太爷 谦让不遂 只得一月 就于林卿赞助 则即行聘成亲 有失未正 月下赤绳曾满足 何须设中却平目 当初恨杀上书传 谁想上书位眷属 三朝以后 苏公便欲动身 王尚书苦留 苏太爷道 久别老母 为之存亡 归心已如见义 王尚书不好耽搁 过了七日 背下千金庄帘 别起驸马 宋小姐随夫 衣锦还乡 一路无话 到了浙州故居 且习老夫人 尚然轻见 见儿子媳妇 俱已半老 不觉感伤 又见孙儿 就是向年 集水所欲的郎君 欢喜无限 当初只恨无子 今日一且有孙 两代甲科 仆从慎重 旧居火焚之余 安顿不下 暂戒察远居住 起见玉使地 浮现都来助攻 真个是不日成之 苏云在家 奉养太夫人 直至九十余岁方中 苏太立官制作唐渡玉使 夫人王氏 所生二子 将次子承继 为苏宇之后 二子拒登地 至今 屡历中传说 苏之县报冤唱本 后人有诗 月黑风高浪费扬 黄天荡礼贼猖狂 平碑往复接天礼 那见凶人寿命长 第十二卷 梵秋双镜重圆 连卷水西楼 异曲心腔唱打游 肃雨眠云年少梦 秀欧 且晋升前九一炸 明日又登周 却指今宵是旧游 同是他相伦落荣 羞愁 月子弯弯照几周 这首词未沟 乃借用吴歌成语 吴歌云 月子弯弯照几周 姬家欢乐 姬家潮 樊家夫妇同罗丈 姬家飘散在他周 此歌山自南宋 渐言年间 庶民间离乱之苦 只为宣和施政 好宁专权 研制靖康 金鲁灵城 鲁了灰漆二帝北去 康王尼玛渡江 弃了汴京 偏安一语 改元渐言 其实东京一路百姓 惧怕打鲁 都跟随车架难度 又被鲁齐追赶 冰火之际 东逃西朵 不知拆散了几多骨肉 往往父子夫妻 终身不负百姓 其中又有凡个散而复合的 民间把做新闻传说 正是 渐气分海河 河珠岁复原 万般皆是命 半点尽游天 话说陈周存 一人姓徐明信 自小学得一身好武艺 娶妻崔氏 颇有咳嗽 家世丰裕 夫妻二人正好过活 却被金兵入寇 二帝北迁 徐姓贡崔氏商议 此地安身不劳 收拾戏软家财 打坐两个包裹 夫妻个背了一个 随着众百姓小夜奔走 行至于城 只听得背后喊声震天 知道阳鲁追来 却原来是南朝 事败的溃兵 只因五倍九持 均无纪律 叫他杀贼 一个个胆寒心害 不战自走 极致欲助平民 强鲁财帛鱼女 一般会场威药武 徐姓虽然有三分本事 那溃兵如山而至 寡不敌人 舍命奔走 但文四也豪哭之声 回头不见了催事 乱军中无处寻觅 只得前行 行了数日 背了口气 没奈何 只锁罢了 行到丈阳 度中饥渴 上一个村店 买些酒心 原来离乱之时 店中也不比往昔 没有酒卖了 就是饭 也不过是粗眼之物 又怕众人抢夺 交了足钱 方才取出来与你冲击 徐姓正在树前 猛听得有妇女悲气之声 是不关心 关心者乱 徐姓去不树前 急走出店来看 果见一夫人 单一捧手 路坐石地上 虽个是自己的老婆 年貌也相仿佛 徐姓动了个侧隐之心 以己夺人 道 这夫人想也是遭难的 不免上前问其来历 妇人诉道 奴家乃郑州上市 小字禁奴 随夫必兵 不亦中途奔散 奴孤身被乱军所掠 行了两日一夜 道于此地 两脚聚种 寸步难移 贼徒剥取衣服 弃奴于此 一旦时缺 拘目无亲 欲寻死路 故此悲弃耳 虚心道 我也在乱军中不见了妻子 正是同病相怜了 身边幸有盘缠 娘子不落全时 在这殿里住几日 江西贤体 等在下探问 惊奇消耗 就便防取尊人 不知娘子意下如何 妇人收累而泄道 如此甚好 徐姓解金包裹 将基建衣服 与妇人穿了 同他在殿中 吃了些饭食 借半间房子 做一块安顿 徐姓阴阴勤勤 每日送茶送饭 妇人感激美意 料到寻服访妻 也是难事 今日一带一寡 一是天元 热肉相凑 不客人不成就了 又过数日 妇人脚不痛了 徐姓和她做了一对夫妻 上路直到健康 正值高宗天子 男度即位 改缘建言 出榜昭君 徐姓去冲了个军校 就于健康城中居住 日月如流 不绝是 建言三年 一日 徐姓同期城外 访亲回来 天色已晚 妇人口渴 徐姓引到一个茶寺中吃茶 那寺中先有一个汉子坐下 见妇人入来 便立在一边偷看那妇人 目不转睛 妇人低眉下眼 那个在意 徐姓甚已未怪 烧情 吃了茶 含了茶前出门 那汉又远远相随 笔记到家 那汉还站在门手 依依不去 徐姓心头火起 问道 什么人 如何亏据人家的妇女 那汉拱手谢罪道 尊兄休怒 某有一言奉寻 徐姓分气上未惜 答应道 有什么话就讲罢 那汉道 尊兄躺不见则 权戒一步 某有实情告诉 若还称怪 某不敢言 徐姓果然相随 到一个僻静巷里 那汉林玉开口 又似有难言之状 徐姓道 我徐姓也是个慷慨丈夫 有话不妨禁言 那汉方山敢问道 是财富人是谁 徐姓道 是京妻 那汉道 娶过几年了 徐姓道 三年已 那汉道 可是郑州人 姓王小字尽奴魔 徐姓大惊道 足下何以知之 那汉道 此父乃无之妻也 因兵火失散 不亦落于军手 徐姓文言 慎楚楚不安 将自己余成失散 到隋阳村殿 欲献此父使墨 细细竖了 当时时事连他孤身无矣 出不晓得是尊奸 如知奈何 那汉道 足下修夷 我已别取魂家 旧日抗力之盟 不必再提 但苍茫拆开 未及一言分别 躺得赞会一面 叙述悲苦 勿意无恨 徐姓一决心中凄惨 说道 大丈夫复心彭照 何处不可通情 刀日在设下相后 足下既然别取 可携心间同位 做个亲戚 术于林立耳目不爱 那汉欢喜败谢 临别 徐姓问其姓名 那汉道 无乃郑州列郡青 是也 事业 徐姓抗对公进奴 树其原由 禁奴思想 前夫恩义 暗暗偷累 一夜不曾合眼 到天明 灌树方毕 列郡青夫妇二人到了 徐姓出门相迎 陷了郡青之妻 彼此惊骇 各行复枯 原来郡青之妻 却是徐姓的魂家催事 自于成夫散 寻丈夫不住 却随个老抠同志健康 解下随身达尔 令房居住 二个月后 账大并无消息 老玉说他终身不了 与他未媒 嫁与列郡青 谁知今日一双两对 恰恰相逢 真个天元凑巧 彼此个任旧日夫妻 相抱而哭 当下徐姓岁与列郡青八败未交 至久相待 至晚将妻子对转 各还其旧 从此通家往来不绝 有失未证 夫患七夕妻患夫 这场交易好糊涂 相逢总是天功巧 一笑灯前任雇武 此段后题做交互姻缘 乃建言三年建康城中故事 同时又有一 是叫做双镜重圆 说来虽没有十分蹊跷 论起大义复节 有关风化 倒还胜四几倍 正是 话须通俗方传远 与必观风使动人 话说南石建言四年 关西一位官长 姓吕明忠许 直受福州奸税 此时七敏之地 尚然全胜 忠许带领家眷赋任 一来福州平山赋海 东南都会公树之邦 二来中原多士 可以避难 于本年启程 到次年春间 打从建州经过 于帝志说 建州避水单山 为东敏之圣地 今日合住了古语两句 洛阳三月花如锦 骗我来时不遇春 自古冰花二字相连 全鲁渡河 两者都被他残破 敏帝不遭冰火 也就遇个荒年 此乃大树 话中单说 建州饥荒 斗米千钱 民不聊生 却为国家正值用兵之计 两脑要紧 官府只顾摧之 顾不得民穷才尽 长言巧惜 富主不得没米粥 百姓既没有钱粮交纳 又比官府边达夫勒 尽受各过 二两两 逃入山间 相聚未到 舍无头而不行 就有个草头添了出来 此人姓范名辱味 仗义直言 旧民水人 群道从之如流 孝聚至十余万 无非是风高放火 月黑杀人 无良同恶 得肉均分 官兵抵挡不住 连败数战 范辱味碎聚了建州城 自称元帅 分兵四处超略 范氏门中子弟 兜售伟号 做领兵官将 汝魏族中有个侄儿 名唤范西州 年二十三岁 自小西得建本事 能使水建 扶得在水底三四昼夜 因此起个一名 换作范秋 元氏独书君子 功名未旧 被范汝魏所逼 凡族人不肯从他喂乱和 先将斩守势众 西州贪了性命 不得已 而从之 虽在贼中 专以方便救人喂物 不作劫略勾当 贼党见他几时未缩 就他秋儿的外号 改作范芒秋 是小他而用的意思 再说 吕中许有个女儿 小名顺歌 年方二八 生得容颜轻利 情性温柔 随着父母福州之任 来到这剑州相近 正欲助犯贼咬游兵 劫夺行李财博 将人口赶得三零四散 吕中许失散了女儿 原处寻觅 皆探不一回 指索赴前去了 单说顺歌脚小事恶 行走不动 被贼兵掠进剑州城来 顺歌啼啼哭哭 犯西州中 图剑而连之 问其家门 顺歌自絮乃是患家之女 西州岁赤开军事 亲姐其父 刘志家中 将好严辅畏 素以钟情 我本非反贼 被族人覆破在此 他日受了朝廷招安 仍作良民 小娘子若不弃悲来 结位眷属 三生有幸 顺歌本不愿相从 落在其中 出于无奈 只得徐允 此日西州禀之贼手 范乳魏 乳魏亦甚喜 西州宋顺歌于公馆 贪战那片 西州有祖传定境 乃是两境和善的 清光照彻 可开可合 内住成鸳鸯二字 名为鸳鸯宝镜 用为聘礼 便请范氏宗族 花竹成婚 一个是衣冠就义 一个是法月明媚 一个儒雅风仪 一个温柔冲格 一个纵居贼党 风云之气未衰 一个虽作求福 金玉之姿不改 陆林此日称家客 红粉金箫配吉人 自此夫妻和顺 相敬如宾 自古道 瓦冠不离井上破 范汝魏造下弥大人罪 不过成朝前有事 兵力不及 其其名将张迅 岳飞 张骏 张荣 吴九 吴林等 屡败金人 国家粗定 高宗不顶临安 改元绍兴 十年冬 高宗命韩进土会 适中的 统领大军 石灯前来逃捕 范汝魏 岂是韩公敌手 只得必成自首 韩公驻常违已困之 原来韩公与吕中许 先在东京有旧 今番韩公统兵 征脚反贼 知吕公在福州 魏奸税官 避之闽中 人情尚俗 其时将率专征的 都带有空头赤 欲有地方人才 听听田赤伟用 韩公遂用吕中 用力军中都提下 同驻建州城下 指挥公违之士 城中日夜豪哭 范汝魏姬便要夺门而出 都被官军杀毁 使慎危机 顺歌向丈夫说道 妾文忠臣不是二军 列女不更二夫 妾被贼军所掠 自恃必死 盟军就拔 遂为军家之父 此身乃军之身矣 大军临城 其事必破 成继破 则军乃贼人之亲党 必不能免 妾愿先军而死 不忍建军之旧路也 引床头立剑 便于自吻 西州慌忙抱住 夺取奇刀 安慰道 我现在贼中 原非本意 今无忌自明 武弹巨坟 已复之于命了 你是患家儿女 鲁杰在此 与你何干 韩元帅部下将士 都是北人 你也是北人 言语相合 启元相取之情 或有亲就相逢 婉转文之于令尊 骨肉团圆 尚不绝望 人命至重 岂可无异而就死地乎 顺歌道 若果有再生之日 妾是不再嫁 便恐被君孝所掳 妾宁死于刀下 绝无尸节之理 西州道 成娘子智节自许 无死亦名目 万一位漏网之鱼 苟言残喘 一是愿终身不娶 以达娘子今日之心 顺歌道 鸳鸯宝静 乃是君家行聘之物 妾与君共分一面 牢藏在身 他日此境重圆 夫妻在何 说吧 相对而畏 这是绍兴元年冬 十二月内的说话 到绍兴二年春正月 韩宫将建州成功拓 范汝未情急 放火自焚而死 韩宫恕黄旗 昭安于党 只有范氏一门不设 范氏宗族 一半死于乱军之中 一半被大军擒货 陷赴临安 顺歌见势头不好 料到西州必死 慌忙奔入一间荒屋中 解下罗帕字役 正是 明位短命全真鬼 不作偷生施戒人 也是杨寿卫中 恰好都提侠 吕中牛领兵过去 剑破屋中有人自艾 急换军孝解下 尽前观之 正是女儿顺歌 那顺歌死去众苏 半想方能言语 父子重逢 且悲且喜 顺歌将贼兵鲁杰 及泛西州就取成亲之事 竖了一遍 吕提侠漠然无语 却说韩元率平了建州 安民已定 同吕提侠回临安面军奏凯 天子论功声赏 字不必说 一日 吕公与夫人商议 女儿青年无偶 终事不了之事 两口双双地来劝女儿改嫁 顺歌术与丈夫交世之言 坚毅不肯 吕公骂道 好人家儿女 嫁了反贼对无奈 天性死了 出脱了你 你还想他怎么 顺歌含泪而告道 范家郎君 本是独书君子 为族人所逼 实非得已 他虽在贼中 美行方便 不做伤天理的事 倘若天公有眼 此人必脱虎口 大海浮平 或有相逢之日 孩儿如今情愿奉道在家 饰养二亲 便终身守寡 死而不愿 若必遇孩儿改嫁 不如容孩儿自尽 不见未完结之父 吕公见他说出一般道理 也不去逼他了 光阴四见 不觉已是绍兴十二年 吕公内官至都统治 领兵在丰州镇首 一日 广州首将差指使贺诚信 放了公蝶 到丰州 将领司投地 吕公言于厅上 问其地方之事 续活良久方去 顺歌在后堂连中窃窥 等吕公人牙 问道 是才责公蝶来的何人 吕公道 广州指使贺诚信也 顺歌道 奇怪 看他言语行步 好似建州范家郎君 吕公大笑道 剑州城破 凡姓范的都不设 只有再死 那有再活 广州拆官自姓贺 又是朝廷命官 并无分毫前惹 这也是你妄想了 世界闻之 岂不可笑 顺歌被父亲抢白了一场 满面修剑 不敢再说 正是 只为夫妻情爱重 致令父子与参叉 过了半年 贺诚信又有军蝶凤叉到 吕公衙门 顺歌又从连下窥视 心中怀疑不已 对父亲说道 孩儿今已离尘凤道 其父有儿女之情 但在三阳神广周姓贺的 酷似范郎 父亲何不照之后堂 赐以九识 从容寇之 范郎小明秋儿 昔年在围城中情之必败 有冤殃境 各分一面 以为表记 父亲呼其小明 以此净视之 必得其真情 吕公应成了 次日 贺诚信又进雅岭回 吕公研至后堂 至日久相款 饮酒中间 吕公问其相冠出身 诚信言语之无 似有修辩之色 扎道 秋儿非足下别好呼 老夫以尽之矣 但说无妨也 诚信求吕公平去左右 急忙下跪 口称死罪 吕公用手搀扶道 不须如此 诚信方感图胆 轻信告诉道 小将建州人 实姓范 建言四年 宗人范汝 未删又积民 据成为判 小将陷于贼中 实非得已 后因大军来讨 攻破成他 贼之宗族 进阶诸禄 小将因平息好行方便 有人救护 遂改姓名为何成信 出九昭安 绍兴五年 拨在岳绍宝部下 随征洞庭湾贼阳摩 岳家军都是西北人 不惜水战 小将男人 又通水性 能拂水三昼夜 所以有饭秋二之号 岳绍宝 亲选小将为前锋 美战当先 碎平摩贼 岳绍宝 见小将之功 得受军职 累任至广州职使 大年来未曾谢之他人 令继承军监 不敢隐晦 吕宫又问道 令如人何姓 是结发还是再娶 诚信道 在贼中时 曾获一患家女 哪知未妻 余年成破 夫妻各分散逃走 曾相约 苟存性命 大不可娶 父不再嫁 小将后来到信州 一巡的老母 至今母于相依 只出一粗壁吹意 未曾娶妻 吕宫义问道 足下与先如人相约时 有何未继时 诚信道 有鸳鸯宝静 何之未一 分之未二 夫妇各留一面 吕宫道 此境尚在佛 诚信道 此境朝夕随身 不忍少离 吕宫道 可借一官 诚信揭开一诀 在紧裹肚细带上 解下个绣囊 囊中藏住宝镜 吕宫取官 遂于绣中 一曲一镜何之 眼如生成 诚信线 竟符合 不觉悲弃奸生 吕宫感其精益 亦不绝泪下 道 足下所取 即无女也 无女线在衙中 遂隐诚信至中堂 与女儿相见 各各大哭 吕宫解劝了 风仆庆贺言席 事业急留 诚信于衙门歇宿 过了数日 吕宫将回文打发女婿起身 急令女儿相随 到广州任所同居 后一年 诚信人满 将赴临安 又领七顺歌 同过丰州 败别吕宫 吕宫备下千金装茶 拆官护送 诚信到临安 自量前世年远 无人推波 不可使范氏无后 乃打通 撞到礼部 负姓不负起 改名不改姓 叫做范成姓 后类官至两怀目守 夫妻偕老 其冤阳二净 子孙是传位至宝云 后人评论 范秋儿在逆党中 聂而不资 好行方便 救了许多人性命 今日死里逃生 夫妻在何 乃因得 积善之报也 有失未正 十年分散天边乌 一旦日圆敬礼渊 莫道尊凭偶然风 总由因得感皇天 第十三卷三线身 包龙图断渊 甘罗发枣子牙齿 彭祖言 回首下棋 范丹萍穷实重复 算来都是纸争史 话说大宋元又年问 一个大长大清 姓陈明亚 因打张子后不忠 除坐江东留守安府时 兼至建康府 一日与人观艳于临江亭上 胡听得亭外 有人教导 不用五行求助 能知祸福兴衰 大清问 圣人敢出此语 众官有曾认的 说道 此乃金陵术士 边因大清丰富 与我叫来 及时叫至门下 但现破冒无言 蓝履依据 双然令母 欧窝行驱 边踢手 斜接丈人来 长一一声 摸住戒言便坐 大清怒道 你既令母 不能观古圣之书 折感轻五行而自高 边令道 某善能听见赤声之进退 闻些屡响便死声 大清道 你恕果厌否 说言未了 县大江中话传一支 鲁生督闸 自上流而下 大清便肩便替 主和哉服 大言 鲁生待哀 周中必在大观之丧 大清潜人训间 果是之林将军李郎中 在任生故 载灵书归乡 大清大经道 使汉东方硕复生 不能过辱 赠酒十尊 银十两 浅之 那边曾能听鲁生之灾福 今日且说个卖卦先生 姓李明杰 是东京开封府人 去冲州府 奉府县前 开个补寺 用金纸弧柱 一把大阿宝剑 底下一个招 写道 斩天下 元学同生 这个先生 果是阴阳有准 精通 周易 善辩六王 瞻前相便是天文 官地里明知风水 五星身小 绝集凶 祸福如神 三命密谈 断成 败姓 衰四线 当日挂了招 只限一个人 走江进来 怎生打扮 单线 果被细带头巾 灼上两领造衫 腰间细条丝掏 F面住一双 前鞋镜袜 袖里戴住 一轴文字 那人和金剑先生 相依罢 说了年月日时 纳下挂子 只剑先生道 这命算不得 那个买挂的 却是奉府县里 第一名雅思 姓孙明文 问道 如何不与我算这命 先生道 尚服尊官 这命难算 雅思道 怎地难算 先生道 尊官有酒修买 护短修间 雅思道 我不曾吃酒 也不护短 先生道 再请年月日时 恐有差物 雅思再说了八次 先生又把挂子布了道 尊官 且修算 雅思道 我不会 但说不妨 先生道 挂相不好 写下四句来 道是 有虎临身日 临身必有灾 不过明淡丑 亲足尽悲哀 雅思看了 问道 此挂主何灾服 先生道 实不敢瞒 主尊官荡死 又问 却是我基年上当死 先生道 今年死 又问 却是今年基月死 先生道 今年今月死 又问 却是今年今月基日死 先生道 今年今月今日死 再问 早晚时辰 先生道 今年今月今日三更三点子时当死 雅思道 若今夜真个死 万事全修 若不死 明日和你献礼礼会 先生道 今夜不死 尊官明日 来取下这斩无学同生的剑 斩了小字的头 雅思听说 不觉怒从心上起 恶向胆边个 把那先生催出挂扑去 怎地知节 那先生 只因会进人监视 惹得闲丑满肚皮 只见县里走出数个 私事人来拦住 孙雅思 问作甚闹 雅思道 甚魔道理 我嫌买个挂 却说我今夜三更 三点当死 我本身又无疾病 怎地三更三点便死 带帅他去县中 官司纠结明白 众人道 方信补 卖了屋 卖挂口 没凉斗 众人和哄孙鸭可大了 转来埋怨那先生道 是先生 你出了这个有名的鸭可 想也在此卖挂不成了 从来凭好断 剑好断 只有寿数难断 你又不是奸王的老子 判官的哥哥 那里便断生断死 刻时刻日 这般有准 说话也该放宽随些 先生道 若要奉承人 挂就不准了 若说实话 又惹人怪 此处不目人 自有留人处 叹口气 受了挂扑 搬在别处去了 却说孙鸭司 虽则被众人劝了 只是不好意思 当日县里压了文字归去 心中定闷 归到家中 鸭司娘献她眉头不展 面带幽容 脸问丈大 有甚是烦恼 想是县里 有甚文字不了 鸭司道 不是 你休问 再问道 多是今日被知县则罚来 又道 不是 再问道 莫是与巴征闹来 鸭司道 也不是 我今日去县钱买个挂 那先生道 我尚在今年金月 今日二更三点 不识当死 鸭司娘听的说 柳梅梯树 兴眼圆征 问道 怎地平白一个人 今夜便叫死 如何不碰他去 距离官司 鸭司道 便意他去 众人劝了 婚家道 丈夫 你且只在家里少待 我寻常有事 物资去之县面前 替你出头 如今替你去寻 那个先生监他 我丈夫亦不少 官钱私债 又无况官室临逼 做肾魔 今夜三更便死 鸭司道 你属羞去 待我今夜不死 明日我自与他理会 却强如你归人家 当日天色已晚 鸭司道 且安排几杯酒来吃住 我今夜不睡 消遣这一夜 三杯两盏 不觉吃得烂醉 只见孙鸭司在教乙上 将太助醉眼 打瞌睡 婚家道 丈夫 怎地便睡住 叫盈儿 你且摇绝跌跌来 盈儿到身边摇助不醒 叫一会不应 鸭司娘道 盈儿 我和你扶鸭司 入房里去睡 若还是说话的童年生 颈尖长 拦腰抱住 把臂脱回 孙鸭司只吃住 酒消灯夜 千步合万步合 上床去睡 却叫孙鸭司 只就当年 荡月荡日荡夜 烦得不如 五代史 李存孝 汉书李彭月 金风吹树帅 先决 暗颂无常死不至 婚家见丈夫 失去睡 吩咐盈儿 除下打火了火烛 说与盈儿道 你曾听你爹爹说 日间卖卦的算 你爹爹 今夜三更当死 盈儿道 告妈妈 盈儿也听得说来 那李讨这话 鸭司娘道 盈儿 我和你做些真钱 且看今夜死也不死 若还今夜不死 明日却与他理会 叫盈儿 你去没睡 盈儿道 那李赶睡 倒有时了 盈儿打瞌睡 鸭司娘道 盈儿 我叫你没睡 如何便睡住 盈儿道 我不睡 才说吧 盈儿又睡住 鸭司娘叫得硬 见他如今甚时候了 盈儿听线牙羹鼓 正打三立三点 鸭司娘道 盈儿 且莫杂尴尬 这时辰正尴尬 那盈儿又睡住 脚不硬 只听得 鸭司从床上跳江下来 屋底中门响 鸭司娘急忙叫醒盈儿 点灯看时 只听得大门响 盈儿和鸭司娘点灯去赶 只现一个灼白的人 一只手眼住面 走出去 扑通地跳入凤府县河里去了 正是 情道不堪回首处 一起吩咐于东风 那条河直通 柱黄河水 滴溜也似紧 那里打捞诗变 鸭司娘和盈己就河边 浩天大哭道 鸭司 你却怎地投河 教我两个靠雾水 及时叫起四家林舍来 上手住的雕嫂 下手住的毛嫂 对门住的高嫂抱嫂 一发兜来 鸭司娘把上见试对 他们说了一遍 雕嫂道 真有这般作怪的事 毛黄道 我日里雾字 见鸭司住了灶山 秀住蚊子归来 老媳妇和鸭司相叫来 高嫂道 便是 我也和鸭司司叫来 抱嫂道 我家里的早间去县前干事 见鸭司摔住卖卦的先生 县子归来说 怎知道如今真个死了 雕嫂道 鸭司 你怎的不吩咐我们 灵舍泽各 如何便死 赖地两行泪下 毛嫂道 思量起鸭司许多好处来 如何不烦恼 也眼泪处 抱嫂道 鸭司 即时在得见你 即时地方深成官司 鸭司娘少不得做些功果 追见亡灵 年只见过了三个月 当日鸭司娘和盈儿在家坐地 只见两个妇女 赤得面红夹赤 上手地提住一瓶酒 下手地把住两朵通草花 先开不连入来道 这里便是 鸭司娘打一看时 却是两个媒人 无非是姓张姓李 鸭司娘道 婆婆多时不现 媒婆道 鸭司娘烦恼 外日不知 不曾送的香纸来 莫怪泽各 鸭司如今也死得及时 达道 前日已做过百日了 两个道 好快 早是百日了 鸭司在日 直嫩的好人 有失老媳妇和他私教 还落不跌 时今死了许多时 宅中冷静 也好说投亲事事得 鸭司娘道 和年月日再生的一个 疑似我纳大夫孙鸭司 这般人 媒婆道 嫩得也不难 老媳妇却有一头好亲 鸭司娘道 且住 如何得似我先投丈夫 两个吃了茶 归去 过了数日 又来说亲 鸭司娘道 婆婆修指管来说亲 你若依得我三件事 便来说 若依不得我 一事不说这亲 宁可守孤福度日 当时鸭司娘 启齐齿张舌 说出这三件事来 有份撞住 五百年前素氏的冤家 双双受国家刑法 正是 路迷秦相应难辨 蝶梦庄舟未可知 媒婆道 却是那二件事 鸭司娘道 第一件 我死的大夫姓孙 如今也要嫁个姓孙的 第二件 我先丈夫是 奉甘县里第一名鸭司 如今也只要嫩般执意的人 第三件 不嫁出去 则要他入社 两个听的说 道 好也 你说要嫁个姓孙的 也要一事先鸭司执意的 叫他入社的 若是说别件事 还费些计较 偏是这三件事 老媳妇都依的 好交鸭司娘得知 先鸭司是 凤福县里第一名鸭司 换作大孙鸭司 如今来说亲的 原是凤福县第二名鸭司 如今 死了大孙鸭司 钻上差椅 做第一名鸭司 换作小孙鸭司 他也肯来人设 我交鸭司娘 嫁着小孙鸭司 是肯也不 鸭司娘道 不幸有许多凑巧 张梅道 老媳妇今年七十二岁了 若胡说时 便做七十二只此狗 在鸭司娘家吃食 鸭司娘道 果然如此 樊婆婆且大说看 不知缘分如何 张梅道 就今日好日 讨一个历史团圆集贴 鸭司娘道 却不曾买在家里 李梅道 老媳妇这李友 便从抹兄内 取出一幅五男二女 花间纸来 正是 学尹 蜀清非始见 柳葬应 无语方知 当日 鸭司娘娇 婴儿取 江笔燕来 写了帖子 两个 媒婆接去 免不得 夏才那里 往来传话 夏上两月 入社小孙 鸭司在家 夫妻两个 好一顿 果是说得着 不择一日 两口而吃得酒醉 教银儿 做些个醒酒汤来吃 银儿去除下一头烧火 口里埋圆道 掀得压丝在时 嫩早晚 我自睡了 如今 却教我 做醒酒汤 只见 火筒 塞住了孔 烧不着 银儿低住头 把火筒 去造床脚上敲 敲未得几声 则见造床脚 渐渐起来 离地一尺以上 现一个人顶着造床 拔向上套住景蓝 披住一袋头发 长伸住舌头 眼里滴出血来 叫道 银儿 与爹爹做主则各 虎得银儿大叫一声 毗然倒地 面皮黄 眼无光 唇口子 指甲轻 未知五脏如何 先见四肢不举 正是 身如五谷闲山岳 命似三更油尽灯 夫妻两人 急来就得银儿苏醒 讨些安魂定破汤 与他吃了 问道 你是来见了肾魔 便到了 银儿告妈妈 却才在灶前烧火 只现造床剑建起来 剑嫌鸦斯爹爹 拔向上套住景蓝 眼中滴出蟹来 披住头发 叫声银儿 便吃惊到了 鸦斯娘剑说 倒把银儿打个漏风掌 你这丫头 叫你做星酒汤 则说到懒做变了 直装出许多死模活样 莫作莫作 打灭了火去睡 银儿自去睡了 且说夫妻两个归房 鸦斯娘嘀嘀叫道 二哥 这丫头见这般事 不中用 教她离了我家吧 小孙鸦斯道 却教她那里去 鸦斯娘道 我自有个道理 到天明 做饭吃了 鸦斯润去官府成应 鸦斯娘叫过银儿来道 银儿 你在我家里也有七八年 我也看你在眼里 如今笔不得先鸦斯 在日做事 我看你肚里漠是要嫁个老公 如今我与你说投亲 银儿道 那里敢指望 却教银儿嫁儿 推广鸦斯屁 只因骄银儿嫁这个人 与太孙鸦斯所了命 正是 封定使枝禅在树 登残方剑月明窗 当时不由银儿做主 把来嫁了一个人 那私姓王明星 浑名换作王九九 又吃酒 一咬哈 银儿嫁将去 那得三个月 把房卧都费尽了 那私吃得罪 走来家把银鸡骂到 打几贱人 贱我嫩斑苦 不去问你 使头借三五喝钱来做盘颤 银儿吃不得这私骂 把裙挤细了腰 撑走来小孙鸦斯家中 鸦斯娘献了道 银儿 你白嫁了人 又来说肾魔 广银儿告妈妈 实不敢瞒 银儿嫁纳斯不住 又吃酒 又要赌 如今未得上个月 有些房卧都使劲了 没急奈何 告妈妈借换的三五百钱 把来做盘颤 压死娘道 银儿 你嫁人不住 是你的事 我金语个那银子 后番确修要来 银儿接了银子 谢了妈妈归家 那得四五日 又使劲了 于日天色晚 王兴纳斯吃得酒醉 走来看住眼道 打几贱人 你贱嫩般苦 不去再告示 头泽个 银儿道 我钱翻去 借圣像银子 吃尽千言万语 如今却教我又怎的去 王兴骂道 打几贱人 你若不去时 打折你一只脚 银儿吃骂不过 只得连夜走来 孙压司门守看时 门却关了 银儿欲带敲门 亦恐怕他埋怨 进退两难 只得再走回来 过了两三家人家 只献个人道 银儿 我穷你一见物事 只因这个人身上 我只替鸭斯娘和小孙 鸭斯烦恼 正是 龟有水面分开绿 赫丽松烧点破清 迎击回过头来看那叫的人 只见人家屋 沿头一个人 疏脚修头 半袍脚带 抱住一咕噜文字 低声叫道 银儿 我是你献的亚斯 如今现在一个去处 未敢说与你知道 你把手来 我与你一见物想 银儿打一接 接了这件物事 随手下陷了 那个排袍脚带的人 银儿看那物事时 却是一包碎银子 银儿归到家中敲门 只听得里面道 姐姐 你去使头家里 如何嫩早晚才回广 银儿道 好教你知 我去妈妈家西米 他家关了门 我又不敢敲 怕吃他埋怨 再走回来 只见人家屋 沿头立住先的鸭丝 疏脚拴头 匪袍脚带 与我泡银子在这里 王兴听说道 打几贱人 你却来我面前说鬼话 你这一包银子来得不明 你且进来 银儿人去 上兴道 姐姐 你寻常说那造钱 看见仙鸭丝的话 我也都记得 这是一定有些蹊跷 我却怕林社听得 顾嫩地如此说 你把银子收好 带天明去县里首告他 正是 着一种花 花不攀 等闲插柳柳成音 王兴道天明时 思量道 且住 有两件事告手不得 第一件 他是县里投名鸭丝 我怎敢饿了他 第二件 却无实际 连这些银子也带人关 却打磨头脑官司 不如熟记件衣裳 买两个盒子 送去孙鸭丝家里 道具夜索他泽个 计较已定 便去买下两个盒子送去 两人打扮身上干净 走来孙鸭丝家 鸭丝娘看见他夫妻二人 身上干净 又送盒子来 便道 你那得钱抄 公兴道 昨日得鸭丝一件文字 赚得有二两银子 送些盒子来 如今也不吃酒 也不赌钱了 鸭丝娘道 王兴 你自归去 且教你老婆在此住两日 王兴去了 鸭丝娘对住银儿道 我有一柱东风带月院香药还 我明日同你去泽个 当晚无后 明早起来 行喜罢 鸭丝就去县里去 鸭丝娘锁了门 和银儿同行 到冬月庙殿上烧了香 下殿来去那两廊下烧香 行到肃报寺前 鸭丝裙带系的松 脱了裙带 鸭丝娘先行过去 银儿正在后面系裙带 只见肃报寺里 有个疏脚撞头 半袍脚带的判官 叫银儿 便是你先的压司 你与我深渊则各 我与你这件物事 扎尔街的物事在手 看了一看 道 却不作怪 尼神也会说起后来 如何与我这物事 正是 开天辟地喊曾文 从古至今西德县 银儿接得来 慌忙揣在怀里 也不敢说 与鸭丝娘知道 当日烧了香 各自归家 把上相师对王兴说了 王兴讨纳物事 看时 却是一幅纸 上写道 大女子 小女子 前人更来后人儿 要知三更事 多开人下水 来年二三月 拒已荡劫此 王兴看了解说不出 吩咐银儿 不要说与别人知道 看来年二三月间 有甚模式 年之间 到来年二月间 换个之巨 是卢州金斗成人 姓鲍明整 就是金人传说 有名的鲍龙图相公 他后来观之龙图阁学士 所以叫做鲍龙图 此时坐之县 还是出任 那鲍爷自小聪明正直 坐之县时 便能剖人间暧昧之情 断天下 狐疑之欲 到任三日 未曾理事 夜间得其一梦 梦见自己坐堂 堂上贴一帘对子 要知三更事 多开火下水 包爷次日早堂 换河当立书 将这两句教他解说 无人能使 包公讨白牌一面 将这一帘楷书在上 却就是小孙压丝洞笔 写必 包公将朱笔判在后面 如有能解此愚者 赏银十两 将牌挂于县门 轰动县前县后 官神私身 哀奸擦背 只为贪那赏物 都来赌闲征看 却说王兴正在县前 买枣糕吃 听见人说之县象公挂 一面就牌出来 牌上有二句言语 无人解得 王兴走来看时 正是肃报司判官 一幅纸上写的话 暗地吃了一惊 欲要出手 那心知现象公 是个古怪的人 怕去惹他 欲代不说 除了我在园第二个人 晓得这二句话的来历 买了枣糕回去 与魂家说之此事 迎儿道 先压司三遍出现 教我与他申冤 又白字里得了他一包银子 若不去出手 只怕鬼神建贡 前兴一犹不决 再到县前 正遇了临人陪孔木 王兴平嬉晓得 陪孔木是知识的 一牵扯到僻静巷里 将此事与他商议 该出手也不该 陪孔木道 纳苏报司这一幅 指在那里 图兴道 剑波在我魂子衣服箱里 陪孔木道 我先去与你朝官 你回去取了这幅纸 带到县里 带支献向公换你时 你却拿将出来 做个正剑荡下土星虫了 陪孔木后包爷退堂 献小孙鸭司不再左右 就跪江过去 禀道 老爷白牌上写这二句 只有林社王兴晓的来历 他说是月庙速报司 与他一幅纸 纸上玄写许多言语 内中却有这二句 包爷问道 王兴如今在那里 陪几同道 已回家取那一副纸去了 包爷拆人素拿土星回话 却说王兴回家 开了魂家的衣箱 捡那副纸出来看时 纸教的苦 原来是一宿纸 自己全无 不敢到县里去 扑住鬼胎 躲在家里 直线相公的差人到了 心官心服 如人之急 怎好推辞 只得带了这张素纸 随着公差进线 包爷平去左右 只留裴孔日 在凯包爷问王兴道 裴某说 你在月庙中收的一幅纸 撕取上来看 王兴连连叩头禀道 小人的妻子 去年在月庙烧香 走到素报司前 那神道出现 与他们指 纸上写住篇说话 中间其实有老爷 白牌上写的两句 小的把来藏在衣箱里 方山去捡看 变了一张素纸 如今这素纸现在 小人不敢说谎 包爷取纸上来看了 问道 这一篇言语 你可记得 王兴道 小人还记得 及时念语 包爷听了 包爷将纸写出 仔细推详了一会 叫 王兴 我奉问你 那神道把这一幅 指与你的老婆 可在有现魔言语 吩咐广王兴道 那神道指教 与他申冤 包爷大怒 喝道 胡说 做了神道 有申冤 没出申的 偏你的婆娘 会替他申冤 他道来养你 这等无稽之言 却哄谁来 王兴慌忙叩头道 老爷是有个缘故 包爷道 你细细讲 讲得有礼 有赏 如无礼时 今日就是你开棒了 公兴禀道 小人的妻子 原是服侍 本县大孙雅思的 叫做盈 因算命的算 那大孙雅思 其年七月 其日三更三点 命里该死 和鹏果然死了 主母随了 如今的小孙雅思 却把这盈儿 嫁出于小人为妻 小人的妻子 初次在孙家灶下 看现仙雅思现身 巷上套住锦兰 披发土舌 眼中流血 叫道 盈儿 可与你爹爹做主 第二次夜间 到孙家门首 又遇现仙雅思 输脚撞头 飞袍脚带 把一包碎银 与小人的妻子 第三遍月庙 李肃报司判官出现 将这一幅 置于小人的妻子 又嘱咐与他申冤 那判官的模样 就是大孙雅思 原是小人妻子 旧日的家长 包爷闻言 呵呵大笑 原来如此 喝脚左右 去拿那小孙雅思夫妇 二人道来 你两个做的好事 小孙雅思道 小人不曾作甚模式 包爷江苏报司 一篇言误解说出来 大女子 小女子 女之子 乃外孙 是说外郎姓孙 分明是大孙雅思 小孙雅思 前人更来后人儿 而这时也 是说你白的 他的老婆 享用他的家业 要知三更事 多开火下水 大孙雅思 死于三更时分 要知死的根由 多开火下之水 那迎而见家长 再造了 批发土舌 眼中流血 此乃勒死之状 头上套着井栏 井者水也 造者人也 水在火下 你家造 必弃在井上 死者之师 必在井中 来年二三月 正是今日 据以荡劫子 据以 两字 何来乃是个包子 是说我包某 今日到此未官 泄其羽翼 与他血缘 喝酒左右 同工星压住 小孙雅思 到他家造下 布局好歹 要勒死的 事变回后 众人肆一不信 到孙家发开造床脚 地下是一块石板 掏起白板 是一口井 换及土工 将井水吊钱 落了竹篮 放人下去打捞 捞起一个事变来 众人齐来认看 面色不改 还有人认得是大孙雅思 向上国有乐伯 小孙雅思虎得面如土色 不敢开口 众人拒个骇然 原来这小孙雅思 当初是大学里动道的人 当时大孙雅思见他动道 好个后生 就他活了 叫他识字 写文书 不想浑家与他有事 当日大孙雅思算命回来时 恰好小孙雅思正闪在他家 剑说三更前后当务 趁这个机会把酒灌醉了 就当夜勒死了大孙雅思 张在井里 小孙雅思却掩阴而上人 把绝人心一样在 蝙蝠县河里扑通的一声响 当时指到大孙雅思头 何死了 后来却把造来压在井上 此后说成亲事 当下众人回复了包也 雅思和雅思娘不打自招 双双地问成死罪 尝了大孙雅思之命 包也下关心于小民 将十两银子赏与王兴 公兴把三两卸了陪孔木 不在话下 包也出任 阴断了这件公事 明文天下 至今人说包龙徒 日间断人 夜间断鬼 有诗未正 诗句藏迷水解明 包公一段鬼神经 寄生暗示亏心者 莫到天宫见不清 石发明保佛 清联罗